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26章 大卫文曲新 华星云登门拜访 出自交锋 户部 刑部 吏部 三个部门已经全部解决 眼下就是五官一脉了 许清潇让李建理康过来送信 提前打好招呼 此时刚刚来到安国公府外 安国公府的管家马上迎面走来 热情无比的恭迎许清潇 徐大人 您来了 老爷在里面等您呢 国公府的管家笑着走来 恭迎许清潇入内 好 许清潇跟随着管家一路前行 很快便来到院内 此时 不仅仅是安国公 还有齐国公和卢国公 以及几位侯爷 侄儿许清潇 见过三位国公 余帝 见过诸位兄长 许清潇走来 朝着众人一拜 谦虚无比 守人侄儿啊 不是叔说你 你自己说说看 你多久 没来叔这里做过了 是啊 这些日子 跟那帮文官混来混去 那帮文臣 那个心不脏 你跟他们走那么近 就不怕他们害你吗 你们就别吓唬守人侄儿了 不过 守人侄儿啊 该说不说 你的确没来看 咱们这帮老家伙儿了 三位国公开口 倒也不是针对许清潇生气 只是略带抱怨一些 毕竟 许清潇是他们五官一脉的人 按理说 应该是跟他们走近一点啊 几位说 可真不能怪我 就这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您几位可是看在眼里的 我也是累啊 否则 早就上门了 而且 侄儿做的事情 也怕连累几位叔 许清潇哭丧着脸说道 他知道 五官一脉 对他产生了一点点意见 不过也没办法呀 陛下让他去刑部 然后又去护部 中间发生这么多事情 怎么来啊 连累 有什么连累的 守人啊 你就是太会做人了 行了 守人 坐吧 经个吧 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有你这些兄长凑在一起 是为了什么事 国公们开口 不过安国公还是压了压场 许清潇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肯定是有要事商量 不然不可能突然登门造访 还特意叫上大家一起来 听到安国公说这话 许清潇也不寒暄了 三位叔 几位兄长们 清潇这次过来 是带来一个大好消息 许清潇认真道 什么好消息 众人好奇了 还大好消息 北伐 许清潇平静道出两个字 刹那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看向许清潇 现在五官一脉 最想要的是什么 不就是北伐吗 可真要北伐 他们心里都有点数 短暂时期肯定不行 甚至连小型战争都做不到 然而 许清潇突然来一句北伐 而且是大好消息 这让众人如何不打起精神重视起来 清潇 你直说 莫要拐弯莫脚 安国公第一个出生 让许清潇 不要拐弯莫脚 该说就说 书 诸位兄长 清潇是支持谁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别的不说 满江红这次没得怀疑吧 进城尺 游魏雪 清潇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杀到北边 把蛮夷全部涂光 日日夜夜都在想 别看这些日子 我跟他帮文臣走得近 但为的是什么 为的还不是打入敌人内部 前几日 陛下要说北伐 清潇兴奋了一夜未睡 但陛下推出水车工程之时 清潇也是一夜未睡 甚至有些惭愧 许清潇开口 如此说道 惭愧 守人侄儿 你惭愧什么呀 齐国公忍不住打断问道 回其说 这水车工程 是清潇倒过出来的 当初南御府 被陛下罚一城税收 清潇心中有愧 所以研究出水车 希望造福百姓 结果没想到 尽得陛下看重 而且院头如此之多银两 所以清潇惭愧啊 许清潇有些自责道 可这话一说 大家都惊恶了 水车是你做出来的 不是吧 守人老弟 这水车是你搞出来的 我还以为 是李燕龙搞出来的呢 没想到 竟是你 仔细想想 李燕龙这个老家伙 怎么搞得出这种东西 守人老弟 果然聪慧啊 众人震撼 他们对水车带着偏见 可即便是带着偏见 他们也知道 水车这东西 的确能增长庄稼产量 可他们并不认为 可以达到 量产翻倍的效果 所以对比之下 还是北伐要好一点 可如今听到 这是许清潇倒过出来的东西后 大家的态度 瞬间转变了 水车是个好东西 但李燕龙 不是个好东西 守人侄儿啊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就直说啊 安国公出生 他就想知道 许清潇到底要说什么了 北伐有什么好消息 而且还是大好消息 李叔 这水车侄儿可以保证 的的确却可以保证 大卫量产翻倍 所以当侄儿听说 陛下要大量生产之时 侄儿第一反应是自责 觉得耽误了大事 但很快侄儿 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陛下其实一直都不打算北伐 其实 清潇已经知晓答案 国库空虚 不仅仅是银两空虚 粮产也空虚 如若真发动北伐 难不成拖着银子去上战场 战争最大的问题 就是粮草 无论给大卫士兵发多少银两 上了战场所有士兵 最想要的就是食物 没有干粮 给百万两白银 也于事无补啊 许清潇开口 他说的东西 大家都懂 打仗最费钱 粮食军饷 还有各种军需品 这些东西 那个不是大头 现在国库有银两了没错 但许清潇说的也没错 没粮食啊 除非百姓们都不吃都不喝 拿着粮食给军人吃 自己饿死 那这样的话 这仗更没必要打呀 所以 守仁侄儿 你的意思是 安国公逐渐听出味道了 李叔 侄儿的意思很简单 让陛下大量生产水车 立国立民 虽然对现在不利 可对大魏将来有利 到十大魏粮食充足 国库充足 那个时候 再提北伐 陛下再不答应 就不可能了 许清潇认真回答 只是当许清潇这话一说 众人却皱眉沉默 因为他们顿时明白 许清潇是什么意思了 来当说客的 众人沉默 他们可不傻 许清潇说 这么多东西 完全没有一点 让他们心动 反而让他们 有些不太舒服 毕竟他们下定决心 要北伐 要制止水车工程实行 结果 许清潇过来当说客 即便是弃重许清潇 但也不可能损失 自己的个人利益啊 见众大臣沉默 许清潇并没有半点尴尬 反而无比认真道 我相信诸位 有些不信任清潇 可这件事情 无法质疑 许清潇拿出账本 他自己抄露了一份 将账本递给几位国公 许清潇先不说话 而几位国公打开一看 很快全部皱眉了 竟有如此之多 过了一会 安国公将账本 递给其他侯爷们观看 同时看向 许清潇这般问道 李叔 这是户部的账本 自然不可能作假 如今 大魏蒸蒸日上 国税已经开始增长提升 可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就是粮食 解决百姓温饱 才是大魏重中之重的事情 如果按照大魏当下的发展 想要北伐 二十年都不够 这一点 我相信 李叔应该更加明白 可若有水车 增加粮产 增加人口 大魏底层就能稳固 百姓安稳 大家吃饱喝足 有了余钱 就能拿去买卖东西 到时候 大魏就能源源不断赚取 税收银两 清潇已经向户部上书立言 五年之内 让大魏国库 税收达十万万两 而若是从即日开始 推广水车 以五十郡为首 只需要一个季度 就可以看出成效 到时再加大力度 争取在两年之内 完成水车全国铺展 那么第三年 大魏的粮食就能翻倍 再等两年 大魏粮产 将会堆积如山 这个时候 既有银两 又有粮食 请问国公 大魏怎能不占 怎不北伐 可如若阻止陛下推广水车 一来惹恼陛下 二来大魏当前情况 绝对不可能北伐 就算是我等逼宫 陛下也不会答应 即便陛下答应了 也不过是安抚我等 就如同这次一般 让兵部计划北伐 但清潇可以保证 这只是一场骗局罢了 请诸位国公深思 请诸位侯爷深思 许清潇把话说到这里了 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说的 甚至都把女帝的想法 说出来了 这一刻 三位国公 数十位侯爷都沉默了 因为许清潇 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是啊 女帝虽然口口声声说 要北伐要北伐 但到底北伐不北伐 大家心里都有数 就按大魏现在的情况来说 根本不可能北伐 有银两发动战争河 但没有银两补给 尤其是粮草这东西 大魏现在的粮草 还算勉强可以 但问题是 运输过程就得消耗多少 真北伐了 定点就是北方之地 距离三万多里 一百万弹粮草 运输过去 最多只剩下二十万弹 而且路程至少三个月 除非用非洲运输 但非洲是先道之物 本身制作就难 而且能运输多少过去 所以北伐不了 但许清潇这一番话 让众人沉默了 五年的时间 国库充实 粮仓充实 如若许清潇 真能做到这个程度 那的确可以 最起码真做到了 就不可能不北伐 总比现在好吧 扯一句北伐 然后托你个半年一年 等你不耐烦了 又说一句北伐 如此一来 十年之后 都不见得能北伐 许清潇所说之言 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 可最起码有一个笨头啊 而不是整天被女帝忽悠 守仁侄儿 你当真能保证 五年之内 让大卫国税 增至十万万两 安国公忍不住开口了 大卫的情况 他也是知道的 现在真要说北伐 肯定是不行的 别说七万万两白银了 就算国库 有三十万万两白银 也不见得能去北伐 兵力 粮草 军想 宫序 等等等等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当初五帝 为何能七次北伐 那是五代大卫的积蓄啊 七次北伐 花了多少银子 大家心里都是有目共睹的 无非就是说 若是能大劫而归 可以以战养战 可问题是 北伐蛮蚁也穷了 并且 能不能大劫 也是个问题啊 突歇王朝 会不会让大卫 这么舒服地打仗 出源王朝 会不会让大卫打仗 还有内奥 各地方王会不会起心思 还有明星 老百姓想打仗吗 口头上喊得要打要打 真打起来 倒霉的是谁 还不是百姓 十万万两 清潇目前只有七成把握 剩下三成 则在李叔以及各位身上 许清潇认真道 我们身上 众人好奇了 权力发展大卫 随时做好北伐蛮夷先攻防守 许清潇定下格调 但他知道 五官一脉不会 完全听取自己的意见 因为他们也不敢保证 自己就真是一心为五官 可许清潇更明白的是一件事情 五官一脉 无论如何都想要北伐 既然想要北伐的话 就会多买一份保险 而且自己说的一点都没错 女帝是不可能北伐的 至少今年不可能 明年也不可能 与其如此 为什么要去得罪女帝 而现在 许清潇拿出一份保险 交给他们 当作交易 何乐而不为呢 若是许清潇做到了 那么一切都可以按照许清潇说的去做 北伐近在眼前 如果许清潇做不好 那也没事 他们继续跟女帝谈判 无非就是说 高看了许清潇罢了 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亏啊 守仁侄儿 如若今日坐在这里的人 不是你的话 老夫早就赶人走了 但老夫相信你 五年之后 不说国税十万万两 只要有七万万两 老夫从今往后 无论如何地支持你 安国公做出了决定 这个交易一点都不亏 答应下来是好事 当然 表面上肯定是要这样说的 多谢国公信任 许清潇朝着众人一拜 既然连五官一脉都谈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跟百姓谈一谈了 许清潇想要走 但却被安国公直接按住了 别想走 留下来喝几杯 对对对 守仁老爹 你这就想跑 留下来喝几杯 多久没见了 今日你别想走 留下来 多喝点 众人直接按住许清潇 非要拉着许清潇喝酒 死活不让他走 看着众人如此 许清潇也没办法 硬着头皮陪大家喝酒 只是这一喝 就喝了两个时辰 不管自己说什么 人家就是不放人走 也让许清潇一阵牙疼 不过好在两个时辰 喝得也差不多了 许清潇总算是逃走了 他有些醉 王府的酒很古怪 逼不出来 只能慢慢消化 好在许清潇运转金屋脆体术 体内的酒气 也瞬间消失了不少 但还是有点小晕 回到守人学堂中 许清潇本想将赵大赵二兄弟 喊来问问情况 结果赵大赵二兄弟二人 第一时间走来 十分激动道 许大人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许大人 说出来您肯定不信 两人满脸激动 凑到许清潇面前说道 怎么了 许清潇喝了口茶 缓缓酒精 许大人 您不是让咱兄弟二人 去办事吗 在黄都内船水车 是您制作出来的吗 您知道百姓是什么反应吗 赵大激动道 什么反应 许清潇也有些好奇了 眼下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唯独就是百姓们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他让赵大赵二先传一遍 看看百姓的反应 然后再决定出手不出手 所以有些好奇 大人 我们两兄弟 刚刚扩散消息出去 百姓们第一反应是不幸的 毕竟 这水车在百姓眼中 现在成为了 祸国殃民的东西了 可随着刑部去抓人 将几个散播谣言的人 抓进刑部后 不少人开始发生了 证实 水车的确是您做出来的 甚至刚有几个南域府都的百姓 来到咱们京城 大肆宣传水车的作用 并且各种夸赞您 甚至南域府 都已经有一些手艺人 做了一些小型模具 展示给百姓看水车的作用是什么 宣传水车的好处 并且为您说好话 现如今 满京城的百姓 都在夸着水车立国立民 而且 也都在夸许大人 您当 真是聪慧无比 赵大兴奋无比地说道 一旁的赵二 也忍不住赶紧插嘴道 不只是这个 许大人 还有一点的是 现在有人传 您当初打造这个水车 是因为陛下罚了南域府百姓 议程税收 所以为了补偿给百姓 才会制作此物 如今 百姓们都在夸您真心为民啊 赵二补充了一句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百姓们更加相信 水车是好东西 也相信 这东西 是许清潇搞出来的 有如此夸张 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说实话 百姓这一关 许清潇其实没底的 毕竟有人提前散布谣言 老话说得好 造谣一时快 辟谣跑断腿 自己都做好跑断腿的准备了 可没想到的是 百姓竟然如此支持自己 这有些没想到 一点都不夸张 大人 您要是不信 您去外面看看 赵大满脸笃定道 那行 你们在此等我 许清潇还真要眼见为实 不是不信这两人 而是此事事关重大 刚回来 许清潇又走了 不过他特意带了顶斗力 怕百姓认出自己来 许清潇直接去酒楼 这里能听到 大卫京都七成的消息 一个钟后 许清潇来到酒楼 随便点了壶酒水 便坐在角落 的确 刚落坐下来 就听到不少人在谈论自己 我跟你们讲啊 这许大人真是一心未鸣 陛下当初罚南玉府一成税收 许大人体恤百姓 觉得自己愧对百姓 所以才把这个水车给造出来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 前几天给我通信 你们看 这做不了价吧 信上说得明明白白 我这个亲戚 就是农耕为生 之前收成都一般般 现在翻了翻 因为有了水源 他把沸田也用上了 现在 整个南玉府百姓张灯结彩 比过年还热闹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去南玉府看看 一个男子声音极大 说着这件事情 同时拿着一封信 给大家伙看 不少人凑了过去 扫了一眼信件后 当下一论声响起了 这要换作是别人 我绝对不信 但许大人我信啊 他一心未明 对大儒 闹刑部 斩郡王 处女干商 哪一件事不是为了咱们老百姓 这水车 如果是许大人搞出来的 就一定是立民之物 对 许大人一心未明 这水车一定是他搞出来的 百姓们纷纷开口支持 但很快有人却满是好奇到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 这东西没用吗 此话一说 直接引来不少议论 这还不简单 许大人为了咱们老百姓 得罪了多少人 肯定是有人在暗中使坏 如此立国立民的东西 就要被这帮人给毁了 对对对 肯定是有人想要害许大人 我们可不能上当 百姓们几乎是无条件支持许青霄 只要是许青霄搞出来的东西 那么 这东西就是好东西 如果有人说不好 那这个人就有问题 想要谋害许青霄 这就是现在百姓们的想法 毕竟许青霄所作所为 历历在目 大家都知道 许青霄是个好官 一心为民 连立言都是为了百姓 那之前 为什么会说 这东西是公布上书 李彦龙搞出来的 我真有些糊涂了 有人再次开口 充满着好奇 这还要说 肯定是公布上书 李彦龙见此物极好 想要在陛下面前表现 抢夺了许大人的功劳 对 有这个可能性 反正 李彦龙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等一定不要被蒙蔽双眼 如果李彦龙还敢承认 这是他搞出来的东西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闹 不可能让许大人做了好事 得不到好处 是是是 这话说的对 这个李彦龙 身为尚书 竟然如此不要脸 抢夺许大人的功劳 不为人子 对 不为人子 百姓们显得一份填膺 把李彦龙骂了一顿狠的 让许青霄有些尴尬 他想要为李彦龙出言解释一句 但想了想 又不能说 万一解释了 他们又误解说 是李彦龙威胁自己呢 唉 李大人 这个郭宁还是杯吧 总比霍国殃民要好 确定了百姓的想法 许青霄既是感动 也是开心啊 果然付出就有回报 本以为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却不曾想到 成了最容易的事情 起身离开 许青霄回到守人学堂当中 或许是心情极好 许青霄让李广孝额外加菜 陛下让自己一天内完成 而自己前前后后 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解决了所有事情 要不是国公们 非要拉着自己喝酒 估计半天都要不上 唉 天不生我许青霄 大为万古如长叶啊 许青霄喃喃自语道 三大势力全部解决好了 如今只需要等明天上朝就行了 不过许青霄还要准备一样东西 完整的水车图纸 是的 完整的水车图纸 水车有三份画稿 第一份在李星手中 这一份缺少一些相关零件 这些零件看似作用不大 可实际上内藏乾坤 南域府的水车 最多可以使用半年 那么就会出现几个问题 一是固定问题 二是运输问题 需要一个纽扣来稳固 但这个纽扣至关重要 没有这个纽扣 其他国家的人就算是照着水车一比一仿 也没有任何作用 半年时间一到 肯定会出问题 到时候就只能修补 或者是用其他方法稳固 有事没事就要去搞一下 浪费人力浪费财力 而第三份则是真正完整的水车 可以让水车稳固运行 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减少人工维修成本 这一份许青霄暂时不弄 第二份交给公布就好 第三份交给陛下 等一年之后 再让陛下命公布打造 装在水车之上 头一年 必须要花费人工 去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让异族他国之人看到 这样的话 这些异族他国之人 只会觉得水车有些鸡肋 也觉得大卫一想天开 想出一个鸡肋之物 而大卫则可以自己偷偷发展 会不会被发现没关系 重点就是拖延其他国家抄袭程度 甚至就让他们起怠慢之心 这样的话 大卫就能稳固发展了 许青霄做事最喜欢的就是留一手 他不可能不知道大卫有敌国探子 所以藏一手最好 当然也有可能敌国有天才 猜到了这一点 可这也没关系 毕竟这东西藏不住 大卫的确要发展 抄了就抄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书房内 许青霄画着图纸 然而 一个时辰后 大卫京都之外 一辆马车缓缓行驶而来 出现在京都南城门 南城门入口车水马龙 一路上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 这里是大卫京都 大卫最核心的地方 每日不知多少人入城 每日又不知多少人出城 时时刻刻都显得繁荣无比 也就在此时 马车之中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随着这道身影走出 一时之间 不知多少目光 全部聚集在此人身上 这是一名男子 穿着青云锦绣白袍 光看衣料表面 极品丝绸 看起来都极为顺畅 如云如水一般 但真正让人惊恶的是 男子十分年轻 二十岁出头 肌肤如雪 面相极美 是的 是极美 俊美至极 五官精致 眼韵星辰 谦谦公子 温润如玉 墨上如玉 公子无双 再加上如道的气质 将绝诗二字 衬托得淋漓尽致 他虽身无常物 但从这面相 就看得出来 此人绝非凡人 华星云 他是华星云 死 华星云竟然长得这般俊美 原来他就是华星云啊 此人面相 不知为何 感觉比女子还要美 男面女相 视为人间绝世啊 怪不得曾有人说过 华星云 曾经迷倒大卫京都所有女子 看来名不虚传啊 是啊是啊 如此面相 我一个大男人 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大哥 别恶心人好吗 华星云竟 如此英俊 哎呀 我爱上了他 我也爱上了他 太俊美了 百姓们全部愣在原地 有些人回过神来开始讨论 但大部分人 还是显得有些惊为天人 尤其是一些女子 更是痴痴呆呆地站在原地 目光之中满是痴迷 有一说一 这世间女子 有几个不喜欢俊美男的 跟丑男在一起 是生活 跟俊美男在一起 才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 扎又如何 不怕长得帅扎 就怕长得丑也扎 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华星云十分平静 他自幼便是如此 只要一出现 便是全世界的焦点 他已经习惯了 所以没有任何不是 走下马车 华星云站在队伍之后 而一名女子 站在他身旁 女子长相也极美 穿着淡红长衣 公子 我们直接走另外一条道吧 明知身躯 无需与他们一般排队 女子开口 提醒华星云 可以走官道 然而 华星云摇了摇头 声音极为温和道 不用 就这条道 他一句话 后者便沉默不语 静静陪伴 队伍很长 足足一个时辰后 才到了华星云 门口的城市 连忙起身迎接 华星云交出录影 一切规规矩矩 与人说话也十分温和 让人心生好感 随着手续查完 华星云的侍女 拦下了一辆马车 劳烦车夫 去守人学堂 多谢 上了马车 华星云开口 微笑着说道 车夫有些惊恶 一来是华星云的相貌 二来 是华星云 要去守人学堂 但很快他回过神来 策马而行 只是等华星云走后 不少声音也响起了 华星云真的来了 他不去大卫文宫 直接去守人学堂做什么 难不成要找许清萧麻烦 应该不至于吧 如今 许大人可是侍郎啊 他华星云 凭什么找许大人麻烦 这华星云 这次回来 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不得不说 这面相的确非凡啊 我若是有气十分之一 这京都女子 还不是手到擎来 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都行了 得了 别做梦吧 该干嘛干嘛去吧 百姓们议论 竟然好奇华星云 为何要去守人学堂 一时之间 不少猜测出现 而华星云回京都的事情 也瞬间传开了 为时 守人学堂 许清萧已经将图纸画完了 看着三份图纸 许清萧很是满意 总算是把事情全部解决了 等明日上朝 百官同意 陛下下令就可以开始大薪水车 后续的麻烦 无非就是控制成本罢了 这个好说 至于会不会有人阻止 许清萧也猜得到 肯定会有 但问题也不大 皇帝 六部中四部 立部 护部 行部 公部都同意了 兵部是五官一脉的 自然也同意 也就是说六部当中 就是一个礼部 不同意了 可问题是 关你礼部什么事啊 如此一来 就算是有人不服 那又如何 就算是怀宁亲王各种不服也不怕 满朝文武 包括百姓们都同意 你不服也只能服 叔父啊 这就是人情世故的好处 许清萧想了想 觉得这次之所以如此顺利 完全是因为 平日里的人情世故 果然好人有好报 而就在许清萧思索时 杨豹的身影出现了 而且显得有些严肃和紧张 大人 有人来了 杨豹开口 显得十分严肃 谁 许清萧略显好奇 华兴云 就是最近百姓都在谈论的人 说来拜访您 小的听说 这人名气很大 而且跟大卫文公走得近 对您可能不利 咱要不要见 杨豹压着声音问道 华兴云 许清萧再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依旧是感觉有些陌生 不过 人家亲自过来拜访 许清萧没理由不见 看一看 许清萧起身 从书房中走出来 朝着守人学堂外走去 陈兴河也出房门了 听到华兴云来 自然要见识一番 清萧师弟 这华兴云突然拜访 只怕没安什么好意 要注意些 陈兴河提醒一句 许清萧点了点头 只是走了几步 两道身影便出现在学堂之外 一名女子 长得极美女子 至少是自己看过的女人中 排名前五 并列第一的是 女帝和藏金阁那个女人 第二是赵婉 第三是永平郡主 第四就是这个女人了 穿着淡红色长衣 身材也特别不错 是个极品 而且她体内气血涌动 散发着一种莫名气势 是舞者 而且至少是七品以上的舞者 有些夸张 看起来也就比自己 大一两岁罢了 却拥有七品以上的实力 强啊 但很快 许清萧的目光 落在了她身旁的男子身上 面向俊美至极 一举一动 都显得儒雅随和 让人莫名心生好感 尤其是长相 许清萧的的确却 没见过这么俊美之人 很难想象得到 一个男人竟然这般俊美 泽泽 当真是头错胎了 这要是个女人 估计女帝都比不上 华星云的目光 也落在了许清萧身上 当两人目光对视 华星云第一时间露出笑意 朝着许清萧一拜 学生华星云 见过侍郎大人 他开口 显得无比恭敬 更是称呼 许清萧为侍郎大人 这还真是有些意想不到啊 星云兄实在是客气了 侍郎大人不敢当 早些时候 便听说过星云兄之名 没想到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 许清萧十分热情 人家如此客气 自己肯定不能怠骂 不不不 许大人所作所为 星云在外早已知晓 星云佩服许大人 也敬重许大人 侍郎大人 担当得起 华星云 极为客气与尊重 与外面传得傲然无比 完全是截然相反啊 星云兄 比我年长几岁 千万不要喊大人 来来来 星云兄入内好好做 好好聊 许清萧拉着华星云入内 显得极其感慨一般 给人一种 对华星云 特别有好感的样子 许大人当真客气了 年长几岁算得了什么 比起许大人所作所为 星云实在是担当不起啊 华星云 一副无比惭愧的样子 然而又是 无比认真的夸赞许清萧 眼神之中 皆是敬重和佩服 不行不行 许大人我真担当不起 您还是喊我一声 守人余地吧 兄长 快快入内 许清萧热情招待 同时让人准备好上等茶叶 不过 华星云没有入内 而是开口道 既然许兄如此说 那星云也就不矫情了 不过进我就不进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 许兄 这里是我从异国他乡 带来的一些礼品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但还算是有些实用 您莫要嫌弃 我听闻 许兄与大卫文公有些矛盾 余兄认为 这其中必有误会 所以 会帮许兄说些好话 尽可能不要产生 新的误会与矛盾 还有京城内 也有不少流言蜚语 这其中 肯定有小人作祟 请贤弟放心 余兄乃为读书人 修浩然正气 绝不会对贤弟不利 请贤弟莫要误会 听信谗言 破坏你我之间的感情 华星云不打算进去 而是在学堂之外 解释许多事情 这次登门拜访 也是为这件事情来的 兄长放心 余弟自然不会听信谗言 今日一见兄长 余弟便什么都明白了 许清潇认真点了点头 同时又热情邀请对方 留下吃饭 可华星云微微一笑 还是委婉拒绝 贤弟 过些日子 余兄会设宴 倒是不醉不休 今日就算了 余兄的确有些事情 要先去处理 也不想打扰贤弟 不过 他日上朝 还望贤弟多多帮帮于兄啊 华星云真知说道 许清潇点了点头 兄长放心 你我皆为大卫 自然互相帮助 许清潇笑着说道 而华星云也露出笑容 可就在此时 许清潇又继续开口道 兄长 有件事情 可否帮我一下 我听闻大卫文公 藏有许多书籍 余弟喜爱读书 尤其是关于圣人起居之类 若是可以的话 麻烦兄长为我寻来一些 余弟再次败谢了 许清潇如此说道 小事一装 今日晚上便让人送来 贤弟 余兄先告辞了 华星云点了点头 这的确是一件小事 兄长慢走 许清潇目送华星云离开 同时更是忍不住感慨道 华星云的品格 当真好啊 只是 等华星云彻底走后 许清潇脸上的笑容 逐渐收敛了 没错 他是装的 这个华星云是好是坏 许清潇不知道 但上来就这样客气 而且还如此好说话 说是个好人 许清潇还真不信 但说是个坏人 许清潇也有证据 所以表面上你好我好没关系 但被地理还是得提防一下 可就在此时 师兄陈兴和的声音响起了 清潇师弟 这人不是什么好人 你要注意了 陈兴和面色轻傲 看着已经走远的华星云 如此说道 师兄 为何 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自己这师兄 竟然能一眼看穿 对方好坏 一般长得比我帅 而且还不傲的人 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陈兴和一脸笃定道 而许清潇一时之间 竟无言以对了 因为说的 貌似很有道理啊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27章 朝堂水太深 公布上书 你把握不住啊 守人学堂 陈兴和看着 已经远去的华星云 一时之间 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 师兄 许清潇喊了一声 陈兴和也回过神来了 清潇师弟 记住 这人一定不能深交 虚与尾仪可以 其他的不行 陈兴和再次 跟许清潇强调一句 因为他愈发觉得 这个华星云有问题 嗯 我明白 许清潇不傻 华星云有如此威望 三年前在京都的威名 不弱于自己 而且 更是背靠大卫文公 苗根正红的人物 长得又这样俊美 妥妥就是主角的面板 这要是不狂不傲 那主角他来当 自己现在回乡下种田去 十年社会独打告诉许清潇 一个事实 但凡是那种第一次见面 对方成就不弱于你 或者是比你高的人 上来就是嘘寒问暖 各种友好 这种人不说没安好心 但绝对不可能是真心朋友 朋友是什么 从最开始的普通道逐渐熟弱 然后再到无话不谈 交心交底 这种人 不是坏人 也绝对不会是好人 至少给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当然 事事不能想得太绝对 万一人家是个好人呢 但这年头 好人活不长了 许清潇回到书房内 开始继续鼓到自己的东西了 对于大卫的发展 还有很多路要走 水车量产 九年义务教育 高速公路 全面温饱 哪一个不是重要的事情 哪一个不是提高大卫国力的事情 哪一个不是赢得明星的事情 别的不说 只要自己敢说出九年义务教育 天下百姓 估计要喜极而弃了 如果自己是皇室一脉 估计恨不得自己当皇帝 不过 九年义务教育这东西太大了 最起码 以现在的大卫扛不住 真要做了 每年至少七八万万两白银补贴进去 甚至只多不少 毕竟九年读书不花钱 这是什么概念 而且想要做到这个程度 不仅仅是国税要多 而且 经济也要繁荣起来 否则的话 还是不行 眼下 还是得围绕着两产来做功夫 水车的事情 理论上应该是解决了 那么依靠水源 大卫两产 至少翻倍起步 但这还远远不够 如今的大卫 就如同暴风雨的船 随时可能会被打翻 说句不好听的话 要是明天突携王朝 或者是出援王朝向大卫开战 许清潇都不会太惊讶 因为大卫的底子 太虚了 所以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 真正可以量产的种子 土豆 红薯 第二 可以让粮食更好生长的有机化肥 第三 新的稻种 目前大卫的稻种是两季稻 如果能找到三季稻 四季稻 这就是直接性的翻倍 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大卫所有的危难 直接少一半 距离女帝 教自己爹更进一步 当然最主要的是 自己也可以享受一段悠闲生活了 所以 对比这件事情 朝堂之争 许清潇看淡了不守 当然 前提是没人招惹自己 如果有人招惹自己 许清潇不介意请他下线 守人学堂内 许清潇收回了新神 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定计划 而与此同时 大卫文公 此时 文公当中有不少人 在等待着华兴云的到来 自华兴云要回归大卫京都 可以说 文公所有人都翘首以盼 恨不得华兴云早点来 毕竟最近一段时间 大卫文公当真是有些憋屈 自从许清潇来了京都以后 大卫文公这段时间 的确很憋屈 动不动有一项出现 而且全部都是因为许清潇 两位大儒接连上场 结果不但没有将许清潇压住 反而让许清潇更加嚣张起来了 试问一下 谁服 可大儒上场 都压不住许清潇 总不可能让天地大儒出面吧 他许清潇配吗 肯定不配啊 真派天地大儒上场 就算赢了 又能如何 还不是丢人现眼 可现在不一样了 华兴云回来了 整个文公所有儒生 都看到了希望 至少诸圣一脉的儒生 都兴奋不已 他们恨不得华兴云 今日回来 明日就去打许清潇的脸 狠狠地打 来了 来了 他来了 华兴云回来了 你们看 Longer就是华兴云 在哪里 在哪里 华兴云在哪里 华兴来了吗 兴云大才在何处 文公的儒生们沸腾起来了 他们望着不远处走来的人影 一个个显得异常兴奋与激动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看到了某位圣人 不远处 华兴云缓缓走来 他面上带着温和笑容 令人如遇春风 谦谦有礼 没有一点巨妖之色 华兴 许久不见 当真是想念啊 兴云兄 我等已经备好酒宴 就等您回归了 兴云兄 一别三年 再见之时 你依旧如此这般少年啊 华兴 还记得我吗 当年你在京都罪念三十时 明冻大卫 直到今日 我还未曾忘记 你应该记得我吧 我就是站在一旁 给你旁边大如倒酒的 对 就是我 华兄 华兄 你记得我吗 你离开京城之时 我是在墙角哭的 你走的时候 还对我挥了挥手 记得吗 兴云兄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你不认识我了 没事 我刚来的 见到华兴云出现 众如生 一窝蜂地凑了过去 也不管认识不认识 反正先蹭个脸熟就行 这又不吃亏 诸位好久不见 然而 华兴云没有任何厌烦之色 反而依旧保持温和 甚至朝着众人一败 将君子礼仪展现得淋漓尽致 客气 客气了 华兄 你实在是太客气了 是啊 华兄 您跟我们这一败 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兴云兄 果然名不虚传 千千有礼 对比一下 这狂生许青霄 与兴云兄 根本不配相提 是啊 这许青霄 连兴云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别说脚趾头了 连兴云兄一根毛都比不上 对对对 毛都不如 众人再次夸赞 同时恶狠狠地踩了许青霄一脚 然而 华兴云脸色却微微一变 朝着众人温和道 诸位 兄长贤弟 兴云方才从守人学堂回来 已经拜访过许青霄了 许大人了 许大人为官清廉 又有如到大家之风 兴云对许大人敬佩不已 也敬重不已 虽许大人与大卫文公有些不和 可这当中也定有些误会 他绝非诸位口中狂生 反而谦谦有礼 还望诸位莫要如此 我与许大人至少初次见面算是不错 也愿意结交他这个朋友 如若诸位捧杀华某 又践踏许大人 请恕兴云不喜 华兴云很认真地开口 为许青霄解释 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可这话一说 众人皆有些好奇了 这剧本有些不对啊 华兴云突然回归 按理说 无论如何都要去针对许青霄的 怎么现在竟然和许青霄熟落上了 而且看华兴云这种样子 似乎还觉得许青霄非常不错 宁可为了许青霄得罪他们 这不合理啊 但不合理归不合理 华兴云在大卫文宫 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众人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善笑着夸赞道 华兄果然非常人 能以德抱怨 当真是我被读书人之楷模啊 是啊 既然华兄都这样说了 那我等也就不说什么了 对比之下 华兄当真是谦谦如玉 我等佩服 佩服啊 也是 许青霄也是一时走上歧途 我明白华兄的意思 想要好好与许青霄交心 然后将他引上正路 当真是聪慧啊 华兄不愧是华兄 大卫文取星之名 也并非浪得虚名 用这种方法 来感化和教会许青霄 我等佩服 佩服 众人开口 先是善笑开口 而后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 分析这件事情 但华兴云 没有再解释什么了 不知道是因为解释不清楚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没有说什么了 而是朝着文宫里面走去 大卫文宫内 陈正如 孙静安 王兴志 陈兴 周明五位大儒 静静在等候着 华兴云快步走来 朝着五人一拜 兴云 拜见五位大儒 兴云 拜见老师 华兴云 先是朝着五人一拜 这是儒者之拜 随后又站在陈兴面前 双膝跪下 行跪拜大礼 兴云 起身吧 陈兴大儒 将华兴云搀扶起来 而后者看向自己的老师 声音略显伤感 老师 学生周游列国三年 也未曾与老师写过书信 实在是因为有许多事情 不过与方便 今日再见老师 学生自愧无比 还望老师莫要责备 华兴云略显伤悲 他如此说道 希望对方不要怪罪自己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陈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念了两声回来就好 兴云啊 此番你回来 倒是刚好 太平世会集在眼前 科举也马上到了 你这些日子 就待在文宫吧 好好学习 然后再与这些儒生们 讲一讲这些年的经历 让他们多多学习 此时 孙静安的声音响起 脸上挂着笑容 如此说道 敬尊孙儒之命 不过学生还是想着 入朝为官 毕竟这次周游列国三年 有许多感悟 愿意为国效力 华兴云起身 朝着孙静安一拜 非常听话 但也提出自己的想法 很好 很好 你从列国周游而归 第一时间便能想到 为大卫效力 很不错 非常不错 那你想去六部之中 那个部门 孙静安很满意 华兴云的表现 回来第一时间 就想着为国家出力 这才是真正的儒生啊 对比一下许清潇 呵呵 当真是连毛都配不上 只是孙静安开心 可其余四位大卢 面色很平静 尤其是陈正如 神色略显得冷漠一些 学生想去护部 华兴云开口 刹那间五位大卢的脸色 既然变了变 哪怕是孙静安脸色 也有些变化 因为他希望 华兴云先去兵部 或者行部 去护部就有些不太好 倒不是说不希望 华兴云与许清潇斗起来 他甚至巴不得 华兴云去找许清潇麻烦 可问题是 现在 许清潇在户部如鱼得水 还是四品侍郎 真去了 只会被许清潇各种打压 倒不如先去兵部 或者行部 最起码 有他们在 许清潇还不敢插手过去 可其余四位大卢脸色 变化原因很简单 华兴云还没回来的时候 整个大卫都在讨论他 也都在谈论 华兴云这趟回来 是不是想要找许清潇麻烦 结果 华兴云直接就要去户部 还说 不是找许清潇麻烦 本来现在就是多事之秋 再加上许清潇 的的确确 是在帮大卫做事 华兴云过去干什么 给许清潇添乱吗 这是陈正如的想法 他对华兴云的确有意见 不过如果华兴云 自己低调一些 他也不会说什么 全当作看不见罢了 但华兴云摆明 要去找许清潇麻烦 他如何愿意 其余三位大卢想法 则简单一些 认为 华兴云表面上温和谦虚 可骨子里 还是有傲气的 去户部 就是为了和许清潇 比一比 三年前的华兴云 他们可没有忘记 哪怕现在华兴云 收敛了许多 但对一个人的印象 可不会因为 突然的转变 而发生变化 不可 陈正如开口 下一刻 他直接说道 去礼部吧 万国使者 马上就要来了 你周游列国 认识许多人 去招待他们 也算是不错 做好此事 算功劳一件 陈正如平静开口 直接否决了 华兴云的想法 去户部 不可能 去礼部差不多了 大不了给个 原外郎的职位 至于户部 就别想了 陈如 您误会了 诸位大如 都误会了 兴云知道 许清潇在户部 也知道 如今 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既然说我华兴云 要与许清潇 要不死不休 但兴云去户部 有三件事情 其一 星云在异国他乡 见识到许多东西 可以帮助到大魏 其二 如今大魏国力衰弱 星云三年前离开 便有些后悔 如今回来 自然希望 大魏国力昌盛 所以 居户部是为了尽力 其三 正是因为 京城百姓都这么误会 所以 星云更要去户部 尽心尽责 帮助户部 帮助许大人 如此一来的话 谣言不攻自破 否则 京城百姓会如何看我 说不准 谣言成真 到时不管学生如何解释 都不会有人相信 学生了 华星云一番话说得极其认真 也极其慷慨 他去户部 绝对不是为了 针对许清潇 而是为了帮助许清潇 一番话 有一种肺腑之言的感觉 让五位大儒 竟然有些疑惑了 尤其是孙靖安 他是巴布的华星云 找许清潇麻烦 可看华星云这样子 好像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啊 你心意是好 但 还是先去礼部吧 陈正如微微皱眉 不过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还是要求他去礼部 户部就算了 至少现在别说 陈如 请您相信学生 学生可以立下誓言 如若有任何一点私心 必遭盛浅 华星云一看陈正如这般态度 不由急忙到 非要前往户部 陈如 既然星云有这般意图 为何如此阻拦 说到底 星云是我们大卫文公的人 陈如公正无私 就更应该让星云去户部啊 孙靖安有些拿不准华星云 到底在想什么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 支持华星云 的确 星云有这种想法 老夫也支持 王兴志也开口赞同 支持华星云 不过 陈欣和周明却没有说话 保持沉默 陈如 学生当真是如此啊 华星云再次开口 而陈正如却静静地看着他 两人对视 华星云眼神清澈 没有任何一点其他目光 去户部 当卷力 你愿意否 沉默一会后 陈正如开口了 让华星云去当卷力 没有品级 陈如 你过分了 卷力的确有些过分了 孙靖安与王兴志 第一时间开口 他大卫文公天之骄子 号称大卫文取星的华星云 去户部当个卷力 这实实在在有些过分 不说园外郎吧 七平主事 也要安排一个吧 卷力 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哪怕是陈欣和周明 也不经皱眉 因为这个卷力品级太低了 而且有些难听 可 华星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着陈正如一拜 多谢陈如 华星云没有任何一点愤怒 也没有任何一点嫌弃 反倒是大大方方 直接接受了这个卷力身份 这一下子 众人更加好奇了 他们实实在在不知道 华星云到底在想什么 而且 这三年来 华星云到底经历了什么 怎么有如此大的转变 三年前的华星云 虽然也心机极深 可至少也有少年锐气 比不过现在的许清潇 但也不是这样的 若是三年前 让华星云当个卷力 只怕华星云 当场就要做师骂人了 一时之间 众人无言 而陈正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既然开了这个口 就只能答应下来 行了 明日上朝之时 老夫会与陛下说的 天色不早了 早些休息 陈正如说完这话 转身便离开了 而周明也跟着离开 至于陈星想了想也转身离开 留下了王兴志和孙靖安两人 夜晚 大卫文宫内 一间房中 孙靖安坐在主位 华星云坐在一旁 星云 你必须要跟我交个底 这个许清潇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孙靖安直接问道 也没有任何婉转 回孙如 未到京都之前 我听闻过许清潇之名 也知晓许清潇所作的诗词 我对他极为敬仰 他为民深渊 大闹刑部 怒斩郡王 包括铲除女干商 每一件事情 都让学生看到了大卫新生之力 如今的大卫 需要这种力量 学生对许兄也十分赞赏 只是不知为何 京都传来一些非言非语 不过这些学生不管 今日去拜访过许兄 见过一面 学生觉得 许兄品性极好 而且忠心为国 学生只有敬佩与学习之心 其余皆无 华星云如此说道 每一句话都很认真 可他 侮辱诸圣啊 孙靖安忍不住开口 孙如 学生想 这其中 可能会有什么误会吧 华星云为 许清潇解释道 有什么误会 污蔑诸圣 还有什么误会 星云 老夫当真是看错你了 你身为大卫文公天之骄子 你诸圣一脉 最有才华之人 有成圣之资 老夫本以为你这三年在外 能有所长进 可没想到这三年 你心性没了 早知如此 老夫当年也不允许你周游列国 孙靖安怒了 他翘首以判 把华星云期盼而来 可没想到的是 华星云竟然不是来对付许清潇的 反而为许清潇说好话 这当真是 让他失望 彻彻底底的失望 孙如 请恕罪 我自然还是诸圣一脉的学生 可这其中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学生也愿意去化解此等误会 我等如生 其实都是文坛一脉 许兄只是偏激一些罢了 他对诸圣一脉产生偏见 而学生就是让他明白 诸圣一脉 并非是他想象中那般 请孙如谅解 华星云如此说道 还在为许清潇去解释 与你无法多言 星云 你真让老夫失望 孙靖安生气了 他起身离开 不愿在此逗留 而房间内 只剩下华星云一人 他没有说话 脸色显得很平静 至于眼神也是异常复杂 如此 一日 卯时 大卫宫廷之外 李彦龙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 这几日来 百姓们各种谩骂 甚至还堵门叫嚣 让他实在是叫苦连天 李彦龙死也没想到 有朝一日上朝 竟然成为了自己最痛苦的事情 可不上朝又不行 真不上朝 一个怠慢之罪 自己也受不了啊 所以 李彦龙只能让家丁仆人 看到外面情景之后 确定没有百姓在暗中等待 这才快速出门 好不容易来到宫廷之外 一时之间 许多眼神都落在自己身上 吏部尚书陈正如的眼神很平静 这个还不错 护部尚书故言的眼神 就有些古怪了 比之前少了一些愤怒 多了一些鄙夷 为何鄙夷自己 刑部尚书则全是鄙夷和冷笑 兵部尚书就好一点了 全是不鲜 还是礼部尚书好 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至于五官一脉 则集体都是那种古怪的眼神 很古怪 三分瞧不起 三分鄙夷 三分冷笑 还有一分看傻子的目光 看向自己 感受到百官的目光 李彦龙实在是有些气了 自己什么事都没做 先是被这帮人大骂一顿 又是被百姓们辱骂 现在好了 一个个都跟看什么一样看自己 关我屁事啊 这水车又不是我搞出来的 你们要骂 就去骂许青霄啊 马德 逼急了 我这过 我不背了 李彦龙内心几乎是咬牙切齿 到了他这个位置 理论上来说城府极深 可问题是 这也得大家互相给面子 比如说 即便是我得罪了你 你表面上 也应该是笑呵呵的 那我也笑呵呵的 可你直接就是辱骂家 这种鄙夷的目光 谁受得了啊 他李彦龙是人 又不是圣人 还真做不到波澜不惊 只是现在 他还不敢说 待会到了朝堂看 只要谁敢骂自己 那自己就直接翻脸 谁来了都不好使 轩 百官入朝 随着太监的声音响起 当下所有人 开始整齐排好队伍 朝着宫内走去 入朝时 百官们窃窃私语 都在聊天 唯独李彦龙显得有些寂寞 他望着众人 前些日子 他也可以插嘴聊天 可现在好像被孤立了一般 莫名一点心酸难受 不过就此时 礼部尚书 王新智的声音响起了 李大人 王新智开口 李彦龙顿时回应了 王大人何事 他有些激动 毕竟这个时候 有人搭理自己 这是好事啊 最起码 不至于让自己如此尴尬 麻烦离我远点 你猜我些后跟了 王新智认真道 李彦龙 我猜你大爷 老帮子 李彦龙心中大骂 但明面上却是善笑道 王大人抱歉了 最近没休息好 他善笑道 毕竟 王新智是目前唯一 没有给自己脸色看的人 得罪不起 真得罪了 满朝为敌啊 不多时 百官入朝 进了大殿内 如往日一般 前一个时辰 还是聊国家大事 为了稍稍缓解尴尬 李彦龙时不时开口 说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聊会天 哪怕有个人持有反对意见也行 可每当李彦龙开口 百官们都沉默 一句话都不说 不反对也不支持 甚至连陛下都不开口 场面好几度都很尴尬 到最后 李彦龙不说话了 退回原位 低头沉默 看了看地上 没缝 挖不出三十亿厅来 终于 一个时辰过去了 国家大事聊完了 而此时 女帝之声响起 李爱卿 关于水车之事 有具体价格吗 女帝开口 他再次提到水车之事 同时观察百官的神态表情 因为 他拿捏不准 许清潇 到底能不能将事情办好 虽然他内心是希望 许清潇能解决此事 可现实是现实 想要一夜之间 说服六部 五官以及百姓 很难 不过百姓的名义 似乎回转了 这一点 他很欣慰 至少百姓支持水车 可户部答不答应 是一个问题 五官答不答应 也是一个大问题 解决不了任何一个 这件事情 还是要一拖再拖 但不管如何 还是要提 最起码 看一看众臣的反应 朝堂上 李燕龙一听到陛下的声音 当下有些兴奋了 总算是 有个人理自己了 往前走一步 刹那间所有目光聚集而来 李燕龙顿时神色微微一变 不行 不能按常规来说 如今我已经惹了众怒 帮许清 消贝了这么大的光 要是还正常 当真要树立无数敌人 我绝不能成为朝堂之敌 这水车之事 想来诸位都不会答应 我要阻止 阻止水车 赢得其他大人的好感 这样的话 我还能立身 李燕龙瞬间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问题 如果自己再敢乱说话 说不定 就真得成为朝堂之敌了 到时候 闻五百官都不待见自己 那还玩个屁啊 再联想到 百官们现在最不希望的 就是自己如实汇报水车之事 说白了 就是不想要水车工程推广下去 所以 自己不能站队陛下了 但也不能得罪陛下 得委婉一点 臣 公布尚书李燕龙 拜见陛下 这两日 臣一直在研究水车之事 臣认为 五万万辆白银 也只能够勉勉强强打造出 五十郡所需之水车 可其中的维修费用 劳力费用 等等等等 至少需要再加一万万辆 甚至是两万万辆 所以 臣建议 暂时放慢水车工程 最好是暂时放下 李燕龙开口 他这番话既不得罪女帝 也赢得满朝文武的好感 这下子 不至于说我了吧 我帮你们把后路堵死了 顾大人 您不生气了吧 李燕龙心中笑道 可话一说完 朝堂众人却微微皱眉 不可 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是户部尚书顾炎的声音 随着声音响起 李燕龙愣了 啊 不可 顾大人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是在帮你啊 这也不可 陛下 臣 有不同见解 顾炎开口 朝着女帝一拜 爱卿说 女帝开口 也有些好奇了 水车之事 臣这两日也在研究 此物立国立民 可增加大卫两产税收 当时神器 臣认为 无论造价需要多少 水车必要造出 不过 眼下国库有限 武士郡刚刚好 之前 是臣没有想明白 如今臣想明白了 所以 臣不认可公布上书李燕龙所言 还望陛下三思 同时也希望陛下 恕前日臣之罪责 顾炎开口 先是阐述观点 随后表明态度 紧接着还主动请罪 这个表现 一瞬间让李燕龙 弄在原地了 歪日 顾大人 您前天可不是这个态度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七万万两啊 国库都没了 你不是守财奴的吗 你踏马的 完我 李燕龙傻眼了 也就在此时 刑部赏书也走出来了 陛下 臣也认为顾大人所言极是 再者顾大人 也是一时心急 还望陛下恕顾大人之罪 刑部尚书张静出言 也表明态度 同时为顾炎求情 李燕龙更猛了 你刑部前几天 不是骂顾炎扣扣唆唆的吗 怎么现在又帮他 你是不是也没睡醒啊 账上说 你骂的话 要不要我帮你重复一遍啊 可还不等李燕龙反应过来 陈正如也站出来了 陛下 陈也认为水车之事 可以大兴 而顾尚书之言 的确有冒犯 但念在顾尚书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为大魏尽心尽力 还望陛下恕罪 陈正如出生了 李燕龙倒不觉得什么 毕竟陈正如是丞相 维护朝廷和谐是他的职责 只是 你为何不帮帮我呀 你看顾尚可怜 你就看不到阿龙可怜 此时 李燕龙下意识地 看向五官集团 顾尚吃错药了 这帮五官应该不至于吧 然而就在此时 安国公走出来了 李燕龙松了半口气 陛下 老臣认为 水车之事 立国立民 为大魏增加良产 的确是我大魏神器 可以大兴推广 如此一来 大魏就能早些生产出 大量粮食 假以时日 大魏也定能恢复鼎盛之时 安国公开口 他没有为顾尔求情 这是正常情况 毕竟他是国公 是五官一脉的首领 帮顾尔他做不到 同意推广水车 也是与许清潇的交易罢了 可这番话 在所有人耳中 都有些惊讶 如官集体震惊 但最震惊的 还是李燕龙啊 他娘的 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玩我 前天我支持 你们反对 今天我反对 你们支持 朝堂的水 什么时候这么深啊 各位大人 求求你们了 不要忘我了 阿龙把握不住啊 龙已上 女帝心中也惊讶了 她明面上平静无比 可内心却忍不住 翻江倒海 一天 一天 当真是一天 当真是一天的时间 许清潇就将户部 五官还有百姓 全部谈妥了 这许清潇 到底有什么才能啊 竟然能一天之内 让三大势力 全部妥协 此等手段 实在是 有些妖孽啊 不过内心的震惊 很快平复下来了 她是女帝 大魏的皇帝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她都要保持冷静 所以 她缓缓开口 既然 顾爱卿只是一时心急 朕 念在顾尚书 终究是为了大魏 此事就算了 只是水车推广之事 顾爱卿也要参与其中 当作惩戒 朕需你尽心尽力 知否 女帝这般说道 臣 灵旨 多谢陛下恕罪 顾言感谢女帝 随后起身回到原位 其他两位尚书和安国公 也截然回归自己的位置了 大殿当中 只剩下李燕龙一人 还站在中间 女帝的目光 也顺势落在她身上 李爱卿 朕 让你预算成本 并没有让你提出建议 如今户不同意拨款 那你着手安排 其余之事 就无需参与 知否 女帝的声音 略显得责备 所有人都同意了 偏偏你今日非要来搞事 李燕龙啊 你到底是有何居心 听到女帝这番话 李燕龙彻底没话说了 她好累啊 心好痛啊 连陛下都责备自己 从头到尾 我阿龙到底做错了什么 关我屁事啊 李燕龙真的很伤心 要不是一把年纪 她真有可能要当场哭出来 太委屈了 太不识人干得活了 朝堂的水太深了 阿龙我把握不住啊 可心里不管再委屈 阿龙 不是 李燕龙还是硬着头皮道 陈知晓 陈明白 陈定会好好办理此事 李燕龙三连认错 随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低着头 努力找缝 既如此 那水车之事 就这般定下 陈正如 朕命你为首 督查水车推广之事 户部 刑部 兵部 公部 竭力配合 再将户部许清销 暂时任命为副首 辅佐陈爱卿 七日内 朕要水车工程 落实推广 女帝一字一句 说得极其认真 陈等尊职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百官齐齐开口 而女帝起身离开 退朝 待退朝之后 文武百官也纷纷离开 大殿 李燕龙有些失魂落魄 但离开大殿后 李燕龙忍不了了 他一定要说出幕后之人 这郭他李燕龙背不了 也背不起了 顾大人 顾大人 李燕龙快步走去 直接喊着顾炎 当下不少官员指部 看向李燕龙 顾大人 有件事要与顾大人说上几句 其实 这水车 并非是我之设想 而是 李燕龙开口 压着声音 想要告诉顾炎真相 然而顾炎神色冷 莫道 是许青霄 许首人 对不对 顾炎直接开口 不让对方卖关子 李燕龙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李燕龙愣了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猜到了 老夫早就知道了 这水车乃是立国神器 李大人 你不会真以为 你有这个才华吧 顾炎冷冰冰开口 他知道 是许青霄搞的呀 挺好的呀 很不错呀 立国神器 咋了 不 不是 顾大人 您不生气 李燕龙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为何要生气 李大人 你要是没事 就别当我了 老夫先走了 顾炎有些好奇 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啊 说完 直接离开 留下猛圈的李燕龙 这不合理呀 你们为什么不生气啊 安国公 安国公 见顾炎炎不生气 李燕龙马上去找安国公了 然而还没走过去 便听到安国公等人议论 这个李燕龙 不会以为 这立国神器 是他搞帅的吧 当真是笑死人了 守仁侄大财 他李燕龙算个屁呀 这水车是神器啊 守仁侄 真是妖孽呀 他们议论 李燕龙听得清清楚楚 这一刻 他彻底愣住了 他真的差点要哭了 这帮王八蛋 水车最开始推出来 说是我的 结果 你们骂得我体无完肤 现在知道是许清潇的 你们就各种夸 还立国神器 前天骂这玩意是怎么骂的 好啊 好啊 你们不把阿龙当人看事吧 行 给我记住 一群老帮子 都给我记住 等你们死了 我一分钱都不随理 还有这个许清潇 老夫一定要找个说法 想到这里 李燕龙气势冲冲地走了 去找许清潇了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28章 回水车 灭清潇 京都风云 危机在险 守仁学堂 李燕龙脸色不太好看 他坐在许清潇面前 一副兴尸问罪的样子 李大人 您就别生气了 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 对朝堂也好 对大卫也好 您也不想想 您身居高位 受点委屈也没什么 要不这样 等水车工程结束后 我提笔作师 将您的功劳表彰进去 您想想 这水车工程立国立民 千秋万代 千百年后 您的名字 还永远被世人记着 如此一来 朝中那些大臣 那个比得过您 茶桌面前 许清潇尽可能地安慰着李燕龙 他理解李燕龙的心情 毕竟这件事情 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都不会开心的 许清潇这番话 倒也不是忽悠人的话 水车工程一旦实行 必是功在千秋 而李燕龙也必会名流千古 随着许清潇这样开拓思维 这下子李燕龙沉默了 是啊 这水车说到底是个好东西 而且必有大用 未来百年千年 甚至是一万年后 水车也一定会长存 即便大魏江山一主了 可百姓还是得依靠此物啊 到时候 只要许清潇写表章词 把自己加进去 那自己就是间接性 名流千古了 对比一下朝堂那帮文臣 他们即便是现在看不起自己 对自己有恶感 那又如何 自己可以名流千古 而他们没了就是没了 想到这里 李燕龙也就不再生气了 反而是不断脑补千百年后 百姓们该如何夸赞自己 守人 老夫倒不在乎 什么名流千古不千古 只是觉得 你说得很对 身居高位 哪可能不被质疑 行吧 是老夫有些梦忘了 李燕龙心结打开了 许清潇也顺势笑道 李大人 当真是大度千荣 此话一说 李燕龙笑意更浓胜了一些 只是很快 李燕龙继续开口道 今日陛下有了旨意 让陈尚书督查水车工程推广之事 你为副首 配合陈尚书 置于户部 刑部 兵部 还有工部 各司其职 一并推广 守人 这些日子 你就别想清闲了 准备做事吧 李燕龙出生 告知女帝 今日在朝中的旨意 许清潇听后 倒不以为然什么 李大人 水车推广之事 初期的事情 肯定要搬了我搭手啊 我好不容易休息几日 就让我在家静养吧 许清潇不觉得什么 水车推广之事 的确是如今大卫发展第一目标 但真要做的事情 不就是几个环节 采购 运输 搭建 科普 采购相应的材料 把价格谈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 然后开始运输到各郡各府各县各乡 最后再施工搭建 等大工告成了 再科普给百姓 最后一个科普是最简单的 毕竟水车搭建好了 水源一来 告诉百姓 乳喝接水就好 这很简单 相信百姓也乐意学习 毕竟有利于自己 而采购环节 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 有户部上书雇言在 还怕不能把价格打下来 至于运输环节 更不需要自己担心了 兵不吃干饭的 军营调人运输过去 不就行了 搭建环节也是公布的事啊 自己最多就出典礼 给大家培训一下 怎么搭建比较轻松简单一点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普通世界 是仙霞世界 不说别的 找些舞者来搭建一下 轻轻松松搞定 前前后后的流程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完善了 只要不出现什么大问题 不然三个月或者四个月 必能竣工完成 当然 许清潇唯一担心的问题就是 顾尚书突然又反悔 毕竟看着银子一箱箱 往外送出去 心态崩了 除此之外 许清潇还真想不到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这件事情 轮不到自己出面做什么 安安心心在家 躺试咸鱼不挺好的吗 你呀你 明明有如此才华 却总想着偷懒 不过想想也是 真让你参合进来了 指不定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眼下陛下最希望的就是 最近这段时间 不要出什么事 一点事都不要出 行了 老夫就先走了 回头真施工起来 你必须得来一趟工部 好好教教工部的人如何搭建 想躺着赚功劳 别做梦了 李彦龙起身 他心情莫名好了起来 说完这话之后 便直接起身走了 李大人慢走 许清潇起身送走李彦龙 紧接着回到房内 开始看书 不得不说的是一点 这个华星云的雀首诗 昨日晚上 便让人送来了圣人书籍 而且不少 历代圣人的都有 对于其他圣人 许清潇暂时没有看 主要还是寻找大圣人的事迹 文宫中的七个人 到底是谁 许清潇还是要搞清楚一些 毕竟知己知彼更好 与其被动 不如主动掌握主权 而与此同时 怀宁王府内 当听到今日朝堂的 所有事情之后 怀宁王脸色 显得有些难看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满朝文武 为何一日之间 全部答应水车工程 这决然不可能 户部尚书顾言 惜财如命 让他拿出五万万两 甚至是六万万两 七万万两白银出来 比要了他的命 还要难受 力不行不兵不同意 老夫倒不觉得什么 可为何五官一脉也同意 他们难道就不知道 一旦实行水车工程 大卫北伐十年内 别想再骑吗 难道他们也放弃了北伐吗 不 绝对不可能 若放弃北伐 五官一脉将会陷入长达几代的被动 这些国公爵对不可能如此愚蠢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怀宁王这一刻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了 他是第一个相信水车工程可以立国立民之人 所以在密室之中他才会说出那种话来 甚至不惜利用上一族这颗棋子 可问题是 昨日自己书信不少藩王 得到的回复几乎全部都是一个意思 并没有在乎这个水车 希望自己三思不要轻而易举动用 一族这枚棋子 这一点他不生气 因为这些人愚蠢 愚昧 对自己来说是有利的 按照他的计划和想法 水车工程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落实下来 而且绝对不可能是说 直接落实五十峻底 可没想到 一天 就是一天之内 所有人竟然全部同意了 而且全部答应下来了 满朝文武 意见一致 这本身就是一件极难之事 是谁 谁在背后当推手 而且又是谁有这般能力 李广孝吗 不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说不服五官一脉 怀宁王深思 到底是谁在幕后这般 王爷 属下打听到 昨日宫内的太监 去了守人学堂 不知交代了什么事情 随后 许清潇派人前往藩商街 收取藩商账本 而后分别去过户部 刑部 吏部 还有安国公府上 而安国公也喊来了 齐国公与卢国公 包括数十位侯爷 跪在大堂内的下属开口 告知怀宁王许清潇的动向 然而怀宁王直接摇了摇头 不可能是他 他算什么 看似在朝堂上如鱼得水 可实际上呢 女帝是天子 大魏的皇帝 在他眼中没有好坏 没有对错 只有国之利益 六部官员 也有自身的利益 不可能因为一个许清潇 而舍弃自己的利益 至于五官一脉 他们看似对许清潇热情 可说到底不过 是把许清潇化为自己人 涉及到五官集体的利益 莫说一个许清潇 就算是一百个许清潇也没用 怀宁王直接摇头 他并不认为许清潇可以左右朝堂 因为朝堂是什么地方 是一个最无情 最在乎利益的地方 人情 人情在朝堂当中 一文不值 今日 户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关系极好 明日可能就会撕破脸 这种事情 在朝堂上屡见不鲜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 有自己的出发点 不可能因为一个人 或者是人情而被左右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大魏早就亡国了 朝堂越是讲规矩 越是冷酷无情 对国家来说 才是好事 如果不在乎利益 因为一个人的言语 而被左右 也坐不上上书那个位置 可以说的是 全天下的聪明人 都是笑面虎 当利益在的时候 你我皆是朋友 当没有利益的时候 再好的兄弟 也会反目成仇 这个道理 他三岁的时候就懂了 不对 但下一刻 怀宁王摇了摇头 许清潇去了户部 利部 刑部 还找了安国公 他是帮陛下办事 是交易 怀宁王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皱着眉头 依旧在沉思 他不认为 许清潇能左右朝堂 但他相信 这是一场交易 女帝语文五百官的交易 女帝许诺了什么 才能让他们都同意 甚至让五官一脉 都答应下来 这笔交易肯定很大 但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水车工程 本王更要阻止 只是各地藩王 竟然愚蠢不堪 不知道此事之重要 本王要动用自己的力量 将此事拖延 还有这个许清潇 也必须要除了 此人有大才 不能为我所用 就不能留了 怀宁王一眨眼的功夫 想了许多事情 他必须要阻止水车推广之事 这是当务之急 至于藩王愚昧 其实有一点 他没有说出来 这一点 他自己也明白 有时候并非是 藩王愚昧 而是大家都在 互相防着 只要对自己无害 不会轻而易举出手 谁都想要当皇帝 亦或者是说 谁都想要在未来 谋取最大的利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怀宁王愤恨的是 这些人为了自身利益 不顾大局罢了 而许清潇 怀宁王已经彻彻底 敌起了杀心 当然 他不会直接出手 杀了许清潇 那样的话 就是破坏规矩 真这样做 那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至少女帝不会放过他 这一刻 怀宁王落坐下来 他的目光落在了桌上 是一份卷宗 卷宗首行也赫然写着平安县艺术案 过了一会 怀宁王压着声音道 去一趟钱家 孙家 还有周家 告知他们 本王有失商议 让他们派任 今日子时之前 赶来京都 还有 加大力度调查这份卷宗 所有办事之人 全部细细审问来龙去脉 尤其是这个成立东 尽快找其下落 再者 太平师会过后 便是陛下受担 道士万国使者皆会入京 有些棋子 可以让他们顺势入京了 怀宁王开口 一道道命令吩咐下去 是 王爷 后者接下命令 随后消失在了原地 而这一刻 怀宁王目光则十分平静 许清潇 你千不该 万不该做出这个水车工程 此物利于大魏 但并不利于本王啊 他心中自言 已经下了决心 要将许清潇除掉 只是就在此时 一封信忽然出现在自己桌前 凭空出现 信纸之上 赫然是六个字 字体工整 且字迹锋芒 绝非常人之笔 而这六个字赫然是 回水车 除清潇 怀宁王眸子平静 下一刻信纸自动化作烟灰 而后彻底消失 就如此 一连几天 大魏仿佛彻底安静下来了 华星云的归来 除了那两天以外 并没有传来什么新的消息 让许多百姓们有些失望 本以为会是一场激烈无比的碰撞 却没想到 到头来 华星云竟然什么都不做 虽然也有人说华星云是在酝酿 可很快有不少消息出现 华星云来的当日 就拜访过许清潇 同时 华星云也主动请愿去户部 宁可成为卷力 想要为大魏做点事情 甚至有好几次 有人说了许清潇的不是 华星云也会在第一时间反击 同时告诉许多人 自己与许清潇没有任何恩怨 两人皆是读书人 也是大魏官员 愿意相辅相成 从而知大魏走上新的顶上 虽有人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人的记忆 不仅仅只是三年 三年前的华星云 有多傲然 还有不少人能记住 温九作诗 镇守边境 大骂皇室 无论是才华还是什么 三年前的华星云 敌的确却不差于许清潇 可三年后的他 似乎变得更加成熟了 让百姓们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华星云的表现 初步还是赢得 大部分百姓好感 最起码他懂得上下 也愿意 前往户部当个卷力 种种迹象 都显得华星云千和无比 不过 民间当中 还是有一些说法 认为这是伪装的 甚至这些说法 传到了华星云耳中 后者也没有恼怒 只是正常解释 不急不躁 没有了冲突 没有了矛盾 自然也迎不来关注 朝堂上也没有什么趣事 百姓们最近的确很无聊 每日谈来谈去的事情 又回归到了 谁家儿子多优秀 谁家女儿嫁了个好人家 谁家又发生了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一时之间 百姓们莫名觉得 有些空荡荡的 毕竟自许清宵来京都之后 动不动就发生大事 每天日子过得很快 一壶茶一碟菜 几个朋友谈上一天 快栽得很 但好在的是 有两件事情 让百姓们有了一个盼头 太平师会马上就到了 下个月月中 女帝的寿旦也快到了 太平师会结束后的15天 相比较之下 百姓们更期盼的 还是太平师会 这可是真正的大事 大卫所有有才华的读书人 都会聚集 包括周围许多国家的 读书人也会出现 往年的师会 都会出一些上等佳作 甚至还出过千古诗词 留下佳话 这一届的师会 自然更受瞩目 因为大卫来了一个许清宵 还有一个华星云 而此时 守人学堂 陈兴和沐浴着黄昏微光 他一个人站在学堂当中 不知道在沉思什么 或许是有些感慨 也或许是不知道 哪根金抽了 陈兴和忽然想写日记了 记录一下自己的人生 也要记录一下自己的心得 自己不能这样荒废下去了 需要每日反省 否则的话 就真是废物了 自来守人学堂后 陈兴和原本的目的是 想要来帮许清宵忙 可住了快一个多月了 愣是一点忙都没上 反而每天倒点吃饭 这让陈兴和莫名觉得自己很废物 可自己明明很有才华的 想到这里 陈兴和回到房内 开始写日记了 就如此 转眼之间 过去了数十日 距离太平师会 还仅剩四日的时间 守人学堂内 许清宵刚刚回到房内 这几日实在是太累了 也就在此时 师兄陈兴和缓缓走来了 师弟 随着陈兴和走来 许清宵立刻起身 见过师兄 许清宵坐礼 陈兴和则直接开门见山道 师弟 问你个事 太平师会急在眼前 你当真没准备诗词吗 陈兴和认真问道 哎呀 师兄 你放心 师弟说不准备 就一定不会准备 不会骗你的 许清宵有些无奈道 他哪里看不出来 自己师兄的心思 无非是想在师会上 展露一下自己的才华 但害怕自己的诗词太厚 以至于让他尴尬 嗯嗯 师兄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太平师会 你若是不参与 岂不是可惜 不过想想也是 你最近公务缠身 这种师会 不参加也无所谓了 得到确切的答案后 陈兴和内兴很开心 随后坐在这里 与许清宵谈论了一些事情 紧接着就离开了 等陈兴和离开后 许清宵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扫了一眼床榻 发现有一本小册遗落 估计是师兄的东西 拿起一来 上面赫然写着 陈兴和日记 看到这个 许清宵有些好奇了 虽然说 亏是别人秘密不太好 可问题 这是自己师兄啊 再联想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许清宵觉得 还是有必要看看 万一有什么信息呢 打开日记 很快内容出现 武昌一年 7月28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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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如此英俊 才华横溢 到现在还没有入品 为什么那些长相普通 也毫无才华之人 却这么快入品 师弟不算 他长相英俊 不亚于我 入品是正常的 武昌一年 7月29日 师会马上就开始了 我要好好准备 这一次 我一定要一名惊人 我要让师弟知道 师兄就是师兄 我要看书了 武昌一年 7月30日 看完了两本书 我觉得我行了 即兴做一首看看 就以才华为题吧 一代才华圣 千秋李月荣 嗯 不错 武昌一年 8月5日 今天出去了一趟 外面人真多 听说已经有不少读书人来了 还有一些万国来史 大卫热闹起来了 我要认真读书了 太平师会 我要一鸣惊人 武昌一年 8月10日 最近几天 师弟好像有些忙 整天跑来跑去 我其实很想劝师弟 好好读书 参加太平师会 但又想到 师弟之才华 若是他做诗了 那我岂不是没了 好纠结啊 好痛苦啊 武昌一年 8月11日 我想明白了 师弟如今名扬天下 他已经不在乎名声了 所以他参不参加 无所谓 不过还是担心 他临时又想做诗 不行 不行 我还是要问仔细一点 要是他做诗的话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要是师弟真不做诗 那我就做一首诗 就怕做得太好 超越了师弟 那就不好意思了 算了 我还是不做千古名诗吧 白骨也行 最好还是诗骨 免得打击师弟的自信心 陈兴和啊 陈兴和 你啊你 什么都不行 就是太谦虚 不过也是 让一让师弟也好 师兄的日记 莫名让许清潇有些尴尬 但想了想 许清潇也忍不住一笑 自己这个师兄 就是太想要出风头了 不过也正常 试问一下那个读书人 不想要出风头 行吧 自己就不参加这个什么太平师会了 也没什么意思 倒不如让自己师兄 好好出出风头 不过 如果以师兄这座师水平 出风头的可能性不大 出洋相的概率还是比较大 要不要去劝一劝 许清潇将日记放至一旁 开始沉思 也就在此时 忽然之间 陈兴河反身回来了 只是一眼 陈兴河的目光 便落在床上的日记本 当下陈兴河 脸不红心不跳地走来 将日记本拿起 师弟 你看里面的内容吗 陈兴河神色平静地 看向许清潇 啊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许清潇第一反应就是装糊头 这要是说 看到了 估计师兄没脸在这里待着了 真的 陈兴河有些狐疑 真的 这是什么 师兄 我看看 许清潇起身 想要看看 而陈兴河转身离开 没什么 师弟 出来吃饭了 陈兴河说到这里 就已经消失了 而许清潇 也不由晒然一笑 随后也没有去吃饭 朝着外面走了 他还要去工部干活 工部的人 实实在在有些麻烦 就如此 一直到深夜 许清潇才回到守仁学堂 二话不说 直接躺床上休息了 一日 陈时 许清潇睁开了眸子 他睡了一觉 这半个月来 许清潇觉得是真累 工部的官员都跟凑数一样 无论自己怎么去教他们水车组装 可这帮人就是有点手笨 不过许清潇也明白 工部的官员 大部分对这种东西 只存在于理论知识 让他们理论避避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让他们真上手干 他们就不会了 所以 许清潇让工部尚书李彦龙 尽快找一批优秀工匠过来 让这批工匠来学习 随后统一发放到各郡 不然真靠工部的官员 估计错漏百出 起身 舒展幽知 睡饱了的感觉就是爽啊 虽说自己如今已是八品五者了 几个月不睡觉 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偶尔睡上一觉 还是很有精神的 起床之后 许清潇给自己泡了壶养身茶 不得不说 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 还是特别不错的 前段时间 事情太多了 又多又热血 差点没把自己热死 眼下享受点平静日子很舒服 最起码不至于整天提心吊胆的 也不用处心积虑 搞死谁谁谁 也就在这时 杨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了 大人 有人大清早丢了封信过来 您看看 随着杨豹的声音响起 许清潇将目光看去 只是一眼 许清潇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信封呈现白色 但上面赫然画着一朵桃花 白衣门 许清潇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他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想了想再开口道 以后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直接烧了 许清潇开口 杨豹没有察觉出 许清潇的异样 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便用火石 直接将这东西烧毁 看着茶壶中的白雾 许清潇神色平静下来了 所有的好心情 顿时少了一半 白衣门还要找我做什么 不知道 我已经是大卫侍郎了吗 难不成想要策反我 这组织有病吧 我都是大卫六品正如了 想要策反我 有点脑子也不会这样 想威胁我吗 一个个念头 从许清潇脑海当中闪过 白衣门 这是一个陌生 且有熟悉的名字 许清潇对白衣门的印象 就是个造反组织 而且还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造反组织 幕后黑手是谁 估计来头很大 下雨不用撑伞的那种 对于这个组织 未入京城之前 许清潇是想要接触 因为可以互相交换利益 当时自己修炼艺术 怕无法压制 所以也愿意与白衣门合作 只是后来 自己到了南玉府 实在是没有时间 跟白衣门的人碰头 也就错过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却不曾想到 白衣门顺藤摸瓜 找到了自己 所以 在自己入京之时 给自己送来了一封信 算是给了联系地址 想要找自己谈一谈 只是来了京城后 接二连三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这一点许清潇相信 白衣门的人也没料到 至于自己入京快有三个月了 白衣门愣是不找自己一下 甚至 许清潇一度认为 白衣门是不是知道自己 已经立言了 一心一意为百姓 不可能策反 所以就放弃了自己 可现在看来 自己把白衣门想得太单纯了 有些脑阔疼啊 许清潇的好心情没了一半 他现在身居高位 大卫护不侍郎 在大卫当中 也算是站住了半只脚 实实在在 不想牵扯这个造反组织 毕竟自己需要赢得明星 从而提升实力 免得艺术爆发 若是自己投靠造反组织 先不说这是一个大隐患 造反自古以来 都难以赢得明星 这样一来的话 不仅仅是自毁虔诚 而且极有可能 反噬自己 所以 无论如何 自己不能跟白衣门合作 但白衣门在这个时候 送来信 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很简单 不想放过自己 想要跟自己好好谈一谈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举报自己 或者是找自己麻烦 就是想要跟自己谈一谈 这一点许清潇猜得到 只是谈有两种谈法 策反自己 或者是询问武帝医保的事情 如若是后者 那还好说 大家交易完了 你不找我 我不找你 从今往后互不相干 若是前者 那就麻烦了 许清潇 可不希望白衣门的幕后黑手 看中自己 到时候牵扯更大 说来说去 还是艺术这个麻烦 一定要解决艺术之祸 否则的话 这个问题迟早会爆发出来 到时候 任自己百般解释 也没用了 许清潇皱着眉头 他心中很快就明白 自己现在的危机是什么了 艺术这个问题 依旧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不是压制不压制了 而是根除问题 之所以这段时间 好像感觉没什么问题 那是因为自己的如道 压制住了艺术 所以才不会显露出任何危机 可有朝一日 自己压制不住呢 退一步来说 自己依旧可以压制 可万一有人知道自己 修炼了艺术 拿这件事情 来抨击自己怎么办 堂堂大卫万古大才 户部侍郎 竟然修炼艺术 这要是传了出去 可不是一件小事 如到可以压制艺术 也可以 让别人察觉不出 自己修炼了艺术 可一定有办法查出来的 譬如说请一位天地大儒来验名 亦或者动用其他办法来查名 许清潇可没有自信认为 堂堂大卫王朝 没有什么手段 查一个人 有没有修炼艺术 所以 自己体内的艺术 真的要跟除了 再不跟除的话 早晚得爆雷 想到这里 许清潇确定了目标 同时他也打算去 建一建白衣门的人 不愿意牵扯是真心话 可人家非要来找自己 这也是事实 所以 想要避而不见 就有些不现实了 终究还是要见一面的呀 只是 就在这一刻 杨虎的声音响起了 大人 外面有个人 说是您的老故乡 来找您叙叙救 杨虎走来 告知许清潇有人求见 老故乡 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他有什么老故乡 平安县的牙医们 还是南玉府的文人朋友 也就在许清潇好奇时 一道身影 却缓缓出现在许清潇面前 是一个男子 面色惨白 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 穿着一件素衣 带着笑容 这一刻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许清潇看着对方 所有的神色与表情 显得格外平静 因为 来者 是成立东 他没想到 消失了小半年的成立东 居然又来了 这家伙当真是阴魂不散啊 目光落在成立东身上 后者的气势 比以前显得更强了 他的气血旺盛 而且周围有一股气 入七品了 不 比七品要强 许清潇身为八品舞者 但其实力 可以与七品一战 然而 成立东给自己的感觉 却莫名可怕 绝对不是七品 是六品 当然也有 可能是七品大圆满 半只脚踏入六品 这有些不合理 前前后后才不过三个月 成立东为什么能直接晋升七品大圆满 甚至是六品 自己到现在也不过是八品啊 不可能说他 成立东舞蹈天赋极好 要好的话 早时候不好 就这三个月便突破了 难不成他也修炼了艺术 这也不太可能 成立东没必要修炼艺术 再者 他修炼艺术拿什么呀 除如到浩然正气之外 可就没什么 可以压制艺术了 许大人 好久不见啊 是不是有些忘了老朋友 感受着许青霄的目光 成立东没有任何得意 也没有任何嚣张 反而是显得十分热情 朝着许青霄一拜 成大人 也好久不见啊 许青霄淡笑一声 急于回答 无论内心如何反应 可明面上许青霄 平静自如 许大人当真是严重了 您现在可是大卫护部侍郎啊 从四品的大官 成某三个月前已经辞官了 现在就是个普通百姓 担当不起大人二字 成立东笑道 显得无比谦虚 可这一口一口许大人 却莫名带着其他意思 哪里 哪里 许某能成为户部侍郎 这其中 也有成大人不少功劳 成大人 去院内闲聊吧 我知晓你不喜喝茶 许青霄淡笑了笑 紧接着请成立东 去院内闲聊 毕竟这里人多 好 许大人请 成立东很客气 请许青霄带路 不要让任何人入内 许青霄吩咐杨虎一声 随后很热情地 带着成立东前往院内 不多时 两道身影走了过去 而杨虎则神色严肃地走去学堂外 怕有人来打扰许青霄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29章 成立东的威胁 艺术危机 麻烦接踵而来 学堂内院 许青霄与成立东对齿而立 两人都没有说话 显得有些安静 许青霄耐性很好 他不开口 看看成立东 这回找自己又是什么 不得不说的是 成立东这家伙 当真是阴魂不萨 自己前些日子 还以为这家伙已经下线了 却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居然还活着 而且还脱胎换骨 晋级弃平了 徐大人 如今这般风光 当真是羡煞成猛了 终于成立东的声音响起 他看向许青霄 开口笑道 客气话 就没必要说了 成大人找许某 到底是为了何事 许青霄出生 倒是直接 询问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也没什么大事 许大人 今日过来 是想告诉您两件事情的 希望您提防一下 成立东开口道 哦 还望成大人多多提醒 许青霄有些好奇 第一件事 已经有人在着手调查 您修炼艺术之事 此事与我无关 但我相信 要不了多久 刑部就会收到卷宗 到时候对许大人来说 可能是一场麻烦 不过许大人也不要慌 这件事情 成某是关键人证 只要成某不出现 可以保证 许大人有惊无险 毕竟刑部多多少少 还是会偏袒许大人您 哪怕是真有大人物 想要做文章 成某也相信 许大人也能化险为夷 这是成立东 说的第一件事 让许青霄提防一些 然而 许青霄没有任何变色 反而显得更加冷静了 若是成立东 什么话都不说 直接就走人了 许青霄 反而有些慌了 可他说出这话 许青霄就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看得出来 成立东 还是想要与自己合作 这番话 话里话外表达的意思 不就是再说 自己修炼了艺术 我成立东知道 现在有人在调查你 是谁 我就不说了 反正你仇家多 不过你也别担心 只要我不出面 这件事情就不会引火上身 当然想要让我不出面 也不是不行 跟我合作 白的你最大 黑的我最大 做大做强 再闯辉煌 对于成立东这番言论 许青霄十分清楚 第二件事呢 许青霄继续问道 看着许青霄面无表情 成立东 也没有其他什么神色 而是开口道 第二件事情 就更为简单一些 成某听说 有人已经悬赏 许大人的命了 成立东开口 许青霄瞬间沉默了 此时 成立东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等待 许青霄的回答 如果说第一件事情 许青霄不在乎 那无所谓 因为自己的意思 许青霄明白 可这第二件事情 就不一样了 出价多少 过了半晌 许青霄平静询问 此话一说 成立东愣了一下 啊 出价多少 我跟你说 有人要杀你 你问我人家出价多少 你有病吗你 成立东再一次愣住了 他发现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自己有什么变化 无论许青霄身居何位 这家伙就是有点问题 还能不能正经聊天啊 见成立东不说话 许青霄则不由猜到 十万两 二十万 还是五十万 许青霄不断猜测 他想知道对方 开了个什么价 如果数额真的大 那就真得提防提防了 如果数额不大的话 也要找他们好好理论理论 够了 许大人 您是真傻 还是装糊涂 成某今日来找许大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许大人不知吗 成立东不想跟许青霄 在这里闲扯 他想要完成自己的目的 我是认真的 出价多少 许青霄神色严肃 给予这个回答 不清楚 但不会狠手 成立东看许青霄如此认真 不由微微皱眉 给了解释 谁想要杀我 许青霄继续问道 妖魔 成立东也不忌讳 直接开口 妖魔 这个回答 让许青霄有些没想到啊 说实话 他还以为是藩王 或者是怀宁王这种人 没想到竟然是妖魔 他们为何要杀我 许青霄实在是有些不能理解 好端端的 妖魔来杀自己作甚 可这话一说 成立东眼神不由古怪 看向许青霄 一时之间不知道 许青霄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的 有话就直说 成大人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了 许青霄有些没好气 妖魔杀你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许大人 您不过入学四个月 便已经立言 乃是大卫正如 虽然说 后面几个境界 一品一重天 可再差再差 您也能成为大卫吧 说句不算恭维的话 您成为天地大卫世人 也不会太过于惊讶 您说 这些妖魔 要不要来找您麻烦 想不想杀了你 成立东一句话 让许青霄明白 他为何是这个眼神了 是啊 自己如到升级太快了 这个世界 可是有妖魔的存在 而如到先天 就是克制妖魔的 如此一来的话 这些妖魔 也害怕自己成为天地大卫 甚至成为圣人 毕竟前些日子 自己请来圣意 这帮妖魔 可是尝试过圣人的滋味 所以 肯定不愿看到自己成圣 哪怕成圣再难 也不敢赌 因为赌输了 整个妖魔就完了 他们害怕我的浩然正气 不敢动手 所以 请人动手杀我 对吗 许青霄继续问道 一半一半 许大人 虽然是六品正如 不过对于妖魔来说 并非是不可压制 毕竟妖魔一族 可是会培养专门诛杀 如到强者的存在 之所以没有来找许大人麻烦 是因为 大卫文公就在京都 这些妖魔不敢靠近 一旦靠近 将死无葬身之地 可 如若许大人踏出京都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成立东回答 给许青霄耐心解释 寻常的妖魔 自然不敢靠近 许青霄百丈之内 可一些大妖大魔 还真不怕一个六品正如 如到先天克制妖魔 这是实话 一般来说 可压制一品 比如说 六品的妖魔 在许青霄面前 连蝼蚁都算不上 但五品的妖魔 至少能和许青霄 比划比划 而若是四品的妖魔 若许青霄 没有其他手段 该死还是死 大卫文公 许青霄 不知道 这大卫文公 竟然还有这种功效 这还当真是令人惊讶 嗯 大卫文公乃是 第五代圣人居住之地 蕴含圣意 镇压大卫京都 自然万邪不清 许大人 您到底是不是儒生 程某怎么感觉 许大人对儒道一窍不通 程立东这回 真觉得有些古怪了 按理说 许青霄是儒生 这些东西 许青霄应该知道的 怎么搞得好像 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到底你是儒生 还是我是儒生啊 呃 面对程立东的询问 许青霄莫名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这个问题 当真有些棘手 说来说去 还是怪大卫文公那帮家伙 无缘无故招惹自己 本来按照正常节奏 自己俯视第一 李应该顺顺利利 进入大卫文公 再选个书院进修 这样一来 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可问题是 得罪了大卫文公 自己身边也没几个读书人 关于读书的信息资料 全是许青霄 自己看书看出来的 这个有点烦 程大人 还有什么事吗 许青霄开口 他直接问道 这两个事 他已经知道了 如果还没有其他事的话 那就不送 许大人 程某是带着好意来的 程某有什么事 相信 许大人应该知道吧 程立东开口 他说了这么多话 归根结底 还是一件事情 五弟以保 尤其是现在 他更加需要五弟以保 他还是想要 与许青霄合作 只要许青霄原因 他可以与许青霄 强强联手 我不想碰 你应该知道 如今的我 是什么身份 许青霄 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说出问题所在 五弟以保 已经被自己拿走了 就算告诉他 又有合意 竹篮打水 一场空 回头这家伙 更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许大人 我知道 您现在的身份 不适合做一些事情 但我可以去做 许大人 程某愿意成为 许大人手中的一把刀 一把见不得光的刀 而且 许大人 妖魔已经悬赏 要来杀你 若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勤学武道 实力将会大大提升 到时候 谁若是敢动您 程某第一个不答应 许大人 我知道 如今你在皇城内 既受陛下器重 又得六部偏爱 甚至诸多国公列侯 也对你好感倍增 可承某为官多年 也知道一些道理 若有利益 许大人自然高枕无忧 可如若没有利益 他们也不会真心帮助许大人 许大人 您可要好好想清楚啊 程立东的声音不大 但他这一番话 却是肺腑之言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肺腑之言 在利益面前 他可以成为许清潇的朋友 可以无条件帮助许清潇 但前提是 许清潇也要无条件帮助他 可若是有朝一日 自己真正的掌权了 真正的变强了 那就不需要许清潇了 当然也不一定要除 最好的结果就是 形同陌路罢了 听着程立东这番言语 许清潇面色平静 他很早的时候 就知道 程立东是个什么人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着狂 这个人有野心 而且有极大的野心 这样的人 的确是一把双利剑 用得好 可以帮自己解决很多事情 但用不好的话 就不仅仅只是伤自己 那么简单了 可能会要了自己的命 见许清潇不说话 程立东再次开口 徐大人 您现在的局势 我想 您自己更明白 大魏文公 怀宁亲王 各地方王 还有藩商一族 天下妖魔 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 哪一个又不是凶威滔天 而程某 对您来说 就是一把无比锋利的宝剑 对内 怀宁王再如何也不敢真正动手 他只会派人来 找您麻烦 而我就可以为您解决这个麻烦 至于各地方王 叫嚣得再凶 他们也不会轻而易举撕破脸 但许大人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冲动 有程某在 也无拒于耳 还有天下妖魔 程某若是得到想要的东西 许大人这两三年 应该不会离开京都 陛下也不会让许大人冒险离开 等两三年后 程某有信心踏入王境 到时 你我文武配合 除非是绝世大妖魔 否则 统统都是刀下之魂 最后便是大卫文公 一群俯儒秀才 许大人若是愿意 程某敢示儒 许大人 程某都将话说到这个地步了 您应该懂吧 程立东将话说到这个地步 已经是无比卑微了 他还是向许青霄示吼 甚至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他也敢说 示儒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 程大人 您喝醉了 许青霄开口了 他一句话 算是给予了回答 刹那间 程立东的目光阴沉下来了 自己一而再 再而三来找许青霄 当初许青霄身份卑微之时 他也客客气气 而现在许青霄身居高位 他也放下身段 卑微无比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合作 可没想到的是 许青霄一次机会都不给自己 一次都不给 常常吐出一口气 程立东的声音再次响起 许大人 每个人的耐心都有限 我的耐心 也是有限的 难道 您就真不怕死吗 忘了和许大人说了 这些日子 我都在阎如麾下 不过你放心 你的事情 我没有说 程立东 说到这里的时候 目光已经冷冽起来了 同时 语气也威胁起来了 当然 他说的死 自然不是要出手 而是将艺术这件事情 说出来 去当人证 来威胁自己 原来是去跟了阎如 我倒是说 你为何突然出现 也为何敢来与我商谈 程大人 如若没有别的事 许某不送了 许清潇开口 他不可能与成立东合作的 虽然他说的话 的确让人动心 可许清潇明白 眼前的人 是一头恶狼 一头胃不熟的恶狼 现在跟自己虚以为蛇 可只要让他成长起来 自己第一个要被他搞 当然 要说不心动 是不可能的 成立东 有野心 也聪明 会做事 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这种人用起来 会相当舒服 可以帮自己很多忙 但不合适 就是不合适 至于举报自己 难道说 跟他合作了 就不会举报自己吗 艺术这个事情 短时间内 无法影响到自己 水车之事 还没有彻底落实 就算陛下要砍了 自己的脑袋 就算闻五百官 都知道了 他们都不会杀自己的 最起码 等大家的利益 达成一致以后 再来慢慢商议 还有跟了严如 又能如何 严如有什么证据证明 自己修炼了艺术 他成立东 当年没有证据 现在也没有证据 这就是许清潇的底气 没有证据说什么 都是多的 如果有证据 那就拿出来 这样 我也可以好好衡量衡量 拿不出证据 想要胡我 许清潇又不是傻子 好 许大人 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成某倒要看看 许大人能坚持多久了 成立东没什么好说的了 许清潇这般不给台阶 他有什么说的 不合作 那就不合作吧 他就不信 许清潇当真能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艺术之事 乃是天下严禁之术 这种东西 涉及极大 想想看啊 堂堂大卫护部侍郎修炼艺术 这种事情 要是传开了 他许清潇该如何解决 不管这跟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许清潇敬酒不吃吃罚酒 成立东离开了 许清潇说到做到 不送就不送 带成立东走后 许清潇回到了茶桌面前 他静静地给自己泡了一壶茶 带茶香四溢后 一句困了 又回到房内睡觉休息 房内 许清潇躺着 脑海当中浮现许多信息 他知道 成立东敢举报自己 尤其是他知道 成立东在严如手下干活 许清潇就更加确信 这个成立东 自己绝对不能碰 哪怕闹翻 哪怕撕破脸 哪怕他现在就去大肆宣传 自己修炼了艺术 许清潇都不会与他合作 没有告诉严如 骗鬼去吧 不告诉严如 他区区一个捕头 有什么资格跟在严如身旁 又有什么资格脱胎换骨 更有什么资格 入京 严如忠义他 当自己三岁孩童吗 甚至包括他成立东 今日来找自己 想来也是严如安排的 大魏文公那帮儒者 读书读书不行 但玩阴谋诡计 绝对是一等一的 要知道 天下王朝更换了多少次 可天下文人还是中流砥柱 抛开知识 就是力量这个点来说 儒者的身影 可从来没有在历史长河中消失过 甚至都没有被打压过 瞧瞧佛门和道宗 有几次差点灭绝了 别看朝堂之上 孙靖安有事没事 被自己对几句 那是孙靖安 喜欢出来被打脸 可真正的大儒 一个个都藏在大魏文公内 看似他们不问世事 可实际上一个比一个精 一个比一个会算计 沾惹那帮人 准没好下场 不过知道是知道 大魏文公都是一群老鹰臂 可许清潇也产生了危机感 如果成立东当真撕破脸 对自己来说 还是有麻烦的 而且是不小的麻烦 尤其是 怀宁王现在 也记恨着自己 一旦成立东翻脸了 只怕 怀宁王会在第一时间 抓住这个不放 自己当初请圣意杀了 怀宁王之子 许清潇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怀宁王一定不会放过自己的 而且会闹得很大 至于怎么闹 许清潇暂时想不到 能想到的就是 怀宁王不会放过自己 还有镇西王 大魏文公 到时候便是铺天盖地的指责 这个成立东 当真是阴魂不散 无言啊无言 你没本事 就别去找他麻烦 自己偷偷自杀多好啊 坑死我 许清潇一阵头皮发麻 他其实可以跟成立东 虚以为蛇 但问题来了 成立东是什么人 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而且也是个聪明人 自己可以拖他一天 两天 三天 架不住拖他一年两年三年啊 最多拖一两个月 可以两个月后 自己跟成立东说 其实我是耍你的 我根本就不想与你合作 或者是说 再把成立东骗走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成立东提刀来砍自己 往死里砍的那种 绝对是命都不要了 人世间最绝望的是什么 不是没有希望 而是刚有一点希望 结果马上熄灭了 所以 许清潇连迂回都不愿意去迂回 他太懂这种人了 一旦让他们产生希望 他们会疯了一样去努力 但谁要是破灭了 他们的希望 他们将丧失一切理智 所以 这就是许清潇 拒绝与成立东合作的原因 而且 自己现在拒绝成立东 许清潇 甚至相信 成立东 不会轻举妄动 他是一个懂得隐忍之人 可若是自己真答应下来了 成立东会相信吗 拿什么理由相信 自己总要给个 能让他幸福的东西吧 五帝以保的位置 给他 他估计 立马就去查看了 发现没有 回来就撕破脸 连等都不会等一下 这家伙 不太好处理啊 一时之间 许清潇不禁叹了口气 成立东 白衣门 怀宁王 大卫文公 天下妖魔 这还是明面上的敌人 暗中肯定也有人 巴不得自己死 好气 我许清潇 明明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都要来找我麻烦 我就是个读书人啊 招谁惹谁来啊 想到这里 许清潇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还是先看看书吧 华星云送来的书籍 先看完再说 只不定过两天就要还回去 等看完书 若是找到线索 就去文宫 找不到线索 就去跟白衣门的人碰面 眼下 自己一定要稳重 也一定不能慌了阵脚 该干嘛干嘛 一切照常 而此时 从守人学堂走出来的成立东 面色很平静 一扫方才的阴沉 他步伐很快 在京都巷子里左右穿梭 刹那间忽然消失了 随后几道身影出现 皱着眉头 打亮着周围 他们是跟踪成立东的 倒不是认识成立东 而是奉命在守人学堂盯梢 但凡发现有来历不明的人 去过守人学堂 都要仔细调查住址和身份信息 七品大圆满的高手 不要再追了 他已经发现了我们 有人开口 瞬间察觉到成立东的实力境界 让大家不要继续跟踪 一刻钟后 京都一处宅院内 成立东悄然无息地出现在废弃宅院之中 属下成立东 见过颜如 宅院大堂内 一道身影背对着成立东 而成立东第一时间跪下 如何了 声音响起 是颜如的声音 不过他没有反过身罢了 颜如 属下找了许青霄 但他依旧提防属下 始终不肯说出五帝医保的任何信息 也不愿意与属下合作 成立东出生 如此说道 不说是对的 老夫已经猜到了 颜如没有半点惊讶 反而显得早就猜到一般 颜如 许青霄若不愿与属下合作 这五帝医保难不成当真 就被白衣门取走 成立东有些不甘道 不用担心 关键信息 还在许青霄手中 没有许青霄 白衣门也 无法真正找到五帝医保 不过许青霄这般不合作 也必须要给他施压了 老夫已经跟几位大儒商谈好了 待太平世会结束后 便会集体施压 即便陛下再如何器重他 涉及艺术 他许青霄也逃不过一死 当然 关键还在你身上 你这段时间好好隐蔽 不要被任何人发现察觉 等需要你的时候 老夫会通知你的 明白吗 颜如开口 如此说道 属下遵命 只不过 许青霄修炼儒道 万一查不出 他体内的艺术 该怎么办 成立东直接点了点头 但很快又提出这个问题 听到这话 严磊摇了摇头道 不可能查不出的 儒道有神通 可以查出 就算他修炼儒道 藏得再深 我等也能查到 若是儒道查不出 也有其他办法 这个你不需要担心 严如回答 让成立东安心 后者点了点头 但很快 成立东又继续开口 严如 方才属下 从许青霄学堂走出后 便察觉有人跟踪我 不过这些人 已经被属下甩开 请严如警惕 成立东中心无比道 无妨 许青霄在大卫 得罪这么多人 有人安排几个探子 在暗中实属正常 再者 即便是被发现 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 你还是好好藏起来 老夫怕许青霄狗急跳墙 毕竟他目前 还是有些能力的 严如如此说道 属下明白 是属下多虑了 成立东当下点头回答 严如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只是挥了挥手道 回去吧 说完此话 严如便没有继续开口 而成立东则抱全遵命 随后一个翻身 越过房墙 离开了此地 待成立东离开一刻钟后 一道声音响起 严如 这个成立东 面香四郎 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 心思极多 说不定会 反咬我们一口 我等需要用他吗 略显苍老的声音响起 宅内暗处 有一道人影开口 需要 他是唯一一个 能让许青霄死的人 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许青霄一日不死 他这枚棋子 就一日得留 至于他的心思 老夫早就知道 他想要借助我 往后他的心愿 不过这没有关系 我再利用他 他也在利用我 只是 等我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枚废子 任他死活 可他却不能不需要我等 否则的话 他体内的东西 可就压不住了 严如开口 自信无比道 他早就知道成立东 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是个会咬人的狼 但那又如何 他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 足以保证 成立东跳不起来 嗯 这倒也是 不过这个成立东 到底有什么目的 宁可付出如此代价 不过他也是愚蠢 碰了那个东西 到头来 就是死路一条 包括那个许青霄 如若成立东所言是真 那这个许青霄 最终也是死路一条 古今往来 但凡修炼艺术者 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这些人啊 愚昧不知 如到虽然暂时 可以压制他体内的磨念 可一旦等磨念成长 只怕圣人也压不住 愚不可及 阴影中的声音响起 同意严如的观点 同时道出了一个秘密 成立东修炼了艺术 是的 他修炼了艺术 投靠严如自然要付出代价 成立东的野心太大了 如若没有点能力 谁敢驾驭他 而成立东修炼了艺术 他严磊就能真正驾驭 成立东了 因为没有他严磊 成立东体内的魔种 很快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 成立东即便是再怎么虚伪 再怎么隐忍 也不用担心 没了他严磊 他成立东 就是死路一条 而他不一样 没有了这个成立东 他照样是大儒 这不是阴狠歹毒 这是权谋 棋盘 棋子罢了 严如 你这般做 往后就没有晋升之路了 其实我还是愿劝你一句 那声音再次响起 让严磊冷静一番 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情 已经配不上大儒之味了 很有可能会跌落儒位 即便不跌落儒位 他这辈子 也别想 竟身为天地大儒了 因为做法偏激 也不是儒者之风 可严磊却与其平静道 老夫已经下定决心了 大卫文宫是光明的 可总有人要去阴暗的地方 儒道昌盛 依靠的 不仅仅是天下文人 更需要一股力量 不为儒道也好 阴暗也罢 这世间本身便有阴有阳 老夫心意已决 不用多劝了 严磊出生 态度异常坚决 是 自己现在的做法 是有一些偏激 也是有些不仁道 但 那又如何 许清潇 已经让自己身败名裂 相署之师 天下流传 百姓称许清潇是好官 怒对大儒 为民申冤 而自己原本是受百姓敬养的大儒 却因为许清潇 导致自己差一点 如位不稳 现又被天下百姓指责辱骂 更是要遗臭千年 这笔账 自己怎么可能会轻易抹去 这个仇 自己怎么可能会轻易忘记 所以 他要以十倍的方式 还给许清潇 同时 也为诸圣一脉 铲除一击 如若说 自己以前是大卫文公的光芒 那现在 他便是大卫文公的阴影 做一些见不得人 但必须要做的事情 有时 守人学堂 许清潇目光之中露出欣喜之色 他找到了大圣人的重要信息了 这是圣人传世录 记载了大圣人许多事情 其中就涉及到圣人门徒 书中记载 第一代文圣 有七位弟子 每一位弟子都与众不同 第一位极为俊美 是昭歌 信息上对得很全 而这第二位 则为斩邪 斩邪 降向之后 少时习武 十岁七品 十五六品 二十五品 二十五岁四品 三十岁三品 三十五岁二品 号称武道绝世天才 修炼真龙破邪法 以斩邀除邪为己任 后一致停顿在二品武者之境 迟迟无法突破 最终于四十五岁时 偶遇大圣人 与其详谈三天三夜 顿悟武道 正式踏入一瓶武道之境 震动十国 后拜师大圣人 愿为大圣人保驾护航 而大圣人为其取名破邪 斩邪除恶 后经历黑暗大乱 生死未卜 此为上古书籍记载 后世人王伯通查阅而出 看完内容 许清潇几乎可以笃定 文工出现的第二人 就是斩邪无疑了 首先年龄上对得上 其次那文工第二人 也的的确确 充满着一种武道高手的感觉 再者又对艺术如此了解 种种迹象都符合 不是斩邪是什么 难不称还是个妖魔 想到这里 许清潇有些喜悦了 总算是找到了相关内容了 不过这个王伯是谁啊 好像赵哥的信息 也是这人写出来的 若是有空 得找找这个人 一口气问清楚 也免得等人出来以后 自己又要去找半天 对方的详细资料 多麻烦啊 江书和尚 许清潇连饭也不吃 直接躺床上 开始潜睡 入文工 下一刻 天地文工 赵哥兄长 许清潇开口呼喊 一时之间 文工那两道身影 缓缓走了出来 贤弟 怎么了 赵哥好奇问道 赵哥兄长 已经查清楚了 破邪兄长 余地查清楚您的来历了 您是大圣人第二位弟子 名为破邪 将相之后 少年习武 35岁便突破五道二品 斩妖除邪 为天下声名 只是二品之后 却停滞十年 偶遇大圣人 畅谈三天三夜 最终一夜顿悟 踏入五道一品 您为了报恩 也敬佩大圣人 所以拜师圣人 大圣人给您取名破邪 后来一场大战之中 您就生死未卜 许清潇将得知的信息 告知中年男子 后者听到这番话后 不由显得若有所思 破邪 破邪 他喃喃自语 莫名之间 对这个名字格外的熟悉 对 我应该是叫破邪 我记忆深处 记得这个名字 贤爹 当真是劳烦您了 得知自己的基本信息后 破邪很感激许清潇 更是朝着许清潇一拜 破邪兄长 莫要客气 这是余帝应当做的事情 许清潇连忙开口 这情他不敢成 先不说破邪如道什么品阶 五道一品 这是什么概念啊 这要是恢复了记忆 教自己修炼五道 那还不是洒洒水的事情 对了 赵哥兄长 破邪兄长 我遇到了麻烦 既然把身份信息说清楚了 许清潇也顺势说出自己的事情 什么麻烦 两人有些好奇 许清潇倒也没有详说 就是将事情来龙去脉 简单说了一下 到最后 许清潇直接开口 两位兄长 可否有压制艺术某种的法门吗 成立东投靠炎如 敢来找我 显然是有办法查出我体内的某种 若是被逼到哪一步 只怕对我来说 是天大的麻烦 许清潇问道 此话一说 两人截然沉默 赵哥眉头紧皱 在沉思 而破邪也在沉思 许清潇完全相信 阎磊有法门 可以查出自己体内的某种 他知道自己也修炼了如数 但还敢让成立东来找自己 显然是有恃无恐 无非是对方暂时还不想动自己 或许是因为局势问题 也或许是因为现在不好下手 可迟早有一天 阎磊一定会出手的 甚至不仅仅是阎磊 而是大魏文公 以及天下所有读书人 连带着怀宁亲王 各地方王 还有自己所有的敌人 因为 一旦查出自己真修炼了艺术 的确是 死罪 眼下许清潇唯一的寄托 就是这两人了 足足一个时辰过去 终于 破邪的声音响起了 有一个办法 只是有些麻烦 他的声音响起 让许清潇的毛子亮起来了 破邪兄长 什么办法 许清潇不在乎麻烦不麻烦 总比没办法要好吧 名义震摸 破邪开口 说出一个办法 名义震摸 许清潇好奇了 一旁的昭哥也有些好奇了 清潇贤弟 我能察觉 你体内有名义之力 这个无法做到压制磨念 但却可以掩盖你的魔种 他们想要查出你的魔种 无非是借助如道神通 可如若你体内有海量名义 可以屏蔽如道神通 但麻烦的就是 你体内的名义并不多 需要在短时间内 获取大量名义 否则 一旦撕破脸 就麻烦了 破邪开口 道出唯一办法 而许清潇 却有些若有所思了 名义可以遮掩自己体内的魔种 这是个好事 也是一个新知识 但自己体内的名义 前几日已经被消耗干净了 想要获取新的名义 只怕的确有些难 除非水车工程 今天全部落实 百姓感受到水车的好处 从而产生大量名义名星 不然的话 想要一下子获得大量名义 很难 清潇贤弟 你先别急 名义是一种极其玄奥的东西 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获取 而且也不见得只有这一种办法 于兄再想想 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破邪继续开口 帮许清潇再想想办法 好 劳烦兄长了 许清潇也不矫情 感谢一声后 便离开天地文宫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暂放一旁 名义这个得研究研究了 从天地文宫离开后 许清潇起身 看了一眼天色 直接离开守人学堂 聚会一会白衣门 躲着没有用 反正现在一堆麻烦事 也不怕再来一件 他倒要看看 白衣门到底找自己有什么事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0章 太平诗会 作诗斗诗 朝着桃花走去 一路上有不少百姓看向自己 眼神之中 还是带着敬畏 毕竟自己是户部侍郎 说到底还是官员 哪怕未明 也有官威 只是许清潇没有端架子 但凡望向自己 许清潇都会一一微笑回应 这个小小的举动 让不少百姓露出笑容 更是朝自己一拜 甚至到后面 也有人敢打招呼 喊了一声 许大人好啊 许清潇也会给予回应 差不多两课中的时间 许清潇走到了桃花图下面 白衣门给自己的街头信号 就在这里面 至于谁是自己的街头人 许清潇就不清楚了 不过许清潇倒也不担心什么 毕竟对方会主动安排的 唯一让许清潇尴尬的地方 则是这个桃花之地 是大魏盛名的桃花庵 带有桃花二字 懂得都懂 不过并非是五楼 而是文楼 而且要比南玉府更加正规 南玉府的清官人 说实话砸钱 还是能砸出来的 或者你背景大 全是大 真要逼其就范 还能不愿 虽然名声有点不好听 可爽到了呀 但这桃花庵就不一样了 号称大魏第一楼 与其相提并论的 就是广陵阁 这两个地方的清官人 一个个都是大魏绝美 从小就各种选拔 吃的喝的用的 自幼读书 而且还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 而是真正有读书的天赋 这样的话 才会凝聚财气 甚至一些头牌清官人 都入了品 这对王公贵臣们来说 简直是致命诱惑啊 毕竟等闲的女人 他们已经看不上了 就喜欢这种傲的 至于五楼 大魏京的五楼都不上档次 毕竟这里是京都 而且自女帝登基后 也在大力掩打这类东西 所以 文楼更受欢迎 权贵嘛 就是喜欢与众不同 越难弄到手 越难搞到手 他们就越喜欢 当然为了杜绝和防止 穷秀才入内 把姑娘骗走 桃花庵和广陵阁入场 需半贵客牌 也不麻烦 存放一些银两即可 并且三年内不得取出 所有消费都从里面扣除 这老板当真是个 会做生意的人 把尊享会员 这套给拿出来了 厉害 厉害 此时此刻 许清潇满脑子想的问题 不是桃花庵里姑娘 有多漂亮 而是思考 自己要是去了桃花庵 会不会被人发现 毕竟这种地方 再怎么吹嘘文雅 可说到底 还是带着那种意思 而堂堂护部侍郎 跑来桃花庵 说到底还是有点不妥呀 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皇帝的问题 如果皇帝是个男人 许清潇倒也不怕 自己又不是来干什么的 可皇帝是个女人 肯定对这方面不太喜欢 回头拿这个事来教育自己 岂不是让自己射死 算了 不管了 已经快来到桃花庵 许清潇也不多想了 毕竟见白衣门的人 重要一些 要是不见的话 这帮人估计要上门 找自己了 成立东上门没有关系 查不出什么东西的 闹大来 也不过是查自己 有没有修炼艺术 可白衣门的上门了 那就彻底不是小事了 想想看 许清潇莫名觉得有些可怕 大卫护部侍郎 修炼艺术也就算了 还他娘的 跟造反组织不清不白 好家伙 这不是造反这是什么 往深处想想看 以后等自己成为了大卫丞相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然后把艺术修炼到一品 再然后如到二品 再然后白衣门首脑 死 那等自己以后 岂不是可以说一声 站在你面前的人士 许大卫丞相 艺术第一人 如到亚盛 白衣门首脑 心学引领者 天下百姓爱戴者 清潇 猛啊 老哥 许清潇心中更加沉重了 真是好事坏事凑一起了 不管不管 越想越烦 许清潇索性不管了 直接大摇大摆地朝着桃花庵走去 桃花庵门口并没有什么女子招揽客人 反而显得极其文雅 站在门外就能听见一些琴弦之声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到了什么茶馆 门不大 最多两三人同入 走进大门 玄关处有一朵栩栩如生的桃花石壁 两旁都点了檀香 闻起来很不错 每一处都做得很好 尽显雅阁 庵内清凉 有微风吹来 既已经进了桃花庵 许清潇也就不矫情了 越过玄关 才算是真正入内 桃花色的石台罗列 两旁站着一些女子 穿着华丽 每一位都算得上是上上之色 而且都比较年轻 不超过二十五岁 一见许清潇到来 众人下意识盈盈作礼 有贵客来了 自然要行礼 但看到来者是何人后 刹那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望向许清潇的面容 俊俏不凡 如到气质 更是显得温润随和 让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 虽然论长相 许清潇比不过华星云 但与之不同的是 华星云是那种俊美极端的形象 即便是华星云显得温和 可还是让人心中产生一些敬畏 可许清潇却让人感觉清静 换句话来说 很接地气 许清潇 这不是许大人吗 这是许旺谷吗 几人回过神过后 一刹那间忍不住惊呼 他们身为桃花庵的女子 虽然不是清官人 但能在这种地方待的 自然也懂风雅 如果说 清官人择偶十分挑剔 他们自然也挑剔 只是没有清官人那么挑拔了 并且天下大财 谁不爱 尤其是这些女子来说 洪武有力的舞者 到处都有 仙道修士 虽然也令人渴望 但一般来说 仙道修士都静修 再者有些飘渺 而文人之所以如此受人追捧 其原因不仅仅是才华 还有很多因素 就比如说长相 生活习惯等等 你看看武夫 有事没事撸个铁 跑去外面吃饭 一张口满嘴是油 说点话 张口闭口他奶奶的腿 看起来就让人有点不舒服 至于文人 说话谈吐优雅 行为举止也有分寸 没事还能整点诗词 满足一下虚荣心 退一步来说 男人挑选择偶对象 也不喜欢那种张口闭口他奶奶的腿 出去吃饭 满嘴是油 说话嗓门特别大的女人吧 而许清潇在这些人眼中是什么 是珍宝 珍宝中的珍宝啊 长相英俊 从来没有绯闻 气质不凡 如到六品 大魏最年轻的侍郎 得百姓明星 才华横溢 千古名言 千古名词 千古第一篇文 这种人 简直是无数女子心中的梦想啊 实际上 桃花庵内的女子 早就有些对许清潇清心了 也经常谈论许清潇 好奇 许清潇 为何不来桃花庵 大魏国公郡王世子 都来过桃花庵 而且流连忘返 哪怕是当初的华星云 也来过桃花庵 可许清潇来大魏这么长时间 愣是没来过一次 甚至有人传闻 许清潇不惜女色 引来无数女子失望 但没想到的是 今日 许清潇来了 而面对众人的惊呼 许清潇第一反应就是 不是 我不是许清潇 我是陈兴和 只是这种话许清潇说不出口 人家又不是傻子 许大人 您今日怎么来了 许大人 您请 您请 许大人 我太喜欢你了 许大人 能否给小女子一个落名 许大人 许大人 桃花庵的女子们纷纷涌来 直接将许清潇团团包围 甚至有些女子更是不怕自己占便宜 更是贴着自己 这下子许清潇有些把持不住了 哥谁谁顶得住啊 诸位 诸位 我是来找朋友的 许清潇善笑着说道 说到一半 更是有女子直接抱住自己的手 根本不顾任何机会 这般热情 要被疯了 速静 也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石台后面 走来一名女子 差不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穿着红蓝长袍 有些威仪 一声落下 让众女清醒过来了 她缓缓走来 望着许清潇 吟吟作礼 许公子 实在是抱歉 这些妹妹们有些失态 还望许公子莫要见惯 她开口 这般说道 声音清脆 也显得大大方方 无妨 无妨 只是许某今日前来 是找一位朋友 还望姑娘带路 许清潇稍稍客气道 自己没有亏什么 再者如此待遇 换个人 也不会觉得不好啊 只是有些不成体统罢了 哦 许公子所找之人是谁 无必为您去寻 后者开口 询问许清潇要找谁 此话一说 许清潇有些沉默了 嗯 自己的确是过来找朋友的 但问题是 自己也不知道 对方是谁啊 看着许清潇沉默 后者顿时会议 当下微笑道 许公子 奴婢明白了 奴婢现在便带您入内 后者微微笑道 其余姑娘们也不犹疑笑 都会错意了 让许清潇有点无语了 他很想解释一句 自己是真来找朋友的 只是想了想 没必要解释了 需要贵客令吗 许清潇开口 他听闻桃花庵 需要贵客令 所以提前问一句 别到时候问起来 就尴尬了 许大人 这大位所有人都需要贵客令 唯独您不需要 桃花庵等您许久了 您来我们这里 可谓是蓬壁生辉 对方笑道 贵客令是为了防止一些穷秀 才进来骗女子感情 所以才会涉及到 可真正有权贵有身份的人 怎么可能会要这个 尤其是许清潇 说句不好听的话 只要许清潇愿意 他在这里白吃白喝 甚至白嫖 都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直接点 许清潇 只要进去喊一嗓子 谁愿意帮忙买下单 估计不等其他王权贵族付钱 桃花庵的女子 就已经出手了 所以这还要什么贵客令啊 要就是在 侮辱她许清潇 有劳了 许清潇微微一笑 随后便跟着对方走去 刘姐 我也来 我也过来帮忙 眼看着许清潇离开 这些女子纷纷走了过来 想要跟在身后 但被这个刘姐一个眼神之下 大家都止步了 带人走后 众人的声音不由响起 哼 刘姐就是想要一个人吃毒食 对对对 表面上公事公办 其实还不是 想要跟许万古独处 好气啊 许公子好不容易来了 没想到被刘姐独占了 我跟你们说 刚才我碰到了许公子 天啊 我这几天都不惊身了 你碰到许公子 刚才 我可是魔 众女子议论 完全没有一点矜持样 而对许清潇来说 这只是一个插曲罢了 桃花庵那堂 许清潇顿时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从外面看去 桃花庵只是很高 但真正入内才发现 这里面非常宽广 有假山流泉 古色古香 淡淡琴声响起 将这种文雅 轰托而起 不得不说 这种设计很不错 让人感觉安心 也让人感觉高大上 这掌柜有点脑子 很不错 以后有机会可以结识一番 也就在此时 柳姑娘的声音响起 许大人 桃花庵 一共有三处地方 其一 是巨贤宴 各位宾客都会来到巨贤宴中 庵内 会有清官人表演才艺 其二 则是高山宴 一般来说 都是朋友相聚 也会有一些 清官人演艺歌舞 其三 则是静心宴 独处之地 但不会有清官人来 除非已经相约好了 许大人是去那个宴 柳姑娘开口 为许清潇解释 桃花庵的三个宴厅 聚闲宴吧 许清潇倒也明白 一个是大众聚集的地方 不过清官人都在 显得热闹一些 另外一个是小众聚会 也不喜欢太吵闹 第三个就是包间 安排得妥妥当当 正常来说 许清潇肯定是去静心宴 但是吧 自己还不知道 白衣门的人是谁 所以还是去聚闲宴吧 先找到白衣门的人 再说别的 好 许公子请 对方微笑 而后前面带路 过了一会 许清潇来到聚闲宴了 整个场地很大 一共分三层 各有雅阁 第一层是大厅 有不少桌子 左右两旁是大桌 中间是小桌 差不多可容纳六人左右 两旁大桌 可容纳至二十人 而舞台上 则坐着一位女子 姿色极佳 正在演奏竹笛 笛声优美 十分悦耳 许公子 需要给您 安排个雅间吗 柳姑娘开口 询问许清潇 不用 大堂即可 许清潇出生 随后扫了一眼大堂 一瞬间 居然看到了一个熟人 是王儒 这家伙怎么就喜欢来这种地方啊 许清潇有些感慨 他见王儒的次数不多 但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地方 想到这里 许清潇不禁朝着王儒的方向走去 打个招呼 只是刚靠近时 便听到王儒的声音 可不是我吹的啊 许兄是我见过最不寻常的文人 他从爱不爱这种地方 哪怕是文楼 清官人 许兄也不喜欢 许兄是书如命 不像我等凡人 来 敬一杯许兄 王儒正在夸夸其谈 然而就在他举杯之时 许清潇的声音响起了 王儒兄 随着许清潇的声音响起 正在举杯的王儒 顿时愣了 许清潇 王儒站起身来 他回过头看向许清潇 眼神之中充满着惊讶之色 而王儒身旁的几名读书人 也在第一时间起身 朝着许清潇一拜 见过许万古 万古兄 久仰大名 万古兄 当真是久仰啊 众人齐齐起身 朝着许清潇一拜 诸位安好 许清潇也坐里回敬 而王儒则不由略显尴尬道 许兄 您不是说 从不来这种地方的吗 他有些尴尬了 莫名射死 有事 许清潇压着声音 他过来就是打个招呼的 毕竟待会 若是被王儒发现了 王儒肯定回过来打招呼 所以 不如直接过来 先打招呼 懂了 许兄 要坐吗 王儒邀请道 不用 我一个人坐过去 诸位吃好 王儒兄 下次来守人学堂找我 许清潇笑了笑 也算是 给王儒撑个场面 听到这话 王儒顿时露出笑容道 行 下次去守人学堂找你 说完这话后 许清潇也随意找了一处安静地方落座下来 不过随着王儒等人的反应 已经有不少人注意过来了 逐渐越来越多人将目光投来 纷纷想看一看大威万古大才的真容 不仅仅是如此 桃花庵也有不少女子将目光看来 甚至包括台上的女子 吹奏的笛声也有些不顺 目光时不时落在许清潇身上 这就是名气带来的好处 许公子 需要安排什么吗 柳姑娘开口 询问许清潇要什么东西 一点清酒 几盘小菜即可 许清潇笑道 而后者当下点了点头 而后招手 顿时一名小厮快步走来 刘姐 小厮十分清秀 穿着桃花庵的服饰 看起来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笑呵呵地看着柳姑娘 拿一壶上等清酒 让膳房准备六份精致小菜给许公子 他出声吩咐对方 好 许公子 请稍等 小厮将目光看向许清潇 谈笑着说道 劳烦了 许清潇温和一笑 而后者也快速去准备东西 待小厮离开后 许清潇也静静等待 许公子 这是桃花牌 如若您看上哪一位清官人 只需呼喊我来 我将这桃花牌赠给对方 若是对方愿意接受 便可安排至雅间闲聊 柳姑娘开口 将一块桃花牌交给许清潇 多谢 许清潇接过此物 而后者也没有继续逗留 不想打扰许清潇的雅致 带柳姑娘走后 许清潇则不由开始沉思起来了 自己坐在这里 已经引来不少人的注意了 想来 白衣门的人会在第一时间联系自己 只是如何联系是一个问题 众目睽睽之下 不可能直接出面 所以按照基本逻辑推理 白衣门的人应该是一位清官人 要么平平无奇 要么就是顶尖的头牌 这是常规造反组织善用的手段 九成概率是顶尖头牌 毕竟自己名气极大 若是找个平平无奇的清官人 容易被察觉 而若是顶尖头牌 就没什么问题了 实色性也 自己也年轻气盛 找妹子 谈谈人生很正常 大家都能接受 想到这里 许清潇便耐心等待了 也就在奏曲即将结束时 柳姑娘又来了 手中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上的桃花牌 已经堆起来了 看起来有些夸张 引来不少人羡慕 许公子 这是清官牌 您来了以后 这些清官人都对您清新 想约您入房畅谈 柳姑娘说这话的时候 也有些无奈 她刚走没一刻钟 结果 桃花庵大部分的清官人 都收到消息了 第一时间 将自己的桃花牌 送了过来 都终于许清潇 想要与其相约 柳姑娘 桃花庵内可有头牌之说 许清潇开口问道 她对其余女子 没什么兴趣 今日过来 也的确是办正事 不是来风花雪月的 自然是有 桃花庵中 有四位头牌 不过其中两位在家休息 最近身体有样 还有一位则已有客 剩下一位倒是空闲 许公子若是想要一件 可将桃花牌给奴婢 后者这般说道 她叫何名 许清潇好奇问道 桃花庵内的清官人 都没有名字 都是取花名 这位头牌之名 叫白衣 而且 她生性有些怪 几乎没有接过客人 即便是有 也都是三言两语 许公子 奴婢建议 其实可以换一位 不如这样 奴婢去喊两位两名头牌 他们若是知晓您来了 一定不会推辞的 柳姑娘如此回答道 白衣 许清潇有些扎舌了 这还真够大胆啊 直接用白衣门来取名 不怕别人发现吗 不过想了想 倒也没什么问题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 不用 请将我的桃花牌 给这位白衣姑娘吧 许清潇直接拒绝了 对方的好意 本来她对白衣姑娘 只有五成把握 可现在有九成了 生性怪癖 不喜接客 不就是等自己来吗 还能再明显吗 好 许公子稍等 柳姑娘没什么好说的 许清潇执意 她不能改变 只能将许清潇的桃花牌取走 而楼上雅间内 不少女子看到许清潇 交出桃花牌 一时之间心花怒放 纷纷幻想 许清潇是来找他们的 也就在此时 笛声停止 清官人起身朝着众人一拜 便跟随着丫鬟离开了 当下掌声响起 不过都不大 毕竟这里是文楼 但此时 一道声音不由响起 伴随着几道身影走来 在夏王夫 南国横路书院学生 见过许兄 未曾想到 能在桃花庵中 见到许兄 当真是三生有幸啊 几道身影出现 端着酒杯 脸上带着笑容 过来敬酒 只是 对方面上带着笑容 可毛子里 却有些其他意思 不是真心实意过来结识的 而南国 则是大魏以南的一个小国 属于大魏的附属国 对方是异国学生 严重了 不过面对这样的情况 许清潇道 没有给对方脸色 他不打算在这里逗留 过些时候就要走了 没必要闹什么事 但要说给他们 特别好的脸色看 也没必要 微微笑笑 表面过过就行了 许兄这话说的 您现在 可是大魏第一才子 就连华星云见到您 也要尊称一声许大人 怎可能说严重 来 许兄 我敬您一杯 对方声音不算特别大 但也不小 吹捧着许清潇 也引来了更多关注 王夫说完此话 马上饮下杯中酒水 其余人也纷纷饮完酒水 而后齐齐看向许清潇 诸位当真是客气了 许某之才 只能说略好一些 谈不上什么万古 酒 许某就不喝了 待会还有事要做 抱歉 许清潇 没有显得特别冷漠 但不喝就是不喝 明显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这要硬了 自己岂不是见骨头 当然这帮人很聪明 没有咋渣糊糊上来 就找自己麻烦 而是带着一种戏血的感觉 李姐 李姐 许大人日理万机 不喝酒是对的 许大人 您来这种风雅之地 朝廷不会说什么吗 王夫笑了笑 而后直接落座下来 丝毫没有半点客气 同时还特意提了一句朝廷 而就在此时 王儒的身影走来了 这桃花庵又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地方 许兄为何不能来 国公王侯 文武百官都曾来过 王夫兄 你这话又是何意啊 王儒走来 他察觉得出 王夫是来恶心人的了 所以第一时间过来 知晓许清潇 懒得搭理这种人 所以出面解决 隔下室 看到王儒走来 王夫有些好奇了 在下王儒 南玉府学生 王儒皮笑若不笑道 哦 未曾听过 王夫摇了摇头 直言不讳地说 自己没听过王儒的名号 紧接着王夫 看向许清潇笑道 许兄 听闻你才华横溢 是万古大财 今日一见 许兄为何不即兴作诗 让我等领略一番 万古之才是怎样的 这样 王某回去之后 也可以替许兄弘扬一番 告知南国学生们 许兄大财啊 王夫开口 面上带着笑容 希望许清潇即兴作诗一首 调节调节气氛 同时也领略领略一二 而面对这个请求 许清潇搭理都不想搭理 上来就让自己即兴作诗 您配吗 真要作诗了 自己像什么 小丑 别人让自己整个活 自己就整个活 要是皇帝下 只让自己作诗 许清潇 还愿意作诗一二 这家伙谁啊 南国横卢学院 听都没听说过 许兄 莫要误会 我等一直听闻您之大财 今日见到 所以 有些唐突 这太平师会不是近在眼前吗 若是许兄不愿在此作诗 那就等到太平师会 见一见许兄之万古大财 一想到许兄在太平师会 独占熬头 王某就莫名喜悦 能亲眼见到那般盛会 只怕毕生难忘啊 王夫这般笑道 一番话更是阴阳怪气 表面上各种夸张 但却是捧杀 大家都是文人 理论上都是你好我好 上来就是独占熬头 传出去了 就算是没想法的人 也会有想法呀 阁下言重了 天下自有大财 许某之文才 也就这般 至于这太平师会 许某就不参与了 阁下 如若没有其他什么事 麻烦不要挡着我 许清潇开口 与其平静 也懒得跟对方玩文字陷阱 死一边去就好 可这话一说 众人不由微微惊讶 包括其余在一旁围观之人 也不由惊讶了 许清潇不参加太平师会 如此盛会 实际上 所有人都认为 许清潇必会参加 而且 极其期待 许清潇 能否在师会上 继续做出千古诗词 可没想到 许清潇竟然不去 很快 王夫等人回过神来 紧接着笑道 原来如此 看来 许清潇已经是瞧不上这太平师会了 我等明白了 那就不打扰许清了 王夫临走之前 还特意恶心 一把许清潇 让人有些恼怒 不过 许清潇很淡定 这种人就是这样的 想要阴阳怪气 你还不容易 随便挑个次就能恶心你 要是去教真 人家更开心了 跟你教真一天都行 只要敢说错一句话 立刻大肆宣传 王夫等人离开了 而王儒则坐在一旁压着声音道 许兄 这些人都是他国的读书人 都崇敬诸圣一脉 不是什么好东西 王儒这般说道 许清潇点了点头 天下文人 大部分都是崇敬诸圣 尤其是大魏周围许多国家 对诸圣无比崇敬 诸圣一脉的大儒 要是去了这些国家 君王都会亲自接待 极其尊重 自己得罪了诸圣一脉 负面影响现在出现了 不过还好 都是一些小事 许清潇静静等待着 对于这种事情 根本不会挂在心上 过了一会 韭菜都上了 小二特意给许清潇摆放 而许清潇沉思着一些事情 许公子 您的韭菜都摆放好了 小二开口 看着许清潇笑道 好 劳烦 许清潇点了点头 他没有说什么 而小二跟着善笑一声 站在一旁 赏你的 一旁的王儒 倒是看得明白 直接取出一定碎银 丢给小二 后者接过碎银 当即满脸欢喜道 多谢 多谢 紧接着离开 带小二离开 王儒看许清潇不由道 许清潇 这次太平师会 您当真不来吗 这可是天下三大文人 盛会之一啊 王儒问道 不去 也没有什么意思 最近公务缠身 许清潇是认真的 师会不就是去装弊的 自己真不喜欢装弊 没必要去啊 行吧 那许兄你静坐 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找我 我先过去了 王儒点了点头 倒也没有劝阻 而是起身告退 好 王儒兄 慢走 许清潇点了点头 也就在王儒刚刚起身时 柳姑娘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一抹笑容棒 许公子 白衣姑娘映下来了 随着柳姑娘的声音响起 许清潇当下起身 让其带路 见许清潇如此直接 后者也笑着引路 离开巨弦宴 柳姑娘在前引路 许清潇的目光 也不由看得过去 桃花庵的确有品位 任何一位女子都不差 哪怕是这位接待的柳姑娘 也极是极佳 身材曼妙 而且略显有肉 尤其是走路起来 但红色的长袍 无法遮掩她的美臀 实色性也 许清潇是证人君子 但证人君子 难道就不可以 欣赏一下吗 许公子 也就在此时 对方回过身来喊道 刷 许清潇的目光收敛 证人君子 许公子 楼上雅间 白衣姑娘已经恭候 如若有什么事 只需在房内摇晃桃花灵即可 柳姑娘笑道 许清潇感谢一声 而后上楼 随着许清潇上楼 来到雅间门口 缓缓扣了扣门 站在门外 一股淡然的香味 便扑鼻而来 公子 请进 悦耳之声响起 许清潇神色端正 将门缓缓推开 这里面的人 乃是白衣门的人 绝对不是擅茶 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 许清潇心中笃定 推开房门后 当下 一位角色静坐桌前 急到佳肴冒着热气 中间温着酒 奴家 见过公子 白衣姑娘很美 十分清雅 给人一种极其娇弱文静的感觉 坐在那里 让人内心平静 是角色 能排第三 比不上女帝 也比不上藏经阁那名女子 但这种娇弱感 莫名让人心生联系 这白衣门真会挑人啊 挑个这种气质的女子 来当内影 正常来说 谁看到这种角色 估计都不会怀疑 是白衣门的人 走入雅间 许清潇关上门 她面色很平静 没有因为对方的娇弱感 和文静气质 而放松警惕 相反这种人最可怕 一定要小心戒备 白衣姑娘 说吧 许清潇落坐下来 神色平静地看着对方 而后者眼神露出疑惑之色 但想了想 还是直接开口 许公子 听闻你才华横溢 奴家久养许久 未曾想许公子赠来桃花牌 有些惶恐 还望许公子莫要怪罪 对方声音也十分柔弱 谈吐文雅 夸赞着自己 但这话一说 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装糊涂 演我 许清潇有些无奈 造反组织 果然脑子都不好使 我人都来了 你不跟我开门见山 还要演吗 白衣姑娘 如若有事 就明说吧 许某今日过来相见 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你放心 外面没有官差 许某是独自一人前来 许清潇说得很直接 他不想耽误什么时间 回去还得研究名义 哪里有时间在这里浪费 许公子 奴家 不明白您的意思 后者略显尴尬 他不知道 许清潇这话的意思 可又不好怪罪什么 毕竟眼前之人 可是大卫万古大才 要说不敬仰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他性子温和文静 即便是对许清潇有些敬佩 可也不像其他女子一般 见人就清心 听到这话 许清潇摇了摇头 他直接起身 显得有些冷漠 既然白衣姑娘不愿明说 那许某就走了 对方还在这里装糊涂 就没必要多说了 许公子 是奴家没招待好吗 请许公子见谅 奴家几乎没接过客人 对此并不熟知 若是哪里有做错的地方 还望许公子见谅 白衣姑娘起身 他略显慌乱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 哪里做错了 看了一眼白衣 许清潇摇了摇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了 直接开门走人 好家伙 都到这个程度 还不说实话 难不成让我直接开口说 你好 我是许清潇 你是白衣门的内应吧 有什么事找我 这不有病吗 许清潇面色平静离开 也没有多言 白衣姑娘来到门前 看着离开的许清潇 莫名显得有些自责 她是清官人 但对俗人雅克 都没有兴趣 平日里就在门房当中 一个人听着情音 非有人见自己 偶尔见上一面 但绝对不会有 任何肢体上的触碰 甚至往往待了一二课中 她便会下诸克令 但听到许清潇要见自己 她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许清潇之名 她如雷贯耳 才华横溢 年轻俊美 又为百姓申冤 这样的人 举世难寻 当然也不是说 见到许清潇便已轻信 而是愿意见一面 可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上来说 一些莫名其妙之言 然后又显得有些愤怒离开 让她感觉是自己 有地方没做好 自然有些自责 许清潇走了 没有和王儒打招呼 直接按照原路离开 许公子 这就离开吗 柳姑娘看到走出的许清潇 不由上前询问 嗯 还有要事再生 就不打扰了 多借款待 许清潇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离开 头也不回 倒不是说非认定 白衣就是白衣门的人 而是觉得 白衣门脑子 是不是有问题 自己来了 不过来见面 是不是白衣无所谓 哪怕不是白衣 最起码也要和自己碰一面 面都不碰 怎么谈事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这个白衣门 绝对造不了反 脑子有问题 许清潇快步离开 也懒得搭理白衣门了 管他死活 如今繁星是不守 光是民意这件事情 许清潇就有些想不明白 还来耽误自己时间 这不是坑人吗 只是刚走出桃花庵时 一群异族藩商 簇拥着几个人 走进桃花庵 这些藩商 一个个笑颜逐开 只是看到自己后 却一个个脸色发白 笑声止住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许清潇 只是看了一眼 也没有多想 直接离开 而一族中 被众星捧月的几人 却不由皱眉 他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莫名也猜到了一些什么 只是双方都没说话 直接错身离开 就如此 许清潇 一个人回到了守仁学堂 直接躺床上 啥也不干 闭目休息 很快 一转眼间 一日 武昌一年 八月十四 距离无数人瞩目的太平师会 明日就要开始了 师会由大卫礼部 大卫文宫 四大书院共同举办 礼部一大清早就送来了请帖 邀请许清潇参加 太平师会的举办地点 是黎阳宫 不在皇宫内 是京城西北方向 整个大卫京都 也已经张登结彩 一来是准备陛下受担 百姓同乐 二来是师会这种东西 吸引无数文人雅客聚来 不过能入内的都不是一般人 黎阳宫可容纳四万人 礼部有五千人名额 大卫文宫一万人 四大书院一万人 剩余五千皇亲国妻 王爷贵族 还有一万人是以抽签方式 让百姓和普通读书人入内 剩余的人就只能在黎阳宫外 京城各处游玩了 有任何消息 黎阳宫内的人都会第一时间传出 最多延迟小半个时辰罢了 此次太平师会 一共持续七天 大致分两个环节 一个是急性作诗 谁都可以作诗作父 相当于是大家互相捧场 第二个环节是斗诗 不过斗诗之人 可不是随便来个人都行 皆有头有脸 一般都会邀请诗国的才子 这诗国是文器排名最好的诗国 由大魏文工而定 但可惜的是 这些东西 许清潇都不在乎 因为他说 不参加就不会参加 许兄 许兄 出事了 陈诗 依旧还在思考 如何获取名义的许清潇 突然听到王儒开口 随着声音响起 陈兴和法儿率先出来了 王儒兄 何事如此交集 陈兴和开口 有些好奇 许兄 惹祸了 惹祸了 昨日 您在桃花庵说错了一句话 被那王夫拿出去大肆宣传 现在不少读书人 对您产生了怨言了 王儒急得满头大汉 有些激动到 桃花庵 王夫 陈兴和有些不解了 而许清潇也微微皱眉 许兄 昨日您不是说 不愿参加太平师会吗 这王夫当日就大肆宣传 许兄您持财而傲 瞧不起天下读书人 不愿参加太平师会 说您认为 太平师会 只是普通文人才 愿意参加 真正有才华的文人 都不屑于参加 还说 您觉得十国才子 不过二二 与他们在一起 觉得自讲身份 这王夫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栽赃嫁祸 曲解意思 现在 十国才子 都对您产生硬件 我去解释过 可没人愿意听 许兄 不如您亲自去解释 王如开口 道出外面的流言 同时劝阻许清潇 去解释一下 这流言蜚语 真是岂有此理 师弟 怎么会是这种意思 这些人当真可恶 陈兴和听后 忍不住骂了一句 然而 许清潇 反倒是没有任何表情 随他们去说吧 王如兄 没必要解释 十国才子 只怕早就对我心有芥蒂了 解释有用吗 许清潇平静开口 他对这种流言蜚语 已经免疫了 别人骂你 你就去回应 还成青 成青有用吗 再者 指不定人家知道这是假的 但就是想要找自己麻烦 毕竟许万古这个名称太响亮了 谁不想蹭一蹭热度 行了 王如兄 这次太平师会 我真不会参加 也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上面 就当他们说 对了吧 的确是一帮庸才 行了 我继续看书 师兄您招待一下 王如兄 许清潇回到房内 继续看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这让王如有些尴尬 王如兄 我师弟 的确不想参与这次太平师会 不过没关系 有我在即可 我最近做了两首诗 你帮我看看 陈兴河拉着王如 刚好他做了两首诗 让棋官看 而后者有些不情愿地跟了过去 此时 大卫京都 狄的确却想起了不少声音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1章 郑国师 快去守人学堂 请许清潇来 这许清潇当真是狂妄 我等来大卫参加太平师会 他竟如此羞辱我等 不过是做了几首千古名师罢了 竟这般狂妄 怪不得敢不尊大儒 这等人 早晚得自食其果 太平师会 宴请天下文人 我等乃是十国名流 不敢说才华横溢 但也读过几年圣人书 不曾想到 许清潇这般看不起我等 当真是狂啊 只有叫错的名 没有叫错的外号 万古狂胜 可恨 大卫京都内 一道道声音响起 是十国的大才 也不缺乏大卫读书人在其中 许清潇在桃花安亲口说过 不会参加太平师会 这本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但经过有人添油加醋 一时之间 被曲解成许清潇 瞧不起十国大才 从而引发一些争论 实际上 如许清潇猜想的一般 十国大才 不可能不知道 是有人曲解他的意思 但并不妨碍他们找许清潇麻烦 人们更加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的东西 不过狂生也好 羞辱也好 如今 许清潇 几乎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就如此 一日 八月十五 太平师会于今日开幕 不少学生才子 早已经去了黎阳宫 等到时辰便直接入内 大卫京都也彻底热闹起来了 无数人涌入京都内 每一条街道都站满了人 每一家酒楼都被订完了 甚至一间房住四五人 夸张到如此 京都的繁荣显得无比喧闹 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 彼此起伏的叫卖声 更是层层而起 守人学堂内 永平世子有些无奈地 看向许清潇 许兄 这太平师会 乃是天下三大师会之一 你当真不去吗 十国大才都去了 每一届的太平师会 都无比重要 你现在 可是代表我们大卫啊 若是你不去的话 只怕难以压住这十国大才 这些日子 永平世子都在家准备太平师会 属于闭关状态 如今师会要开始了 永平世子也就出来活动活动 却得知 许清潇竟然不参加太平师会 这下子 他坐不住了 直接来守人学堂找许清潇 沐兄 太平师会对天下读书人来说是盛会 但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场聚会罢了 如今 大卫水车工程需要快速落实 于兄不得不用心对待 此事利于百姓 不可耽误 面对永平世子的劝说 许清潇以水车工程为由 算是委婉拒绝了 许兄 我知道水车工程很重要 但太平师会 对我等读书人来说 也重要啊 再者 这次十国大才有备而来 陛下刚刚登基 大卫王朝也需要做些事情 如若这次太平师会被十国才子压住 那大卫可就抬不起头了 永平世子换个角度 拒劝说 可许清潇却有些无奈了 沐兄 大卫才子极多 说实话 于兄虽然有些才华 可还真不敢说是大卫第一才子 你为何如此断定 大卫会输呢 许清潇这般说到 他现在真的很忙啊 哪里有时间去参加这个盛会 而且 一参加就是七天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许兄 大卫的确有许多才子 但这次不同 我父王告诉我 这一届涉及很多事情 十国才子准备了许多 就是为了在太平石会摘的头关 据说 这后面有突携王朝 和出源王朝的影子 故此 他们是奔着 抢夺我大卫才气来的 如若真是如此 那咱们大卫以后 可就抬不起头了 许兄 您不能不去啊 沐南平说的 有模有样 都扯到了大卫才气上面 而许清潇依旧无奈 沐兄 我当真有事 大卫文公 不是还有一位华星云吗 让他去啊 再说了 如若真是这般 陛下肯定有准备 我真要忙了 沐兄 就不相送了 许清潇态度很坚决 眼下最大的事情 就是弄到名义 只要有名义 就可以遮掩自己体内的艺术 成立东是一颗炸弹 鬼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突然爆炸 许清潇有七成把握 成立东不敢直接翻脸 而是会再来找自己 但还有三成 成立东破罐子破摔 如果是前者 还有迂回的余地 可如若是后者 自己必须要尽快 掩饰自己体内的艺术 否则的话 一旦艺术之事被暴露出来 那自己就真的麻烦了 只怕陛下都保不住自己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许清潇 哪里有心思 去参加什么太平师会啊 不如花费时间 好好研究水车推广之事 如若能加快速度 或许就能早点获得百姓名义 许兄 哎 慕南平还想继续开口 但看许清潇这般模样 最终摇了摇头 只好作罢离开 目送慕南平走后 许清潇倒也显得清静 只是没过多久 又有人来了 是户部的官员 许大人 顾尚书 请您速去一趟户部 说是有要事 随着户部官员到来 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但也没有多说 直接动身 前往户部 发生了何事 路上 许清潇询问这名官员 属下也不知晓 只知晓顾尚书得到一份书信 而后雷霆大怒 过了会 便让属下请您去一趟 对方如此回答 可莫名让许清潇有些皱眉 故此许清潇加快了些步伐 来到了户部 进入户部 许清潇直奔内堂 而内堂当中 户部尚书顾言坐在太师椅上 左右两名侍郎也落作其中 三人神色都不太好看 房间内气氛也显得异常安静 属下许清潇 见过顾尚书 见过两位侍郎大人 许清潇入内 先是朝着顾尚书一拜 随后又与两位侍郎微微拱手 他也是侍郎 大家是同级 不需要行礼 只是简单客气一番 看到许清潇出现 顾言没有说话 而是将桌上的三封书信 递给许清潇 看看 顾言出声 许清潇接过书信 紧接着拆开阅读 过了一会 许清潇的眼神微微一变 再看第二封 第三封 很快许清潇明白顾言 为何如此愤怒了 这三封信 乃是广陵静商 北湖徽商 南陵干商的商信 其中内容很简单 朝廷要大量制作水车 而制作水车 最主要的三种材料 分别是藤木 百炼铁 还有水油 水车制造好了 须涂抹水油 会接一层油膜 耐热抗火 京都大部分建筑都涂抹了水油 有润色效果 也可以有效防火 是上好的东西 用在水车上 也是极好 而除了百炼铁之外 最重要的藤木和水油 基本上掌握在这些商户手中 毕竟大魏王朝 又不需要这种东西 铁矿需要储存 这是必须管控之物 但藤木和水油 存储没有任何意义 又做不成兵器 工部倒是有一些 但不会很多 五十郡地 需要五万架水车 工部加起来的藤木和水油 最多制造五十台 自然而然需要购买这些东西 而这三大商会 同一时刻 发来信件 告知户部东西有是有 但不是很多 刚好卖光了大部分 如果现在急需的话 必须要提前采发 只是这样做的话 会导致收成极少 大大损伤长期生长 故此提出等明年生产 当然了还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他们忍痛采发 只是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这很明显 三大商会想要做地起价 至于价格是多少 还没有谈 给双方一个缓冲机会 如此一来 身为户部尚书 顾言自然雷霆大怒了 这帮商人 当真是贪图小利 我等这几日 几乎没有闭过眼 核算成本 开出八千五百两 一架水车的价格 留有他们四成左右的利润 却不曾想到 他们贪得无厌 果然 天下乌鸦一般黑 翻商黑 大位的商人 也黑 只要是商人 就没有一个不黑的 老夫当真想让兵部 直接将这三家商会掌柜抓起来 统统抄架 杀到他们老实 顾言的怒骂声响起 甚至恨不得跟许青霄一样 让兵部去抓人 敢反对地直接杀干净 但他知道 这样是不可能的 许青霄杀翻商 是因为翻商已经惹了明怨 再加上许青霄故意而为 让他们疯狂敛财 使明怨达到顶沸 再一刀落下 可若是动这些商人 那可不是玩笑话 翻商真被杀绝了 不会影响到大为什么 可这些商人 设计的生意五花八门 小到吃喝住行 大到六不所需 真要杀了 谁还给朝廷干活 谁又给户部创造部分税收 底层百姓就更不如意了 所以他这也只是气话 真让他杀 他还真不敢杀 守人 你可有办法对付这些女干商 说到这里 顾颜看向许青霄 他的确有些束手无策了 对方摆明着坐地起架 而且找的理由也无懈可击 毕竟你一口气 要这么庞大的材料 人家说没有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你总不可能派人去查吧 就算派人去了 又能如何 你知道 人家的仓库在哪里 你怎么清算 到时候 人家来一句 这些都是被定掉的货物 总不可能插队吧 尤其是这帮商人很聪明 说是被异国定走了 这要真插队 到时候 都要骂大卫欺负人 要是在盛世 还真不怕有人骂 可现在的大卫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小心翼翼 既不能招惹辱骂 又要把事情做好 许青霄杀翻商 如若不是百姓鼎力支持 换做任何情况 许青霄都要下天牢 牵扯越大 就越有顾忌 听到顾言所说 许青霄没有回答 而是十分沉默地思索 其实这一点 自己之前就已经猜到了 毕竟商人逐利 一看到这么大的单子 第一反应 可能想的不是发财了 而是想着如何要嫁 这一点没有办法 除非之前就把材料买来 但你大量购买 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想要饶过他们 几乎不可能 先发信回去 告知他们愿意加价 只要价钱合理 过了一会 许青霄给予这个回答 但此话一说 顾言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 加价 五万架水车 八千五百两一架 这里面已经有接近四成利润 他们扣除成本之后 到手也有接近一成利润 若是户部在拨款加价 后面的人工劳力费用 曹运费用 还有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 至少要超额五百两白银 守人 这又要拿出五千万两 只怕户部吃不消啊 顾言有些郁闷道 本来五万两白银 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还要加价 说实话一旦加价 就意味着超额 大位 现赢有八万万两 其中 至少要留两万万两 不能动吧 毕竟谁能保证明天不会出事呢 剩下六万万两 拿出五万万两出来 已经是户部的极限了 再多拿出来 他舍不得呀 别说他了 六部谁舍的 陛下都舍不得 这帮女干商 顾尚书 眼下被人牵制 只能先进行寻价 至少要知道他们 想要加多少 然后再从长计议 短暂时间内 许清潇肯定想不出什么办法 与其如此 不如看看 对方的胃口有多大 如果只是想加一点 不是不可以谈一谈 可如若想加得多 那就不好意思了 顾尔脸色有些沉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同意了许清潇的说法 没办法 受人牵制 总不可能干等吧 公部都培训这么长时间了 若是因为材料问题拖延 那才麻烦 整个户部和公部忙活了二十多天 本来应该是处理其他事情的 如若这样放弃 他们也不甘心 守人 做好硬测之法 老夫感觉 此事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这些商人敢在这个接骨眼上 坐地起架 一定是有底气和底牌的 这对户部来说 是一个考验 顾尔开口 让许清潇做好准备 对方敢突然坐地起架 肯定有底气和底牌的 清潇明白 请大人放心 此事清潇会认真对待 许清潇点了点头 顾尔想到的东西 许清潇也想到了 不过无论如何 还是等对方报价再说吧 行了 时辰不早了 守人 一同去太平师会吧 顾尔起身 这件事情暂且如此 他邀请许清潇 一同前往太平师会 顾尔说 太平师会 我就不去了 还有其他事情 许清潇委婉拒绝 这话一说 三人有些好奇了 守人 太平师会 可是三大文人盛会之一啊 你如此大才 若是不去 岂不是可惜了 是啊 守人 今日我等上朝 大家伙都在谈论你的事情 都期待 你在太平师会上 为我大卫争光 你怎么能不去 左右侍郎开口 言语之中 充满着好奇 公务缠身 水车工程一日不解 大卫百姓 就要多一日挨饿 太平师会 在他人眼中是盛会 在许某眼中 比不上百姓 许清潇开口 如此说道 此话一说 三人再次惊讶 三位大人 下官告辞了 许清潇没有多说 朝三人礼拜 而后离开 房内 目送许清潇离开后 顾言不由感慨道 许守人 当真是我大卫清官 欣喜百姓 老夫敬佩 顾言此话 绝非夸赞 而是由心而言 对于天下文人来说 若有才华 都恨不得每日 参加这种文坛盛会 恨不得出尽风头 引来天下羡慕 可许清潇有如此大财 却愿意哭灯作伴 为百姓谋生 这如何不让他钦佩 另一处 许清潇朝着守人学堂走去 他面色平静 可内心却有些不悦 水车工程目前是 许清潇最在乎的东西 可没想到的是 有人在暗中阻止 三大商会逐利 坐地起价 这很正常 但一般来说 坐地起价 也不会在这个结果眼上 完全可以提前两日 显然是背后有人支持 同时 他们也愿意多要些银两 这有够恶心人的 可惜 对这帮商人 不能直接动刀子 不然的话 许清潇 不介意 再抄一批人的假 绝不留情 要好好想办法应对 三大商会 只怕是来者不善啊 许清潇心中自言 这又是一个麻烦 如此一来 这个太平师会 就更不能去参加了 纯粹浪费时间 守人学堂 许清潇回到家中 一名女子 正站在学堂之外 手中拿着一封信 当见到许清潇时 女子顿时走来 许公子 许公子 奴婢是白衣小姐的丫鬟 这是白衣姑娘 让奴婢交给您的信 女子走来 将一封信递给许清潇 神色紧张 毕竟眼前的人 乃是大卫万古才子 又是户部侍郎 她一个丫鬟 能鼓起勇气 将信封交给许清潇 已经很不错了 白衣姑娘 许清潇接过信封 然后点了点头 丫鬟便快速离开了 待丫鬟离开 许清潇拆开书信 书信文字秀美优雅 还有淡淡清香味 其内容则是致歉 难道真不是她 是我误会了 信中内容 完全是向自己致歉 说不知何处惹恼自己 还望自己不要怪罪之言 这让许清潇不由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认错人了 走进学堂内 许清潇随意找出地方 她皱眉沉思 白衣门相约自己前往桃花庵 而自己应约而去 按理说 第一时间 就会有人来与自己接头 如若担心太过于明显 不敢第一时间碰面 但至少也会给自己一点信号 或者是一点暗示 总不可能让自己猜 谁是白衣门的人吧 如若这个白衣 当真是白衣门的人 见到自己应该开门见山 没必要遮遮掩掩掩 浪费彼此的时间 可如若这个白衣 不是白衣门的人 那谁是 柳姑娘 不可能 自己与她有很多单独的时间 完全可以直接相告 那还是谁 王夫吗 那更不可能 真是白衣门的人 上来就找自己麻烦 脑子不是有问题 许清潇沉思 到最后 她闭上眼 开始回忆起昨日的一点一滴 从近桃花庵 每一个人 每一个画面 都在脑海当中重演 突兀间 许清潇睁开了眸子 是她 许清潇忽然猜到是谁了 一个毫不起眼的家伙 有一定可能性 如若真是此人 这个白衣门太脑瘫了 许清潇猜到一个可能性 但也不敢完全保证 只能等下次去桃花庵再说 现在没功夫也没时间去 将信拿起 许清潇回到房内 三大商会的事 必须要尽快想办法解决 水车工程 绝不可能因为这三大商会而止步 绝不 有时 许清潇点燃烛火 再认真看书 不过许清潇一心二涌 一边看书 一边思索事情 也就在此时 几道钟声响起 伴随着一道洪亮的声音 传遍大魏京都 太平师会 开宴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京都内烟火冲天 绚丽而美 百姓们望着天穷上的烟花 享受着热闹与短暂繁荣 整个黎阳宫 也在这一刻彻底热闹起来了 无数才子涌入黎阳宫内 美酒助持 音歌艳舞 终音成乐 有道不尽的繁荣 大魏文宫 四大书院的大人物都到齐了 前几日 女帝不会出现 最后三日才会出现 盛宴开始 众人观看歌舞 饮酒闲聊 随着文宫大儒至词完毕 一些奇异之人出现 表演幻术 让这番盛宴变得更加璀璨 入内的百姓 看得目不转睛 才子们也纷纷叫好 直至一个时辰后 宴会到了最期待的环节 第一日 由大魏文宫出题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以提作诗 异货作父 书写文章 最终评选出最佳之作 有朝廷奖赏 但对于天下文人来说 最大的奖赏 莫过于在盛宴之上亮相 随提而诗 穿插歌舞 以及一些适合大众的猜谜游戏 让盛会显得无比热闹 时间流逝 直至丑时 整个盛会持续了五个时辰 大魏文公 孙静安取来榜单 太平师会第一日 石家文人 第一名 大魏白鹿书院 赵安芝 第二名 陈国锦臣书院 李鹏 第三名 晋国三合书院 王阳兴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名字被喊出 上帮者皆显得十分兴奋 第一名是大魏才子 倒也说得过去 至少没有丢了颜面 不过石家才子 有七位是他国才子 大魏只占第一第七和第九 这份成绩并不好 但好在 第一中归是大魏的才子 不至于丢了颜面 只能说 没有达到预期想法 石家才子出列 朝廷给予皇室文房四宝 作为奖励 以及女帝亲笔勉勉之言 算是莫大的荣耀 而后伴随着终生 众人也纷纷退场 大部分百姓 还是有些流连忘返 毕竟明日 他们就来不了了 得换一批人 一住相后 黎阳宫安静下来了 大魏文宫 以及四大书院的大人物 还留在殿内 众人的表情 并不是特别好看 场面很安静 完全没有方才一丝丝热闹 石国 有辈来啊 过了一会 陈正如的声音响起 打破了寂静 此话一说 众人更加沉默 因为太平师会 是天下三大师会之一 也是大魏主持的师会 往年来 基本上第一天 十家才子 有七位都是大魏才子 甚至有几次 十个全是大魏才子 可今年却只有三位 甚至这排名第一 他们还略微偏袒一二 有人的文才不弱于他 足可以并列第一 但他们 还是偏向大魏 如若第一被 石国其他才子给夺走了 那岂不是成了笑话 不奢求明日 有什么好成绩 只希望 第一 还是我大魏之人 否则的话 就麻烦了 有人开口 是四大书院的院长 神色略显沉重 莫要悲观 即便明日失利 我大魏还没有派出 星云出场 若他出场 定能观待群雄 孙静安开口 丝毫不在意 认为 众人有些想多了 但愿如此 只是许清潇 为何不来参加 对方点了点头 但也好奇 许清潇为何不来参加 哼 民间有传言 他瞧不上太平师会 此等之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 孙静安冷笑道 此言一说 陈正如不由皱眉 孙如 这只是民间流传罢了 守人虽有些傲气 但不至于这般 身为大儒 应懂得谣言止于智者 陈正如略显不悦 是否谣言 还不一定 当然 或许也有一个可能 他知晓 星云也会来参加 所以不敢争风罢了 孙静安则冷漠开口 说到此处 他直接离开 丝毫不给陈正如面子 陈正如没有理会 而众人也不多说 纷纷离开 数个时尚后 黎阳公的太平师会 已经成为了大卫第一话题了 所有参加过的百姓 将太平师会赞到极致 更是引来无数人向往 但有一些声音 也随之出现 是石国才子的声音 昨日盛会 李兄诗词 明显不亚于赵安之 可大卫文公为了颜面 偏袒赵安之 这第一有名无实 虽能理解大卫文公之举 可这是诗会 应当以诗词为主 为其面子 故意打压李兄 当真是令人厌恶 我被读书人 应当实事求是 为了这面子 大卫文公有些不要脸了 不大不小的声音 在京都传开 石国才子并不满意 大卫文公的行为 毕竟他们更加认为 李鹏的诗词 胜过赵安之 可却屈尊第二 令他们十分不服 只是这毕竟是第一日 石国才子也能理解 这番话与朋友之间 发发牢骚 也就没什么 但或许是因为 没有注意旁人 引来一些大卫文人注意 当下发生许多争执 甚至更是有文人 相互对骂 惹来一些关注 后来刑部出面 进行调解 也就将此事按下作罢 不可否认的是一点 石国才子很不服气 直至今日有识 太平诗会第二日开始 如昨日一般 先是奏乐舞曲 而后出题作诗 每一个时辰都有相应安排 显得热闹无比 石国才子虽有不满 但在盛会之下 还是该痴痴 该呵呵 该笑笑 虚实 所有诗词已经收集 以大卫文公几位大卫为主 四大书院院长为府 众人也在审阅诗词 而后进行排名划分 但今日 又遇到与昨日一模一样的情况 第一之争 大卫才子的诗词 与唐国才子之诗 质量不相上下 如若究其比较 只能从字体来划分 但大卫才子的字体 略输一筹 一时之间 众人有些沉默 按常理来说 自然是定大卫才子为第一 可若真要叫真 那自然是唐国才子为第一 如若太平师会是在异国举行 他们倒也不会如此纠结 会直接选择唐国 可这里是大卫 女帝刚刚登基 大卫需要做一些事情 来提升百姓自信 弘扬国威 所以 参和政治因素 就只能选择大卫才子了 先不急 排名后面呢 陈正如开口 让众人先不要急着选出第一 看他后面再说 四大书院与大卫文公的几位 大卫点头 开始快速整列第二至第十 带整列出来后 众人神色更加不好了 因为第二至第十 没有一个大卫才子 也就是说 如若不选大卫第一的话 那今日散会之后 可就要沦为笑话了 黎月的诗词 感觉水平有些下滑 张琛的诗词 也有些下滑 本以为他们能占据前十之位 为何质量如此一般 还有一个人 叫陈兴和 一人写了十多首诗 每一首读平平无奇 怎么都是一些这种人敷衍 陈正如特意找来几份诗词 这些都是大卫有名的才子 不说能做出千古诗词 但至少入个前十没有问题 可找来一看 虽诗词不错 可对比他们之前所作诗词 有些下降 到了才子这个级别 任何一点点的下降 都至关重要 尤其是十国才子 这次还是有备而来的 并且还有陈兴和 一连写了十几首诗 都很普通 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或许是紧张 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太平诗会 松阳书院的院长开口 为其解释 众人微微点了点头 有这个可能 平日作诗是风雅之作 可能还更好一些 可真要在诗会上作诗 或许会因为内心紧张 再加上时间问题 有所下降 而十国才子 很明显是针对大卫而来的 其质量有明显的不一般 有些诗词 虽然进步了前十 可也算是佳作 怎么办 有人压着身问道 选大卫的吧 前十只有一人 如若还不拿第一 大卫颜面何存 孙靖安第一时间开口 做出选择 此话一说 众人有些犹豫 纷纷将目光看向陈正如 而后者显得很安静 他也在犹豫与纠结 选择大卫第一 这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怕十国才子不答应啊 只是如若不让大卫第一 那惹来的麻烦更大 选唐国吧 最终陈正如做出抉择 虽然有些不愿 可这没有办法 不可 然而孙靖安直接拒绝 陈如 若选唐国 今日之事 必要传至天下 到时天下人都要笑话我大卫 选大卫 孙靖安斩钉截铁道 可如若选择大卫 岂不是不公 陈正如咒眉道 有何不公 门心自问 这两手诗词质量本就不相上下 这次诗会 比的是诗词 又不是字体 如若大卫的诗词 的确不如唐国 老夫绝对不会多说一句 可本质上 两者的确没有问题 孙靖安如此说道 而其余人也忍不住点了点头 看到众人点头 陈正如叹了口气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了 他因诗词 我来书写排名 孙靖安怕陈正如临时反悔 故此 他亲自接过书写排名之事 就如此私的时辰后 终于 盛宴结束 依旧是孙靖安出场 持着榜单 缓缓开口道 今日试题十家之作 第一名 大卫月禄书院 樊浩广 第二名 唐国金阳书院 曹新炎 第三名 北国平阳书院 仲若 孙靖安的声音响起 宫内太监们 拿着已经踏印好的诗词 展示给众人观看 而待孙靖安念完之后 撵了撵胡须笑道 请十位才子出列 领取赏赐 他声音落下 人群当中 有人站了出来 是大卫才子樊浩广 他脸上满是笑容 眼神之中 更是有遮盖不了的兴奋 可下一刻 有声音响起了 这樊浩广的诗词 好像不如朝胸啊 声音响起 当下又引来几道声音 是啊 两者诗词虽然都是上上之作 可明显朝胸的诗词 更胜一筹 不止如此 朝胸不但诗词极好 而且字体优美 再看樊兄的诗词 虽然也不错 可字体明显不如朝胸的 孙儒 这排名是否有误 还望孙儒重新核识 对 重新核识 一道道声音响起 绝大部分是十国才子的声音 他们没有发难 而是质疑 紧接着让大儒们重新审核一遍 可此话一说 却惹恼了大卫文人了 我倒觉得 樊兄之诗 力压朝新年的 至于字体 这哪里有什么问题 是啊 而等难不成是输不起 排名前十 有九位是十国才子 我大卫没有就没有 可这第一 是我大卫才子的 就是我大卫才子的 你们若是输不起 何必来这里丢人现眼 一些声音响起 带着不悦 毕竟十家文人 只有一位是大卫文人 他们已经有些不悦了 可没想到 这十国才子竟然如此嚣张 非要把大卫踩在脚下 才开心吗 可笑 我等怎输不起 只是 是一便是一 是二便是二 这两首诗词质量上不相上下 只能从其他来判断 不行就是不行 难道 大卫还不让人说 输不起 也是可笑 我等精心准备数年 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排名 是一就是一 若是这样 那何必举办这个盛会 直接写上大卫第一就行了 浪费时间 先有狂生许清潇 出言不逊 羞辱我等十国才子 如今排名不公 大卫就是这般强势的吗 明白了 学到了 算了 我等走吧 如此不公 还不如不来 走走走 这个奖赏有很意 不如人就是不如人 还以为 大卫乃是三大王朝之一 可没想到 也是这般弄虚作假 诸位 走 十国才子们开口 一个个冷笑不已 到最后 不知是谁戴了个头 直接转身离开 显得傲气凌然 当下 一道道身影离开 十国才子极其不给面子 这也是文人傲骨 纷纷离开 宴席上 孙静安脸色难看 而六部尚书 大卫官员 文公大儒 四大书院院长 一个个也脸色不太好看 太平师会 如此重要的盛会 这些人竟如此傲慢 这不是 在打大卫的脸吗 百姓们看到这一幕 也有些恼怒 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群人 输不起 十国才子 有点气量行不行 真是可笑 不来就不来 还怕等 大卫文人忍不住开骂 这件事情 毕竟还没有盖棺论定 结果 这些人说走就走 一点面子都不给 他们怎能忍住 赛艳 也就在此时 陈正如开口 脸色略显难看 很快 大卫京都内 各种声音响起 引来巨大的反响 大卫不公 为其面子 不是才华 可笑可笑 如此盛会 大卫却这般勾结 是我等读书人为蝼蚁 我被读书人 修浩然正气 未曾想到 堂堂大儒 扭曲事实 当真是侮辱大儒二子 这般盛会 不去也罢 这是诗国才子的声音 他们愤怒无比 认为不公 诗会诗会 本身就是诗词之会 揪其字体 而等当真可笑 鸡蛋挑骨头 而等是来参加盛会 还是来挑刺的 输不起 就输不起 诗家文人 九位不出自大位 这还不公 那怎样才是不公 是啊 诗人有九人 是你们 还要如何 难道你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大卫不如而等 大卫文人也来了火气 本身就是诗会 大家比的是诗词 又不是比谁写字好看 再者了 事情还没有定夺下来 你们当场就走 一点面子都不给 这不是在打大卫的脸 一群蛮夷 双方火气很大 百姓们也有些火气了 说的没错呀 诗词质量都差不多 你纠结字体干嘛 是比谁写字好看 还是说比谁诗做得好 再者 这般不给面子 属诗有些过分啊 凭良心说 前十有九个 是你们诗国的人 这还不行 还要怎样 非要踩在大卫脸上才开心 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 一时之间 百姓们有些仇视 这些诗国读书人了 主要原因还是 他们也不听解释 直接走人 一点脸都不给 那你不给 这些百姓也不给了 有些客栈掌柜 直接亲人 都给我滚一边去 有些酒楼 直接贴了告示 拒绝他国人入主 一些文人 更是冷笑讥讽 一瞬间 矛盾瞬间拉满 很快就发生了斗殴事件 刑部官差 在这一天 不知道多忙碌 到处去调节 而大卫朝廷 也在第一时间下达命令 不允许仇视他国之人 毕竟大卫是礼仪之帮 玩这个就没意思了 后来 大卫文公让华星云出面 他周游列国 与许多国家文人有关系 他出面调和 上面并不希望 闹得太难看 不得不说 华星云的确有手段 将十国才子聚集 而后设宴道歉 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既说了根本问题 也提到了 他们昨日翻脸的事情 功过相抵 今日照样赴宴 过往不咎 至于昨日的排名 朝廷也在重议 盛会结束后 会给一个交代 这番话说出 十国才子略微萧起 算是止住了矛盾 但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 华星云今日会赴宴 十国才子 这才消下怒火 毕竟如若能在太平师会上 压住了华星云 那什么都好说了 所以 今日盛会 无论是大卫文人 还是大卫百姓 亦或者是十国才子 以及各国藩帮 都充满着期待 而守人学堂中 户部尚书顾言来过 刑部尚书张静来过 甚至吏部尚书 陈正如也来过 还有慕南平兄妹二人 甚至陈兴和也来 劝说许清潇赴宴 可统统被许清潇拒绝了 师弟 这次的太平师会 闹得有些不太好了 你要是不来的话 只怕真的难以收场啊 陈兴和开口 在一旁苦口婆心 这三日 他都去了 每次都积极写诗 可一首都没选上 或许是十国才子 有心准备 自己屈尊第十一 也很正常 至于为什么知道自己第十一 陈兴和有这个自信 师兄 就莫要劝了 我真不去 许清潇有些脑阔疼 今天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都劝自己去 可问题是 自己去哪里干什么啊 吃饱没事干吗 这么多正事要处理 跑过去装个壁 大哥 你们装壁是爽 可我没时间啊 我要是处理不好这件事情 我会掉脑袋的啊 许清潇很无语 要是没事 他可能会去 可现在是这么多 浪费时间啊 唉 陈兴和有些无奈 可惜师会是出题的 要是不出题 他甚至都想过 找许清潇写一首诗 拿过去装壁 可惜啊 可惜啊 陈兴和眉不劝了 不打扰许清潇 看时辰不早了 再次出发 去赋宴 今日多写一点 总不可能 一手都过不了吧 有时 这是第三日的太平师会 不过与之前两日不一般 前面两次 大家都是高高兴兴 可今日却显得 有些沉默和严峻 昨日 十国才子如此不给面子 今日谁还笑得出来啊 十国才子所作所为 就如同给了大卫一巴掌 这要是还能笑出来 那就有了鬼 大家都很沉默 哪怕是歌舞表演 也引不来众人欢笑 所有人都希望 时间快点过去 直接到写诗环节 然后马上公布 一个时辰后 这一次是陈正如出题了 本次以宴会为题 每人一首诗 不可多写 陈正如开口 与昨日一般 但额外加了一条规则 众人有些好奇 不知为何 加上这条规则 难不成有人一口气 写两首诗 还有 这题莫名有些 难啊 宴会 为何出这道题啊 众人更加好奇 只是好奇归好奇 但很快众人 还是立刻动笔 宴席上 陈正如等人 纷纷将目光 落在华星云身上 而华星云 的确不负众望 他提笔落字 刹那间财气涌动 白纸落字 绽放金色光芒 好 一字千金 一字千金 极座 极座 这一刻 不少人开口 当看到华星云落字 绽放金色光芒 瞬间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了 一字千金 是诗词的一种象征 比不上千古诗词 但也是极座 难得的极座 这一刻 石国当中 许多才子皱眉 面对一字千金的作品 他们自然有些感慨 也升起了无力感 大部分的作品 写完之后 由大儒来评价 而这些作品 哪怕是佳作 也只限制于诗词 可如若能引来异象 这就是天地认可 一字千金 就是一种认可 网上便是镇国诗 再网上 则是千古名诗了 不说千古名诗 镇国诗都难啊 不仅仅是百姓 六部尚书 大卫文公大儒 四大书院院长 在这一刻 也彻底松了口气 脸上满是笑容 可就在此时 哄 如雷一般的声音乍响 这一刻 人群当中 一名英俊男子 浑身上下涌动财气 滚滚财气涌入纸张当中 爆发出如雷一般的声音 直接将华星云 手中的诗词震散 下一刻 白纸上的文字 化作光芒 跃出纸张 朝着天穷飞去 每一个字不断倍增 足足有百丈之大 悬挂于大卫上空 当下 诸位大儒 以及六部尚书等人 脸色在一瞬间 变得十分难看 因为 这是镇国诗 死 李恩兄写出镇国诗了 这是南国横鲁书院的李恩兄 李兄大才 死 竟写出镇国诗来 李兄当真大才也 哈哈 没想到 李恩兄 竟然能写出镇国诗 今日尽兴 今日尽兴啊 好 好 我倒看看 今日还有没有人敢说 这首诗不行 诸位 这首诗 不可能只排第二吧 诗词镇国 李兄 这才是万古大才啊 如若今日李兄这诗 还排第二 那这大卫以后不来也罢 这还排第二 要排第二 那我以后就不读书了 去耕田算了 不一定啊 得看几位大儒 答不答应 石国才子 在这一刻 瞬间沸腾起来了 他们兴奋 同时也讥讽昨日的事情 而大卫才子们 则一个个脸色难看 华星云也有些不悦 只是没有多说 至于大卫百姓 更是一个比一个沉默 在自己的地盘上 输给了对方 你说气不气 还这么阴阳怪气 可笑 能不能第一 还是未知数 是啊 这么快就确定了吗 还有几个时辰呢 有些百姓不服气 忍不住开口 只是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 更多声音响起了 这还不是第一 镇国师啊 而等为何如此嘴硬啊 只要大儒们稍微秉公一点 这就是第一 镇国师不第一 什么第一 一字千金吗 难不成还有千古名师 哦 我懂了 你们是想说 许清潇还没来对吧 他来不来都一样了 许清潇再厉害 能随便做出千古名师 变嘴硬啊 承认自己差有那么难吗 十国才子们轮番开口 文人本来就傲气 而且嘴皮子厉害 一番话说的诸多百姓 面红耳赤 许万古不来 是因为瞧不上的 不然 你们真以为他不来吗 是啊 许万古千古名词 千古名言 千古第一篇文 而等有吗 就是 带许万古来了 这第一不第一 还真是个未知数 百姓们开口 甚至不少大卫文人 也忍不住开口了 其中 还有一些大卫文工的人 虽然他们不惜许清潇 可到了这个时候 不可能不支持许清潇啊 陈如 学生愿再做一首诗 不知可否 此时 华星云忽然开口 他想再做诗一首 一瞬间 众人眼睛亮了 有些激动 诗国才子一个个皱眉 毕竟华星云的才华众人 还是懂的 或许真有转机 华兄 陈如都说了 一人献一首 倒不是害怕华兄 做出什么誓词 只是 这样不符合规矩吧 也就在此时 有人开口 认为不符合规矩 拿着一点 毒死对方的路 果然此话一说 众人脸色一变 陈正如也有些郁闷了 他之所以 限制一人一首 是因为 有人一口气写了十几首 所以才加了 这个限制 可没想到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现在的局势很尴尬 如若答应下来 就算做出更好的诗词 诗国才子 也绝对不答应 可不答应下来 今日 就输得太彻底了 昨天的事情 大家都有积怨 大卫输了 只怕会惹来麻烦 规矩便是规矩 不过石神的确没到 等三宴再定 诸位不要停 写吧 陈正如开口 不更改规矩 但他还有唯一的希望 此话一说 石国才子更是效益浓胜了 而此时 陈正如在侍卫耳边 压着声音道 快去守人学堂 请许清宵来 他声音不大 可充满着坚决 四大书院 大卫文公 包括许多百姓 都看到了这一幕 石国才子也看到了 听不到陈如说什么 但所有人都猜到了是什么 当下 侍卫动身 立刻离开 而陈正如既是担忧 也有些脑目 这个陈星河到底是谁啊 害人害解 此时 盛宴上 总算是有笑声了 不过都是石国才子的笑声 大卫百姓 大卫文人 显得异常安静 形成了两极分化 但所有人都在得 等许清宵来 很快 黎阳宫的事情 也传至大卫京都 所有百姓得之后 也不由心情沉重起来了 快去守人学堂 请许清宵来啊 这一刻 大卫京都 无论是读书人 还是百姓 唯一的念头 就是这个了 因为这是唯一的希望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2章 笔来 大卫京都 黎阳宫内 随着一首正国诗出现 石国才子都兴奋起来了 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 可眼下所在的位置 是在大卫 大卫是无上天国 石国是大卫的附属国 可那是以前 如今 石国发展迅速 再加上大卫没落 若不是留下来的底蕴 太过于雄厚 石国还真说不定会选择脱离大卫 但这种事情牵扯太大 想要真正脱离大卫 需要完成好几件事情 文化底蕴 经济底蕴 军事底蕴 必须要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之一 才有资格跟大卫谈条件 如果三个都满足了 可能直接脱离 都不带任何犹豫 眼下太平师会 大卫就是文化底蕴的反击 大卫自称圣人正统 毕竟第五代圣人 就是出自于大卫 大卫文工也在京都之中 这种文化压制很恐怖 天下读书人 都要遵大卫为正统 尤其是诸圣一脉 如此一来 文人以大卫为荣 这样的话 若是石国想要脱离大卫 或者是背叛大卫 国内的文人 岂能容忍 可如果能反制大卫 那就不一样了 在各种圣会当中 如若石国才子能压过大卫才子 如此一来 完成文化超越 树立百姓自信心 树立文人自信心 到时候真脱离 或者是造反 直接来一句 大卫虽有圣人 可却不遵圣道 瞧瞧他们这些年的实力 一代不如一代 反倒是我们 撑起了圣人门面 我等不屑于其为伍 在文化上站住了脚 国内文人一听这话 您还别说 真有道理 剩下的就是军事上 和经济上的问题了 不需要超越大卫 只需要有资格脱离就好 也不怕大卫派一品武者 因为突携王朝有一品武者 出源王朝也有一品武者 真动用了一品武者 人家不会放任不管的 这就是制衡之道 黎阳宫内 石国才子兴奋无比 一个个高声笑语 生怕大卫文人和百姓 听不见一般 李兄 当真不愧是唐国第一才子 师出镇国 好 好 好 我等敬李兄一杯 师辞镇国 能在这般宴会之上出现 由此可见 如若李兄灵光一闪 或许师出千古 没错 一般来说 在这种盛宴上 才子允具 会有才欺压制 想要做出千古名师 很难很难 镇国师已经是极限 如若今日只是偶然聚会 李兄再有一点点灵感 千古名师 也不在话下 石国才子纷纷赞叹道 他们岂能不知道 大卫现在在想什么 无非是想将许清霄喊来 毕竟许清霄 可是做过千古名词 满江红 千古名言 以及千古第一篇文的存在 这等大才 虽然他们口头上喊着 不过耳耳 可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但嘴上肯定不会认输 再者 人们总会给自己找诸多理由 他们认为 许清霄有才华不错 可都是偶然天成 属于灵光一闪 有实力是有实力 可运气成分也多 可在太平诗会这种地方 就完全不同 因为这是正式的诗词大会 天下文人聚集 才欺压制 或会紧张 或会被影响 也有先天压制 所以在这种场合做出的诗 多多少少会被压制一些 这个说法 倒也不是瞎编 因为古今往来 能在这种极艳之上 做出千古名诗的 几乎没有 才气压制 实际上存在 当然 还是要看诗词质量如何 文豪可破 人群中 李恩喝了口酒 他内心极其激动 哪怕表面上始终平静 可喝酒时 微微颤抖的手 却出卖了 他不平静的内心 郑国诗 郑国诗 能在这般极艳上 做出郑国诗来 他这个唐国第一才子的身份 实打实坐稳了 甚至凭借这首诗词 可带来大量的才气与名气 举国之力 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大儒 若真是如此 自己这辈子也满足了 李恩是很兴奋 若不是有人在此 只怕他会高呼几生万岁 郑国诗啊 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荣誉 而现在更是在太平诗会上 做出郑国诗来 这如何不让人兴奋 他的名字 只怕明日一过 便会响彻整个天下 突携王朝 出源王朝 包括大魏王朝 一句天下何人不识君 道尽一切 李兄之才华 我被当真敬仰 今日一过 只怕天下人都知晓李恩之名啊 有人走来 敬酒一杯 发自内心感慨 客气 只是灵光一闪罢了 李恩倒也谦虚 至少是跟自己人比较谦虚 李兄 莫要谦虚 我被读书人 有才华便就是有才华 何须如此谦虚 是啊 莫要谦虚 免得人家瞧不上我等 还说 我等 都是臭鱼烂下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没瞧见几位尚书 还有诸位大儒的脸色都变了吗 十国才子是抓住机会就嘲讽 他们昨天受了一肚子的气 甚至各大商户客栈掌柜 都不允许他们入住 这奇耻大儒 他们怎会放过 而台上 六部尚书的确有些脸色难看 因为他们羞辱的不仅仅是文坛 更主要的是 他们羞辱了大卫 给了大卫一巴掌 身为六部尚书 怎能不怒 而文公的大儒们之所以愤怒 其原因也很简单 十国才子荡 真是越来越膨胀了 他们大卫文公 乃是天下文人之正统 按理说 全天下的才子 都应该尊重大卫文公 可没想到 竟然这般讥讽 至于大卫的读书人和百姓们 一个个是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现在 只期望许清潇到来 这是唯一的希望 十国才子 这般表现 看来 这次隐藏着其他事情了 陈兴大儒静静开口 他没有什么愤怒 目光平静到 觉得这件事情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昨日诗词排名 我等的确没有偏心 诗词大会 彼得便是诗词 可这帮人 却以此闹腾 这背后肯定有推手 又有一位大儒赋言 认为 陈兴大儒猜想不错 眼下暂且不管是不是有推手 这件事情 如若不处理好 对大卫来说 很麻烦 陈正如出生 他不在乎 后面有没有推手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力压十国大财 守人何时来 此时 刑部尚书张静开口 在场所有人 他是最认为 许清霄能镇压这帮肖小之辈 所以显得迫不及待 已经派人去了 估计快了 陈正如急语回答 众人稍稍放下心来 虽然说 许清霄 不一定能做出千古名师 但有一说一 他确实可以给众人带来希望 而人群当中 有人来到李恩面前 压着声音笑道 李兄 你现在可谓是风光无比啊 诸位瞧瞧西南方向 这个女子清国清城 却一直望着李兄 看来 李兄今日有艳福啊 有人开口 带着一些笑意 刹那间 不少才子朝着西南方向看去 哪怕是李恩也不由看向西南方向 的确 西南方向 有一位白衣女子 竟近立在不远处 女子用白纱遮盖面容 但依旧遮盖不了这清国清城的气质 以及那令人心神荡漾的身段 感受到女子的目光 李恩心中更是喜悦万分 他一时之间 竟然醉了 已经开始幻想晚上的故事 不过 眼下盛宴还未结束 他也不能上前与其交谈 等宴会结束后再说吧 也就在此时 大卫京都 守人学堂 许清潇哭灯作伴 脑海当中 已经浮现几条计划 但每一条都被许清潇否决了 三大商会坐地起架 他必须 要想出一个办法 一个能完美解决的办法 既要三大商会 老老实实给材料 而且还要让三大商会 把价钱降低 而且是极低 甚至是亏本 办法很难 但许清潇 最不怕的就是难题 实际上许清潇 已经想到了不少办法 可这些办法 对付三大商会简单 但想要对付三大商会幕后的人 就有些不够看 许清潇想过一个办法 查睡 查一批搞一批 但问题是 天高皇帝远 这三大商会 给不给你税收账本 是一个问题 即便是陛下下旨 把账本给你了 肯定是假的 真账本你怎么找 派人去 人家马上行贿 不接受行贿 美色接受不接受 不接受美色 你总有喜欢的东西吧 什么都没有 那就送你回家 什么 皇帝派人查案 居然死了 你问我怕不怕 怕呀 但关我屁事 又不是我杀的 他就没仇人 他就不惹事 跨省跨军办案 说句不好听的话 女帝手上没权 在人家地盘 给你面子叫一句陛下 不给你面子 你算什么东西 再加上幕后黑手的制止 真要敢一刀切 保证让你内乱不止 这横啊 这横啊 此时此刻 许清潇总算是明白 皇帝没权是一件 多难受的事情了 要是五英军权都在女帝手中 再把藩王统统收拾一遍 到时候 害怕扩刀大幅 商会赶做地起架 把你家抄了 回头马上有新的商人补回来 一族敢避避一决 一到圣旨 各地藩王去砍人 还不需要动用朝廷的力量 藩王不干 那就干藩王 这就是掌握权力的好处 如今的大卫 百废戴新 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 江山设计摇摇欲坠 而想要稳固江山 就必须要权力集中 大卫只有一道声音 否则的话 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被无限阻碍 无限推迟 所以 这一刻 许清潇明白 为何女帝如此看重兵符了 到了这个程度 许清潇回想起来 如果自己是皇帝 只怕也会这样做了 没有兵权 做什么事情 都要思前想后 每一步都是兢兢战战的 生怕一不小心走错 因为留给大卫犯错的机会 不多了 脑阔疼 脑阔疼 脑阔疼啊 许清潇 的确感觉脑阔很疼 现在的问题 愈发严重 三大商会坐地起价 朝廷肯定不会答应 户部也不会答应 但材料就在人家手中 不给你用能怎么样 出来谈判谈价格 少说一个月的时间 等谈好价格以后 大胃吃亏 越想越难受 而商人们也绝对会搞事 有人就是不希望 水车工程能快速铺展开来 这样一来的话 半年 甚至是一年的时间 都做不到推广水车 而留给自己的时间 也不多了 想到这里 许清潇不由闭上眼睛 他现在有些心烦意乱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爆 许大人 丞相请您去黎阳宫一趟 赴宴太平师会 声音响起 是一名侍卫的声音 在守人学堂内 请求许清潇前往师会 不去 不去 告诉陈尚书 许某身体不适 不去 听到这声音 许清潇直接开口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赴宴 不去不去 许大人 如今十国才子 在太平师会耀武扬威 大卫文坛颜面无存 还望许大人去救场啊 侍卫的声音响起 充满着焦急与渴望 而房内 许清潇却微微皱眉 师国才子 在太平师会耀武扬威 华星云呢 他不是也去了吗 许清潇不禁问道 许大人 华大人是去了 他诗词一字千金 算是极座 可却被镇国师押住 华大人想要做师两手 可陈丞相之前拟定规则 一人最多只能做一首师 所以 华大人没了资格 眼下整个大卫 也只有您 才能压住这十国才子啊 侍卫激动说道 然而许清潇眉头 更加紧锁 一字千金 听起来的确有些不错 可许清潇后来 对华星云有所了解 是一位大才 而且是绝世大才 怎么可能 才只做一首这样的诗词 这有些不对劲啊 但想了想 应该没有真正用心 刘友后手很正常 回去告诉丞相大人 徐某有公务缠身 不去了 再说一句 大卫文工人才几几 也轮不到徐某去 许清潇给予了回答 说好不去就不去 再者也给大卫文工一个教训 不是天天瞧不起自己吗 不是天天觉得自己是圣人正统吗 现在连十国才子都压不住 就这 徐大人 侍卫再次开口 而许清潇的声音 在这一刻冷下来了 回去通报即可 声音响起 后者一愣 但想了想 最终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了 目送侍卫离开 许清潇倒也不在乎这个 失利就失利 也算是给大卫文工一个教训 免得一副天下无敌的姿态 装给谁看 这还真不算报仇 许清潇没这个想法 水车之事 是当务之急 一 涉及到天下百姓 二 涉及到自身安危 这就好像 自己现在深陷泥潭之中 第一时间不是想着去自救 而是想着晚上去哪里吃饭 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不去 许清潇有自己的理由 也相当于顺便给大卫文工一个教训 别总觉得 自己天上地下无敌一样 黎阳公 侍卫从守人学堂归来 而后快步来到陈正如身旁 当然 许大人说 他公事缠身 来不了 侍卫压着声音说道 而自从他进来之后 石国才子也注意到了 实际上 他们也有点担心 许清潇 毕竟许清潇的威名 还是有 万一真做出千古诗词 那今天就有些丢人了 所以 石国才子也不说话了 截然看向陈正如 此话一说 陈正如面色平静 点了点头 一语不发 石国才子有些好奇 甚至派人出去看看 许清潇有没有来 很快 结果出现了 外面没有人 许清潇没有来 当下 不少声音响起了 许清潇没来 好像没请来许清潇吧 嗯 应该是没来 人们小声议论 也不敢太大声 宴席上 孙静安的声音响起了 这个时候 他也不出面 孙静安皱眉 得知许清潇不来 第一反应 很不开心 觉得许清潇是有意的 他来与不来 是他的事情 谁规定了 他一定要来 户部尚书顾言 忍不住开口了 这孙静安实在是有些官威啊 人家许清潇不来就不来呗 说不定有其他难言之意 不来就不来 凭什么就一定要来 当然 顾言 这是为许清潇出头 实际上 他也希望许清潇前来 呵 我算是看明白了 许清潇 的确有才华 可今日有人做出郑博诗 他不敢来了 孙静安冷笑一声 也不接顾言的话 而是讥许清潇 此话一说 不少人微微皱眉了 这孙静安 的确有点问题啊 人家不来 说人家怕了 这话要是石国才子说 他们也就忍了 自己人说自己人 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就这么恨许清潇 孙儒 到了这个时候 还自己人说自己人 你可真是个大儒啊 刑部尚书张静不由开口了 这太恶心人了 如果许清潇听到这话 他就算是有实力 估计也不会来了 神经病吧这是 孙儒 说话注意一些 身为大儒 贬低自己人 你是何居心 在这一刻 陈正如也不禁开口 他脾气很好 可听孙静安这话 实实在在 有些被恶心到了 三位上书态度一致 让孙静安内心不悦 但他也知道自己 的确却说错了些话 所以 没有回答 行了 这个时候就不要争吵什么了 今日只怕已成定局 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要不让星云再做失一手 虽有些丢了颜面 但至少能捞回一些 四大书院之一的院长开口 提出这个建议 不可 陈正如直接摇了摇头 如果再让华星云作诗 即便是 做出了绝世佳作 又能如何 石国才子 本身就有怨言 这要是在破坏规矩 大卫的颜面 当真就没了 算了 老夫亲自去找 许清潇一趟 这一刻 张静奈不住性子了 他打算去找 许清潇一趟 可一瞬间 户部尚书顾延 拉住了他 守人有他的打算 顾延压着声音道 此话一说 张静沉默了 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许清潇为何不来 难道真是义气之争 不是 大是大非 许清潇还是懂的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许清潇 自己也没底 所以他才拒绝 是啊 想想看 的确如此 谁能保证 许清潇 就一定能 做出千古诗词 人家郑国诗 已经出现了 你上来 就算你做出郑国诗 那反而更麻烦 到时候 选许清潇也不是 不选许清潇也不是 大魏今日 是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而十国的大才们 在看到 陈正如等人的表情后 差不多猜到了 一些什么 许清潇不会来了 他不敢来了 对 他不敢来 有郑国诗在 谁敢来 许清潇有名气 这种人 绝对不会冒险的 十国才子 小声议论 认为 许清潇不敢来 因为想想 也的确是 有一首郑国诗在此 谁敢来 处之眉头 谁来谁死啊 就算你也 做出郑国诗 又能如何 之前两天 发生的事情 已经惹了重怒 如若今日 还是这般的话 这帮人 绝对不会答应 随着众人议论纷纷 很快声音 逐渐大起来了 原来 这就是大魏万古之才 连赋宴的勇气都没有 是啊 我还以为 这万古大才有多强 没想到 就这 万古大才 哈哈哈哈 也不要笑话 许清潇还是很聪明的 有郑国诗在前 他畏惧也正常 有些声音 格外的刺耳 引来百姓们愤怒 这一句话大才 在这一刻 刺耳无比 人群中 笑得最大声之人 便是王夫 不过 哪怕是唐国第一才子 李恩 也露出了得意笑容 大魏百姓看在眼里 这爽朗的笑声 也传到了宫外 此时此刻 大魏京都 各个街道当中 也显得有些安静 毕竟黎阳公 未报来喜讯 大魏文坛 遭到这般打击 百姓们又怎能笑得出来 街道当中 酒楼内 显得格外安静 他们寄托希望与许清潇 可许清潇没来 其实 百姓们也明白 许清潇的苦衷 有郑国诗在前 许清潇就算才华横溢 总不可能失失千古吧 总有发挥 和发挥不好的时候 谁有信心镇压郑国诗 让大如来 都不敢说能镇压 而就在此时 离阳宫内 一道身影 悄然无息地离去 是陈兴河的身影 一刻钟后 守人学堂 李广孝看着 黎阳宫的位置 而后夜观天象 不由叹了口气 大魏文坛 要遭受一次致命打击啊 李广孝心中自言自语 实际上 他一直在关注 黎阳宫的事情 一开始 他也认为 许清潇若是出场 必能镇压对方 可现在回头想了想 并不是许清潇不行 而是许清潇在众人心中 地位太高了 以至于认为他无所不能 可实际上呢 许清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 一定能做出千古诗词啊 有郑国师在前 许清潇的压力很大很大 他拒绝不去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去至少给大魏 保留了最后一点希望 若是去了 还败了 那就彻底完蛋了 所以他支持许清潇不去 可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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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去黎阳宫吧 你要是再不去 石国才子 不知道得有多嚣张 陈兴和的声音响起 他跑回来了 想要说动许清潇 房内 许清潇依旧在思考对策 本来已经有了一些思路 然而随着陈兴和的声音响起 思路再次被打断 唉 如若来者不是陈兴和 换作任何一人 许清潇都要说上几句 要不要这么烦人啊 可自己师兄来了 许清潇也只能起声苦笑 师兄 我真不想去啊 我现在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师会 拜了就拜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许清潇开口 语气颇有些无奈 师弟 拜不对啊 这要是拜了 咱们大卫就真的没脸了 你知道 石国才子 怎么羞辱咱们的吗 他们说 大卫文坛不过耳 他们骂你 说你已经被吓破胆子了 不知道多得意和嚣张 师兄看不惯 陈兴和出现在房内 气呼呼道 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嘴长在他们身上 难道还能控制他们 许清潇倒是不在意 这种话 他听太多了 又不是第一次 师弟啊 你怎么就不明白 太平师会 影响的不仅仅是大卫文坛 还有大卫百姓啊 现在多少百姓 期盼你出现 如若今日 我等拜了 那以后 大卫百姓走出去 简直是没了脸皮 陈兴和有些无奈道 大卫文公 一直自称圣人正统 百姓引以为傲 可如今 若是被十国才子压住 那以后 还有脸说这话吗 只是不等许清潇多详 陈兴和的声音 再次响起 师弟 我问你一句话 你如实回答 你有没有信心压过脸 就是写证国师那人 要是你没信心 当师兄没来过 你要是有信心 就跟我走 他脸色无比认真与严肃道 面对陈兴和这般询问 许清潇本来是 想要随便应付 但想了想 还是叹了口气道 十国才子 这次赋宴 竟然有精心准备 可大卫文坛 这一次却突然微弱 师弟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不想汤浑水 至于能不能压过 师兄 他们有一句话 其实说得很对 我不赋宴 的确觉得 他们是一群臭鱼烂虾 许清潇认真回答 而陈兴和一愣 好家伙 自己这师弟装逼技术 是越来越熟练了呀 可他们 已经写了郑国诗啊 陈兴和忍不住说道 哼 然而 许清潇没有回答 只是冷笑一声 郑国诗 郑国诗算个屁啊 他脑海当中 随便一手读 不止郑国诗吧 不过还是那句话 自己现在麻烦很大 不想去赋宴 再加上也确实 要让大卫文公挨一鞭子了 可不要觉得 自己天下第一 看到许清潇这番表情 陈兴和鸣雾了 师弟 你既然如此有信心 就去啊 管他什么 有没有蹊跷 快去吧 陈兴和说完 就要拉着许清潇 而许清潇 却苦笑着摇头 师兄 师弟心意已决 不去就是不去 除非陛下下旨 非要让我去 不然的话 我不去 许清潇态度坚决 而陈兴和 则在一旁 苦口婆心地劝说 然而就在此时 火房内的李广酵愣了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猜错了 许清潇 不是害怕郑国师 就是单纯不想去 好家伙 这可不新啊 下一刻 他取出一张新的天纸 快速落笔 紧接着将天纸 放在蜡烛上燃烧 伴随着一缕缕 云烟消散 接近一刻钟后 终于 许清潇说服了陈兴和 也算是彻底松了口气 同时内心也有些浮躁 但好在 终于事情解决了 自己可以安静 制定计划了 可就在陈兴和 刚刚走出房门的刹那间 一道声音 再次打破宁静 许清潇皆指 陛下口谕 太平师会 乃文人圣会 关乎大魏颜面 令 户部侍郎 许清潇 赴宴作师 无论成绩好坏 但不可逃避 倾此 随着太监的声音响起 房内 许清潇愣了 陈兴和也愣了 陛下还真下指了 师弟 陛下下指了 师弟 你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作甚 陈兴和十分激动 折过身来开口 但发现 许清潇的眼神 有些古怪 没什么 许清潇摇了摇头 而后起身到 沉 接指 说完此话后 许清潇又回到房内 将满是涂鸦的白纸 放在烛火上燃烧 唉 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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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有病吗 一个师会而已 干嘛都这么在乎 师宝没事干嘛 大卫文公不是挺有能耐的吗 许清潇真的很气 所有的计划和思路 全部没了 接二连三被打断 不生气才有鬼 等白纸化作灰烬后 许清潇冷着脸走出房内 朝着守人学堂外走去 副手而行 面色十分不好看 师爹 等等我 陈兴和在后面追赶着 很快 当许清潇离开守人学堂后 来到西南长街 这里灯火通明 百姓商贩 文人雅客 家人小姐 原本应该是十分热闹的场景 可现在却显得极其安静 但随着许清潇的出现 一时之间 人们惊声起来了 许清潇来了 许大人来了 这是许大人 百姓们眉头紧锁 都注视着黎阳公 突然有人发现 许清潇来了 一时之间 引来无数人注意 当下各种声音响起 许多百姓 更是露出激动之色 一些文人 更是看向许清潇惊讶 而一些女子 看到许清潇的面容后 也不禁一直凝视 快点给许大人让调道 许大人 这是要去黎阳公 速速让道 给许万古让道 还愣着干什么 给许万古让道啊 下一刻 百姓们立刻大吼 因为街道人极多 阻拦了许清潇的去路 所以有人开口 让大家让道 刹那间 百姓们自觉让道 没有一点不服 同时更是高呼道 许大人 压一压 十国大财的锐气 许大人 您来了 咱们就有希望了 许大人 我看好您 百姓们兴奋 各种声援 而许清潇 也朝着百姓抱了抱拳 他速度很快 心情很不爽 可对百姓面容上 还是要保持温和 一路行走 许清潇的牌面很大 西南长街 所有人都自觉让道 只怕整个大魏 也只有皇帝有这个牌面 等等我 等等我 陈兴和在后面追赶 许清潇的步伐太快了 所以他有些上棋不接下棋 随着陈兴和的出现 不少人不由开口 好奇陈兴和的身份 这人是谁啊 还能是谁 肯定是许大人的书童 对对对 肯定是许大人的书童 这书童 长得也蛮俊俏啊 嗯 配得上许大人 百姓们议论 只可惜陈兴和听不到 因为他还在追赶 许清潇的步伐 而此时 黎阳宫内 依旧是莫名诡异 石国大才笑声秘籍 而大魏百姓与文人 却一个个笑不出来 歌舞在前 大家没有心思看 美酒在杯 大家也没有心思评 显得诡异无比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了 爆 丞相大人 护部侍郎 许清潇前来赴宴 随着侍卫的一道声音落下 刹那间 整个大殿沸腾了 什么 守人来了 守人居然来了 好小子 我就说他一定会来的 好 好 好 陈正如有些惊讶 而顾炎与张静 则在第一时间激动不已 兵部尚书周延 也忍不住叫好 自从郑国师出现之后 他们的心情如坠冰叫 如今许清潇来了 他们如何不激动 不只是他们 百姓们也激动起来了 他们一直等待着许清潇 本来还以为 许清潇不会来的 毕竟有郑国师在 许清潇不来 百姓们能理解 可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居然来了 一时之间 百姓们振奋起来了 甚至一些文人 也激动起来了 许大人来了 看看这十国大财 还敢不敢嚣张 许大人敢来 就是有底气 我倒要看看 十国大财 还敢不敢嚣张 好 好 好啊 许大人从来不会 让我们百姓失望的 大家待会准备 为许大人欢呼 百姓们已经兴奋起来了 而陈正如的声音 也随之响起 请守人入内 陈正如开口 他用请字 就足以证明 他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所有人都兴奋 唯独十国才子 兴奋不起来 但一些其他声音 也跟着响起 来了就来了呗 难道来了 就能逆天改命 郑国师在前 我就不信 这许青霄 真有如此大的本事 即便是再做一首郑国师 许青霄也比不过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就怕大魏再次偏袒 十国大财的声音响起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更是讥讽大魏 只是 就在这一刻 一道身影走入大殿之中 是许青霄 他走入大殿内 神色略显不悦 似乎有些心情不太好 此时 大殿显得格外安静 百姓们也安静下来了 十国大财们莫名也安静下来了 所有人都看向许青霄 风华绝代 只是似乎 有些心情不开心的样子 一时之间 众人有些好奇了 不明白许青霄 为什么不开心 走入大殿 许青霄第一时间 将目光看向十国大财 他目光蕴含气势 十国大财莫名之间 有些未怕 只是很快 许青霄收回了目光 看向陈正如 语速极快道 陈大人 属下还有要事处理 公务缠身 还望大人谅解 大人直接告诉下官 今日题目适合 下官做完 还要急着回去 没有时间耽误 许青霄语速很快 显得有些急 而这个语气和行为 顿时之间 让在场众人都有些发猛 所有人都感觉 许青霄 好像是跑过来敷衍的 这可是太平诗慧啊 许青霄 为什么能这般姿态 感觉就好像是 有点不情愿一样 大哥 你是来做诗的呀 还有 你前面有一首 郑国诗压着呀 你凭什么 摆出一副敷衍姿态 凭什么 不仅仅是百姓们惊讶 十国才子 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不说 你一定要认认真真 可最起码 你别这种态度啊 就好像 谁欠了你一样 你不会真觉得自己能写出千古名诗吧 宴会 陈正如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说出题目 不知为何 许青霄越是如此 他越是觉得 许青霄胸有成竹 宴会 许青霄皱眉了 他脑海当中 飞快运转 寻找关于宴会的诗词 他立在大殿中 所有目光 竟然落在其中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所有人都看着许青霄 没有人敢打扰许青霄 足足过了半刻钟 终于 有声音响起了 思考这么久 看来 许万古还未准备好啊 十国大财中传来些声音 略显讥讽 但就在他声音落下的一刹那间 许青霄的声音响起了 笔来 声音响起 震耳欲聋 在大殿内响彻 这一刻 所有人彻底安静了 十国财子 也不敢发出一句声音 紫色的浩然正气 在许青霄手中凝聚成笔 许青霄 要作诗了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3章 千古 千古 又显千古 大殿内 随着一声笔来 让殿中众人 彻底安静下来了 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了许青霄身上 紫色的浩然正气 更是让许多儒生惊恶 而许青霄手 握春秋笔 而此时 陈正如的声音响起 速给守人准备纸张 陈正如开口 让人给许青霄准备纸张 只是 许青霄的声音响起 不用 千古诗词 无须纸张 淡淡的声音响起 却引来大殿众人一阵惊恶 所有人倒抽冷气 实实在在梦了 尤其是十国大财 他们更是眼神发芒 这许青霄为何如此狂妄啊 这诗还没做 就敢说千古 好家伙 我倒要看看 你今日能不能做出千古诗词 十国大财心中 竟然憋着一股气 尤其是唐国李恩 本来今日盛宴之上 自己应该是出尽风头的 可没想到 许青霄一来 就抢过了所有风头 而且还如此大言不惭 自己诗出正国 许青霄还没做诗 就说 要写千古诗词 行 今日 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写出千古诗词 十国大财望着许青霄 大魏百姓望着许青霄 大魏文人望着许青霄 宴席之上 陈正如 张静 顾炎 周炎 包括大魏文宫中的大儒 以及四大书院的院长 所有人 都看着许青霄 所有人 都等待着一个奇迹 而就在此时 许青霄落笔了 伴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君不见 黄河之水添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是第一道声音 大魏有也有黄河 因为齐名简单 所以 许青霄没有修改 直接用原文 他的声音响起 同时快速落笔 随着第一个字出现 便是金光璀璨 而当这句诗词写出 整个大殿沐浴金色光芒 君不见 高唐明镜 悲白发 昭如青丝目成雪 许青霄第一道声音 充满着慷慨 然而第二道声音 却莫名低沉起来 这一刻 所有人都沉下了心神 他们沉溺在这诗词之中 也就在这一刻 酒池之中 所有的酒 化作长河一般 朝着许青霄涌动 如黄河奔腾 滚滚而动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许青霄再次开口 而这一次 他的声音 比之前更响了 然而 就在这一刻 无语伦比的浩然正气 自宫外凝聚 更像黄河奔腾 涌入整个宫殿了 杀 杀 杀 整个大殿内 六部尚书 在一瞬间站起身来了 所有大儒 也不由站起身来了 包括四大书院的院长 大卫的读书人 在这一瞬间 眼神之中 充满着无语伦比与惊叹 人生得意虚敬欢 莫使经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去还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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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陈正如反应得最快 这两句话 简直是赋予着首识灵魂 好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 好一句千金散去 还复来啊 许青霄当真是 惊天伟地之才啊 满腹经伦 满腹经伦啊 许青霄之才 博谷通经 许青霄 当真气吞山河啊 这一刻 身为大卫丞相 身为吏部尚书 身为文公大儒的陈正如 再也保持不了淡定了 他浑身颤抖 只因为许青霄这首诗 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简直是震龙发聩 不仅仅是他 大卫的读书人们 在这一刻 也忍不住浑身颤抖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去还复来 这是何等的自信啊 这又是何等的狂傲 许青霄啊 许青霄 你到底是什么妖妮啊 黎阳宫内 所有人都将目光 看向许青霄 他的光芒 实在是太耀眼了 没有人能够遮盖 华星云望着许青霄 沉默不语 水云烟望着许青霄 眼神之中充满着好奇 穆南平望着许青霄 激动得指甲发白 穆南宁望着许青霄 心中也莫名有些其他想法 黎阳宫外 许青霄 每一个字都映照在天穷之上 每一个字都大过郑国师 每一个字都璀璨 如太阳一般 这一日 大魏京都没有昼夜之分 因为许青霄的光芒 太亮眼了 黑夜也无法遮盖属于他的光芒 徐万古 天下大财 这是千古名师 徐万古 当真做出千古名师来了 我就说 我就说 我就说嘛 徐大人 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徐万古 大财啊 百姓们纷纷开口 他们激动 他们身子也轻颤 所有的憋屈 在这一刻 全部烟消云散了 心中只有畅快 畅快 无与伦比的畅快啊 百姓们太解气了 也对许青霄充满着敬佩 而此时 黎阳宫内 许青霄稍稍止笔 而刹那间 他一抬手 金色的皇室酒杯落入手中 缠绕在周围的酒水 没入了他的杯酒 当下 所有的皇室酒杯 纷纷飞起 被浩然正气拖着 出现在每个人手中 如黄河奔腾的酒池 在大殿内游动 如同一条龙一般 所有人的酒杯当中 都倒满了酒 许青霄左手持杯 而后抬起 不知为何 或许是这首饰的感染 许青霄心中的烦躁 瞬间没了 他一口饮下 美酒入喉 美得令人陶醉啊 来啊 一同饮酒吧 许青霄再次举杯 那酒水再次灌入杯中 紧接着许青霄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在大卫京都内响起 烹羊仔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莫名 被这种情绪给感染了 许青霄再向他们敬酒 这一刻 黎阳宫中 除十国大财 除孙靖安之外 所有人都笑了 众人举起酒杯 朝着许青霄 而后一口饮下 欢声笑语再次出现 那死气沉沉 随风散去 许青霄带来的是喜悦 陈正如很少饮酒 可现在他也饮下一口 这一口酒 格外的美味 这一杯酒 又是那格外的舒畅 只是当陈正如 饮下美酒后 许青霄再次开口 陈夫子 张尚书 枪敬酒 杯莫停 这声音响起 许青霄开口 朝着两人说道 与此同时 许青霄又饮美酒一杯 面上带着笑容 台上 陈正如与张敬 有些愣在原地了 他们没想到 许青霄竟然将他们二人 写进这首千古名诗之中 这 这 这 两人愣住了 他们喜悦许青霄 做出千古诗词 他们喜悦许青霄 打压了十国大财的气焰 可他们真的没有想到 许青霄竟然会提到他们 而且竟然将他们二人的名字 写进这千古诗词之中 这是什么 这是天大的荣耀 间接性名传千古 他们为官为儒 为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想要名留千古 可许青霄 一句话 让二人之名 可流传千古 到时候 千年之后 世人谈论枪敬酒之时 便会知道这个典故 也会知道 他们二人是谁 这 这 这 两人脸色战红 这是激动的 他们 是堂堂的尚书 可在这一刻 他们还是把持不住啊 呵 今日 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陈正如 杯中酒满 他一口饮下 而一旁的张静 也猛地灌了一口 他比陈正如还要激动 他眼角 甚至都有泪光闪烁呀 自己身为刑部尚书 比不过陈正如 陈正如是大如 是丞相 名留千古的可能性更大 而他 不过时间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罢了 可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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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清潇赋予了新的生命 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 却可以让自己名留千古 张静怎能不激动 张静又怎能不敢动 守人 当真是好人啊 张静差点就要哭出来了 因为许清潇所作所为 对他来说 意义太大了 意义也太非凡了 而一旁的顾炎 王兴志 周炎三人 却不由 显得有些嫉妒了 尤其是顾炎 他更难受 许清潇 为何不提他的名字啊 难受 至于李燕龙并不难受 只要水车工程做好 自己也能名留千古 而大魏文工的大儒们 却比顾炎等人更酸了 他们是大儒 更在乎名声 没想到 许清潇居然可以这样 一时之间 他们心中莫名有些后悔 为何要与许清潇作对啊 其实本来大家 是可以言和的啊 望着陈正如雨张静 一杯又一杯酒喝下 许清潇也是一杯又一杯喝下 美酒入喉 烈火灼心 这一刻 许清潇有些醉了 所有的烦恼 在这一刻 全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快活 是一种轻松 喝着喝着 许清潇更是把酒杯一丢 一挥手 酒池之水 伴随着浩然正气 朝着宫外飘去 来啊 一起歌舞 来啊 一起饮酒 忘去一切的烦恼 今日听我来诗 伴随着浩然正气的酒水 一刹那间化作雨水一般 洒落在大魏京都 所有百姓在这一刻都明白了许清潇的意思 这是要与他们同罪啊 百姓们纷纷找来器物 接过这天中的酒水 街道之中 再也不是死气沉沉 再也不是那般沉默 取而代之的 是笑声 是饮酒之声 徐大人 让我等欢庆 让我等不醉不归 来啊 一同饮酒吧 来啊 一同欢笑吧 人群当中 有读书人理解许清潇的意思 他举起杯来 朝着黎阳公大声喊道 这一刻 百姓们大声笑着 京都再次恢复繁荣与热闹 所以 百姓目睹着这一切 人们饮酒 这美酒太美了 酒不醉人人自醉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亲耳听 徐清潇再次开口 春秋笔下 做吉诗 中古专于不足贵 但愿长最不复兴 古来圣衔接寂末 唯有饮者刘其名 陈王熙食宴平乐 斗酒是千字欢雪 主人何为言少前 尽须孤取对君拙 徐清潇有些大醉 他面容红润 眨眼之间 不知喝了多少美酒 他身姿摇晃 可下笔如有神 大卫六百年 自然有一个叫做陈王的人 也自然设宴罢了 可以参照古今 所以 许清潇一字不改 一句过后 又是大量美酒入喉 许清潇醉得有些晕 自入京都后 他没有一天 不是处于紧张和严肃状态之下 很少很少有这么释然过 今朝有酒精昭醉 管他后世如何 管他洪水滔天 但就在这一刻 酒池中的酒水 已经没了 背方才许清潇洒落之外 大殿内没有酒了 所有人的酒杯都空了 此时 许清潇沉默了 他手中的笔 缓缓放下 而这手千古名诗 在这一刻 并没有彻底凝视 所有人都看向许清潇 不知发生了何事 快 快去为守人准备美酒 有人察觉出问题所在 没有美酒 许清潇做不出诗来了 侍卫们纷纷出动 去搬来美酒 没有人会想到 许清潇能将酒池内的酒水 全部用光 可这手千古诗词 卡在了这里 这让所有人都焦急啊 每个人都知道 这手诗词 还差最后一句 还差最后一句 若是这一句没有说出 那这首诗词 将会是千古遗憾 尤其是许清潇 现在醉醺醺的状态 等他醒来 不见得能写好 诗人最讲究的是状态 曾经也发生过 这类似的事情 有人大醉 写下郑国诗 但还差最后一句 他睡着了 结果醒来 无法续上 最终因玉气而终 这对文人来说 的确是一个 难以解开的心结 所以 这才有人开口 让侍卫们去 准备美酒 同时祈祷许清潇 可不要倒下 没有人会想到 在这个节骨眼上 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最希望 许清潇倒下的人 是十国大财 他们注视着许清潇 恨不得许清潇 现在倒下 侍卫出动 想要去找美酒 可一时半会 上哪里去准备啊 急宴住美酒两万斤 一时之间 当真找不到啊 六部尚书急了 大儒们急了 除了孙靖安 四大书院的院长急了 大卫百姓急了 大卫文人也急了 因为宴席之下 许清潇的身子 的确有些晃晃悠悠 可许清潇却还露出笑容 他闭上眼睛 仿佛沉溺在仙境一般 他双手展开 仿佛在走独木桥一般 朝着宫外走去 时不时发出笑声 但很快 他想要喝酒 举起杯子 一口下去 没有 没酒没了 这一刻 许清潇的眼神迷离 他已经站在宫殿之外了 所有人都跟着出来了 天穷上 金色的枪禁酒 映照大卫京都 可是光芒在逐渐暗淡 因为最后一句没有出现 这才气快要支撑不住了 许清潇没有在乎这个 而是缓缓举杯 朝着大卫京都看去 五花马 千金球 忽尔江出换美酒 鱼尔同宵万古愁 这一刻 许清潇举杯 说出最后一句 随着这声音响起 一个个金色大字 出现在天穷上 整片枪禁酒 在这一刻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郑国师在此时 黯然无光 甚至直接消失 因为在千古名师面前 郑国师根本不够资格 奔腾如黄河般自东方涌来 红咚咚 红咚咚 这一刻 雷声大作 但不曾见云 天穷上 只有滚滚如江的浩然正气 哗啦啦 哗啦啦 当下 雨声大作 当下许清潇丢了酒杯 纵身立在雨水之下 这不是雨水 这是酒水 黎阳宫内 所有人看向许清潇 他们彻底愣住了 不仅仅是他们 整个大魏京都 有谁不震惊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鱼尔同宵万古愁 这句话有说不出的洒脱 又有说不出的豪迈 而这最后一句 更是画龙点睛了 鱼尔同宵万古愁 这 这是何等之气魄呀 一同宵除万古的愁意 如若说之前的诗词 都只是显得自信飞扬 可最后一句 却令人彻彻底底沉默了 所有人在这一刻 都明白了一件事情 许清潇 万古之大才 大魏皇宫内 女帝静静 站在屋檐之下 在听到此声之后 其目光也露出赞叹 桃花安中 所有姑娘立在护栏旁 美眸的方向 全是黎阳宫 她们眼神中 满是爱慕与激动 而白衣姑娘 也以拦住手 略显柔弱 望着黎阳宫 眼中含着淡淡笑意 同时也有些复杂情愫 至于大魏京都内 百姓们接着酒水 他们兴奋不已 每个人都露出了笑容 万古之仇 或许无法消除 可今日之仇 的确可以消除 来啊 杯莫停啊 许清潇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是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的身子 也逐渐躺在地上 她醉了 她喝得鸣鼎大醉 不要说三百杯了 就算是五百杯都有可能 这是黄氏美酒 出入口还好 但喝多了就不行 许清潇喝这么多 已经算是酒量极好了 能坚持到现在 可以撑得上海亮了 望着已经躺在地上的许清潇 除十国才子之外 所有人都不由笑了 有人不再拘束 直接踏出宫殿 喝着美酒 纵情享乐 宫殿当中歌舞不止 月音一在 众人多多少少有些醉 酒醉 许清潇更使人醉 这一幕 不会有人忘记 也不会有人敢忘记 千古名师还印在天穹之上 也就在此时 一股更加雄厚的气体出现 这是民意 海亮的民意 没入了许清潇体内 百姓们彻底释怀了 他们尽情享乐 之前的压抑彻底没了 大魏的光彩再一次恢复 许清潇这一手枪敬酒 不仅仅打压了他们的气焰 更主要的是 重拾大魏百姓的骄傲 大魏百姓的自信 圣人正统 就是圣人正统 大魏王朝 还是你殿 故此 民意凝聚 涌入许清潇体内 而且 随着这件事情不断发酵 凝聚的民意 则会越来越多 待半个时辰后 酒瑜已经停止了 但圣宴还在 陈正如走出宫殿之外 他也有些醉意 可还算是清醒 将许清潇搀扶至宴会之中 让侍卫准备好热毛巾 为许清潇擦拭脸上的酒水 堂堂大魏丞相 亲自为许清潇擦拭酒水 这是何等的荣耀 人们看着这一切 不少官员也彻彻底底明白了 许清潇今日 不但赢得百姓之心 而且还得到了陈正如的支持 景平枪敬酒一词 陈正如与张静 便欠下许清潇莫大的恩情 但圣宴当中 要说脸色最难看的 还是十国大财 他们好不容易写出一首郑国诗 可没想到 许清潇当真做出千古名诗 这也太打脸了 这一巴掌 几乎是狠狠地打在他们脸上 疼得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尤其是唐国第一才子李恩 他几乎已经想象到 今日过后 自己的名气将会有多大 可随着许清潇这首诗词做出 他的诗词 简直是一文不值 郑国诗 郑国诗固然好 可在千古名诗面前 却连背景版都不如啊 今日过后 谁还会记得他的郑国诗 谁还会记住他李恩 哦 不对 世人会记住他的名字 被许清潇踩在脚下的名字 想到这里 李恩浑身一颤 而后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彻底晕了过去 李兄 李兄 你怎么了 快来人啊 李兄晕了 十国大财们惊慌了 他们搀扶住李恩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走 走吧 送李兄去医治 走走走 下一刻 十国大财们没有多想了 直接带着李恩离开 他们不愿再留这里 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煎熬 留下来 只会被嘲笑 诸位 排名还没出 二等为何要走啊 今日 你们十国才子 依旧有八位入列 不听一听 也就在此时 张静的声音响起了 他开口询问十国大财 不留下来等排名吗 可此话一说 十国大财每一个都有些羞红 十之有八 听起来很好 可在千古名师面前 有什么用 张静是故意恶心他们的 他们岂能不知 没有人回答 也没有人说话 带着已经昏死过去的李恩 直接走了 不过 这口气 他们也不会咽下 十国才子 脸色阴沉地离开 而宴会上的笑声 更加响亮了 盛宴还未结束 至少还有两个时辰 许青霄被搀扶到椅子上 满脸醉红 实在是有些喝多了 有人送来醒酒汤 陈正如喝了一碗 有侍女为许青霄 喝了一碗 差不多一刻钟左右 许青霄便能醒来 而此时 陈正如回到宴席之上 脸上满是笑意 张静的笑容也浓盛 有那么开心吗 不就是提到了你名字而已 至于吗 看着两人的笑容 顾言有些吃味道 是啊 人家守人 不过是提到你们二人的名字 至于笑得如此开心吗 周延也忍不住开口 他们之所以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字 酸 哥谁谁不酸啊 千古名师 提了他们二人的名字 这不就是间接性千古吗 我守人侄 做出千古名师 我为何不开心 怎么了 羡慕了 哎呀 守人侄就是好啊 也不枉老夫如此栽培 张静的确嘚瑟啊 这还不嘚瑟 许青霄做师 提到了自己 这不就是恩情吗 这说明许青霄心中 有他的地位 这如何不让张静开心 栽培 你栽培他什么 守人在你们行部 坐了半个月冷板凳 你这话也说得出来 不要脸 顾言开口 冷哼道 就是 你还好意思说栽培 笑死了 周延也跟上说一句 有一说一 是这样的 李彦龙点了点头 同意两人说的话 你们放屁 那是下面人做的 与老夫无关 再说了 这件事情 也已经解释清楚了 一听这话 张静不由开口 为自己解释 可这苍白的解释 没人信啊 呵呵 顾言冷笑 周延也跟着冷笑一声 李彦龙响跟着冷笑一声 但看到张静的目光 想想还是不得罪人了 但心中 还是得呵呵一句 不过这一句 不是对张静 而是对所有人 毕竟他过些日子 也能千古留名啊 不过 尚书们之间的吃味还好 宴会依旧兴奋喜悦 然而 大魏京都 一处宅院当中 十国大财聚集在一起 一个个脸色阴沉 与宴会的喜悦对比 他们这里显得严肃与愤怒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不怨 李恩好不容易写出郑国诗 却没想到被许清潇这般镇压 这让他们如何不难受 此事 有蹊跷 也就在众人沉默之时 有人开口 捏紧着拳头 如此说道 有何蹊跷 有人开口 充满着不解 大魏肯定泄题了 不可能如此巧合 许清潇有才华 我认 可他为何如此确定自己 就能做出千古名师呢 而且恰到好处的出现 在下怀疑 大魏泄题 为了打压我等 请来天地大儒作诗 教起许清潇 从而在盛宴之上 立压我等 为了就是 稳固大魏第一 说话的人 是晋国大才 他承认 许清潇之才华 但他并不相信 许清潇说做千古名师 就做千古名师 哪里有这么巧合 这个想法一说 众人纷纷皱眉了 因为有这个可能性 不排除 可这话说出去 又有何用 千古名师 足以说明一切 而且你说的这个 也不可能 如若有天地大儒 做出千古名师 只要他写完 或者说出 就会被天地感应 怎么可能给许清潇 有人皱眉否认 虽然他也希望 是如此 可逻辑上说不通 若是给一半呢 突然间 有人开口 提出这个可能性 这一下子 众人不由起身了 是啊 给整首会被天地感应 可给一半 就说不准了 我知晓 许清潇身得大卫女帝气重 而大卫女帝身后 有一位高人 名为李广孝 被誉为黑衣宰相 他自从三年前就消失 而三年之后 许清潇忽然出现 动不动便是千古名言 千古名词 并且还怒斩郡王 大闹刑步 这份底气来自何处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李广孝 又有人开口 导出一个猜想 的确 这个猜想一出 众人莫名相信了 是啊 许清潇为何敢这般狂妄 这背后 难道不是有人支撑 那我等该怎么办 有人再次开口 说这么多 怎么解决才是王道 后日便是斗师还节 一首千古名诗 了不起 难不成 他许清潇还有第二首 第三首 第四首 第五首 李广孝再强 也不可能这般 我等也精心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这次太平师会 我等背负许多重担 后日斗师 绝不可松懈 出题泄题 这已经证明 大卫怕了 怕了师国 斗师还节 我就不信 他许清潇 当真有万古大财 这人开口 对许清潇依旧不服 好 我等也的确准备了些誓词 对 这三日 大卫文坛不堪一击 若不是这个许清潇 我等已经成功打压了大卫文坛 后日斗师 倒也不怕 他们议论 十国的大财 都不是等闲之辈 心性极高 太平师会也没有结束 还有四日的时间 他们就不信 许清潇 又能做出四首千古名诗 这不可能 这一刻 十国大财 齐心协力 目标只有一个 将许清潇比下去 而黎阳宫中 当许清潇意识恢复后 盛宴也已经到了尾声 她皱着眉头 脑海当中 不断涌入许多记忆 方才的一幕幕 在脑海当中 从头到尾重演了一遍 唉 果然不能多喝酒 许清潇心中苦笑 自己本来是 带着怒火来的 可没想到的是 居然玩嗨了 这实在是有些 不应该 而就在许清潇醒来后 顿时之间 许多人的目光 投了过来 守人 你醒了 守人 你做得很好 来来来 守人 到这里来做 六部尚书 除了王兴志 没有说什么 其余五位尚书 都无比热情地喊道 几位大人 方才清潇酒后乱语 试了规矩 还望几位大人见谅 许清潇苦笑道 向几位大人请罪 守人 你这话说的 你方才随意乱语 却乱语出千古名师 这也叫乱语 那老夫巴不得你天天乱语 守人这孩子就是谦虚 你记住 往后不要这般谦虚 尤其是在他国面前 是大财就是大财 几人开口 笑骂着许清潇 而许清潇也只是苦笑一声 也就在此时 随着钟声响起 盛宴结束了 孙静安拿着榜单 如往常一般 公布前十 大位只有两人 一个是许清潇 排名第一 这是不可争议的 一个是华星云 排名第三 镇国师第二 这也是无可争议的 随着排名结束后 百姓们也有些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今日发生的事情 他们恨不得赶紧去说 奔走相告 可就在此时 许清潇的声音响起了 大卫如生留下 他声音不大 可却传入每个人耳中 一时之间 大卫所有如生有些好奇了 有人皱眉 不知许清潇这是何意 可看了看文公的大儒 一个个都不说话 没有制止 也没有同意 最终 大家还是留下了 百姓们离开 其余人也离开 所谓如生 最起码是入了品的读书人 一时之间 黎阳宫还剩两三千人 其中 七八成都是大卫文公的读书人 陈正如等人看向许清潇 他们也不知许清潇要做什么 可没有任何阻拦 待彻底没有任何外人后 许清潇的声音再次响起 今日 太平师会 买为大卫圣宴 又是文人三大圣宴之一 不求而等留下名作 可至少也要尽心 连续三日 师会前十排名 皆无耳之作 许某不强求 但诸位身为大卫文人 文公如生 自称天下圣人正统 可连前十都未辱 是否惭愧 许清潇开口 他让众人留下 为的就是这个 堂堂大卫 不可能没有准备 你说状态不好 有所下滑 这个能理解 可排名前十 几乎全部被十国才子霸占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吧 许守仁 我敬重你是大才 此话倒也不恼怒 可你的意思 是说 我等收取了什么好处 故意写插诗吗 文人中 有人不服 不禁这般开口 事与不是 与徐某无关 明日徐某 不会参加 可若前十排名 再无而等之作 徐某可以保证 亲自面圣 请陛下言查 许清潇声音冷漠 有人实力下滑 状态不好 这是必然的 但不可能 人人都是这样的吧 你说 这里面没有猫腻 许清潇还真不信 此话一说 六部尚书 文公大儒 包括四大书院的院长 也不说话 因为这里面 的确感觉有些问题啊 哼 许清潇 文公的事情 轮不到你插手吧 但孙静安的声音 却响起了 虽然他也觉得 这里面有古怪 可问题是 这是再有古怪 也轮不到许清潇插手吧 许清潇这般开口 说的好像 大卫文公的读书人 有问题一样 他自然不爱听了 孙儒 这是的确轮不到我插手 可大卫文公 自称圣人正统 太平师会 三千多名儒生 前十连三席都站不到 可真是笑话 倒不是许某狂妄 今日若无许某 只怕孙儒明日 都不好意思来了 对于孙静安 许清潇是厌恶至极 他也想不明白 这种人 怎么能成为大儒 你看看陈兴大儒 周明大儒 虽然自己得罪了诸盛 陈兴大儒 是劝说 周明大儒呢 虽然对自己也不怎么客气 可最起码人家也没恶心自己啊 这孙静安跟自己有深仇大恨吗 哼 那可不一定 孙静安开口 死鸭子嘴硬 够了 孙儒 今日若无守人前来 大卫文坛的颜面都没了 何须去争 老夫同意守人之言 不过老夫也相信 而等只是一时紧张 今日回去 好好休息 明日盛宴 老夫也希望石家榜单上 有诸位之名 行了 回去吧 陈正如有些愤怒 但当着重儒生面前 他也不想撕破脸 与孙静安吵闹起来 否则成何体统 同时他支持许清潇的看法 学生明白 众学生们开口 心里或多或少 有些不舒服 可许清潇说的也没错 大卫王朝 太平师会 竟然这么拉垮 这的确有点问题 所以这心中的不舒服 也只能咽下 待人走后 许清潇看向陈正如道 陈大人 下官告退了 事情解决了 许清潇也不打算逗留 回去休息 好 守人 你明日不来倒无所谓 后日是斗师 若是可以 能来则来 陈正如点了点头 同时希望许清潇后日 参加斗师 尽量 许清潇点了点头 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只是回了一个 冷漠两可的回答 随后快步离开了 众人看着许清潇的背影 莫名之间 显得有些无奈 一刻钟后 许清潇抄小道 快步回到守人学堂 他还是有些醉意 回到守人学堂后 直接运转金乌脆体术 打算消化体内的酒气 可就在此时 突兀之间 许清潇愣住了 因为他察觉自己体内滚滚雄厚的名义 怎么回事 我体内为何有这么多名义 许清潇惊了 自己体内的名义 如同一条河流一般 这有些夸张啊 几乎不亚于自己怒斩翻伤识 获得的名义 这是怎么回事 许清潇惊讶了 下一刻 他沉思 脑海中再次重映之前的一幕幕 很快 许清潇想起了自己彻底最前的一幕 诗词也能带来名义 许清潇愣住了 这也可以 许清潇一直以为诗词只能带来才气 可现在 自己才气这么多 说实话用不完啊 而且能用许清潇都不敢用 不然直接无品 成为大儒 还修炼不修炼艺术了 只是作诗也能凝聚名义 那就不同了 自己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不就是名义吗 死 这一刻 许清潇仿佛打开了一扇金库 哦 不对 是打开了大卫的国库 这要是千古名师 可以带来名义 那自己岂不是要发了 名义可以转换成修炼能量 又可以压制自己体内的艺术 是万金油 越多越好啊 不对不对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以前作诗也没有名义啊 让我想想 许清潇皱眉 自己以前也有诗词 可为何没有名义 思索一番后 突兀之间 许清潇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识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4章 京都又打起来了 顾大人的暗示 作诗获取名义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自己之前做千古名词 千古第一篇文的时候 没有任何名义 但写千古名言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名义 只是不多罢了 根本察觉不到 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 也不懂名义是什么 是后来斩杀翻商 才获得了名义 酝养名心 而昨日 自己枪敬酒一失 却获得海量名义 让许清潇百思不得其解 可就在方才 许清潇彻底想明白了 所谓名义 则是名心所向 吃饱喝足 是名心所向 国家强大 也是名心所向 吃饱喝足 就不用解释 这国家强大 笼统划分两种 一种是军事上的强大 一种是精神上的强大 精神上的强大 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文化底气 大卫为何尊重如道一脉 甚至说 天下人为何都敬重读书人 就因为读书人有智商 可这天下有智商的人海了去 皇室一脉 那些亲王郡王不聪明吗 主要是因为读书人的特性 修炼浩然正气 克制妖魔鬼怪 在危难之际拯救苍生 而且读书又能完成阶级翻身 以及读书人可被天地认可 所以如道是精神底蕴 不容践踏 十国才子 在黎阳宫大肆羞辱大卫文宫 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种羞辱 因为大卫文宫代表的是大卫如道 自然大卫百姓还是希望文宫能胜 可发生这么多事情 十国大财又如此嚣张跋扈 引来百姓民怨 自己做师千古 不但赢了十国大财 而且还震撼百姓 赢得了大量民意 所以想要获得民意 不是说自己做师就行 而是要在特定的事件上做师 就可以获得民意 说直接一点 让大卫百姓爽起来 就可以获得民意 这样解释通俗易懂 如若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就得多参加参加这种聚会啊 许清潇心中自语 不过他心里更加明白一个道理 需要特殊条件才有民意 不然一直装逼不会有什么民意的 要先一后扬 就比如说十国大财各种嚣张 大卫拿不出什么作品 被人家各种羞辱 然后自己再登场 装完逼还可以捞民意 这种好事有多少要多少啊 不过许清潇也知道 这种情况其实一般比较少 不会真有人觉得大卫文公不行吗 诸圣正统 几十个大儒 还有天地大儒 甚至许清潇怀疑里面是有圣人的 活着的半圣 在这样的环境下 滋生出来的儒生 会是等贤之辈 哪怕没有半圣 大卫文公蕴含圣意 每天就坐在那里读读书 就能得到提升 更何况能进大卫文公的儒生 有那个是等贤之辈 这次太平师会肯定有些问题 只是这个问题不需要自己来解决 是女帝的事情 眼下要做的事情 则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名义 今日不能参加太平师会 昨日自己已经赚取名义了 太平师会分两个环节 一个是出题作诗 一个是选题斗诗 要么再等大卫文坛被押 自己出面救场 要么就是换一种方式来装逼 许清潇心中思索 莫名之间 他有些后悔几个时辰前 说过的话了 早知道这样 就不说那些话了 让大卫文公的人继续低调 然后再被打压个两三天 这样一来的话 自己出场再捞一波名义 简直是写传啊 摇了摇头 许清潇没想那么多了 还是先处理自己的事情再说吧 当下 许清潇心神潜入文宫内了 文宫内 昭哥与破鞋二人 已经恭候多时了 贤弟 你当真是了不起啊 短短数日时间 便能凝聚如此之多的名义 昭哥开口 赞叹许清潇的手段 兄长过誉了 只是运气好罢了 说完此话 许清潇看向比较沉默的破鞋道 破鞋兄长 如今我已获得名义 该如何掩盖体内艺术 许清潇这般问道 他意识得到 自己枪尽酒一出 虽然帮大卫解决了麻烦 可对大卫文宫来说 依旧不是一件好事 甚至若是站在立己的角度上来看 哪怕大卫丢了人 也轮不到自己插手 所以 许清潇不敢保证 严如会不会直接出手 到时候在朝堂上弹劾自己 不管会不会 自己还是要先懂得 如何用名义遮盖艺术 听到许清潇开口 破鞋当下出声 贤弟 想要掩盖你体内的艺术 办法不难 你只需要 引出这三道磨念 而后用浩然正气 压制于丹田之下 最后用名义 再进行遮掩即可 破鞋回答 告知许清潇这个办法 如此简单 许清潇有些惊讶了 没想到这么简单 不 这一点都不简单 首先你释放出磨念 这三道磨念 会在第一时间 入侵你的灵魂 所以我与赵哥会一同出手 为你争取时间 而你需要在这段时间内 以浩然正气压制 彻底压制之后 再以名义遮掩 儒者查询艺术的手段 无非就是利用儒道神通 观看你体内 文工他们看不出来 但艺术看得出来 而名义 每一缕都浓厚如山 除非是当时圣人亲自出现 否则也看不穿 你体内的艺术某种 破鞋出声告知 许清潇怎么遮掩 自己体内的艺术 明白了 我体内的名义 够吗 许清潇再次问道 他不确定 自己体内的名义够不够 够肯定是够 但名义越多 效果越好 实际上我并不担心 有大如看穿你体内的某种 我比较担心的是 会不会有人 寄出一些特殊宝物 引起你体内某种挣脱 这才是麻烦的事情 破鞋皱眉道 有这种东西吗 许清潇开口 眼神之中充满着紧张 有 这一次 赵哥开口 用十分笃定的口吻说道 不过 如果你体内的名义浓厚 想要真正引动你体内的某种 需要圣气 大卫文工有圣气 但不至于 为了针对你拿出来 只是很快 赵哥话锋一转 告知许清潇想要引出他体内的某种 需要圣气 这种东西影响太大了 镇压大卫气运的东西 拿出来针对一个许清潇 几乎是不可能 明白了 许清潇点了点头 不过还是 有些担心 破鞋似乎看出许清潇的担心 不由继续开口 的确不需要太担心 若是用圣气对付你 我与昭哥还有办法 以天地文工为你抵挡 破鞋如此说道 让许清潇安心下来 免得许清潇有些心事重重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了 余帝明白 许清潇点了点头 这种事情 他心里很清楚 不过许清潇知道了一件事情 名义其实还是不够 需要更多一点 这样最为稳妥 既如此 那余帝就先告辞了 许清潇如此说道 贤弟慢走 两人点了点头 目送许清潇离开 而此时 大卫京都 自许清潇枪进酒后 整个大卫京都 刮起了一阵喝酒狂潮 不管是不是文人 大家聚在一起 只要劝酒 就会来一句莫庭杯 一句句莫庭杯 导致大卫京都酒楼的生意 至少比平日好了三四倍 文人们则是聚在一起 讨论许清潇这首诗词 每一句话都认真分析 甚至四大书院 特意为许清潇 这首枪敬酒开课 认认真真讲解诗词妙在何处 诗词好在何处 而越说众人 越觉得许清潇牛逼 故此名义越来越浓盛 只是没有昨日插那间爆炸 但也不少了 至于大卫文人更加舒坦了 所有大卫的文人呼朋唤友 聚在一起 特意去十国才子住的酒楼 开始讨论许清潇的枪敬酒 或者把昨天的事情 仔仔细细讲了一遍 不少百姓听得如痴如神 一些没有参与的文人 也是无比感慨 但这样的结果 就导致十国才子很难受 昨天本以为给了大卫一巴掌 却没想到 这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最绝了的是 李恩居然被气晕过去了 这简直是耻辱 但想想也没什么好说的 换谁估计都得气晕 毕竟说实话 自己刚刚失出正国 按理说 应该轮到自己装逼了 结果 许清潇一首千古名诗 把他的正国诗 直接压死 不但没成为最后赢家 反而成为最大输家 你说气不气 换谁谁不晕 可现在更气的是 这些大卫文人 把昨天的事情 描绘得栩栩如生 而且还添油加醋 挑动情绪 跟那些民间小说一样 他们成为了反派 许清潇成为了正派 啪啪打脸 能不气吗 虽然大家都知道 马上就是斗师环节了 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斗师环节上找回场子 可架不住大卫文人 各种阴阳怪气的嘲讽啊 本来 文人就傲 你看我不爽 我看你不爽 更何况 是大卫文人和异国文人啊 于是乎 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可笑 太平师会第一日 大儒偏袒等大卫文人 将第一夺走 这就罢了 太平师会第二日 大儒还偏袒等 又将我十国才子第一拿走 若不是华星 云华兄亲自来恳求我等 你们以为 第三日 我等会去吗 一处酒楼中 人声鼎沸 十几个文人聚集在一起 大部分大卫百姓 则在一旁认真聆听 可突兀之间 有数十人从楼上走下来 皆是十国才子 他们听到大卫才子 在这里述说 昨日之事 忍不住开口 如此说道 声音响起 大卫文人这下子也不服了 笑了 偏袒 那我就问一问 这次是太平师会 两者质量的确不相上下 评审之人 也是大卫儒者 你要说偏袒 那我问你一句话 倘若有一块天外之石 即将落下来 砸在大卫当中 死伤百人 砸在尔等国中 死伤百人 请问你选择什么 大卫文人当真是角度刁钻 没有直接回答与解释 而是给对方一个选择 让对方自己评判 你说我大卫儒者偏袒 这也算偏袒 双方质量不相上下 为什么不选大卫文人 为什么要选择你们 你 强词夺理 这是两件事情 凭什么混为一谈 石国才子冷冷开口 认为这是两件事情 故此不给予回答 笑话 你不敢说 是因为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如若这太平师会 在你们石国当中举办 只怕就算质量明显下降 你们石国 也会偏袒自己人 所以 偏袒二字 就不要说了 自己给自己找个理由罢了 不行就是不行 至于第三日来不来 你们第二日直接退场 不给我大卫颜面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不来就滚 难道这太平师会 少了你们石国才子 就不行了吗 当然 如若你们今日也能施出千古 再扬长而走 那我没话说了 这大卫文人 当真是舌战莲花 一番话说出 既反击了偏袒 又嘲讽了对方 引来一阵叫好 好 说得好 是啊 而等先不给我大卫颜面 如今被我大卫大才教训 快哉快哉 当日之事 我等亲眼所见 大如还未开口解释 而等便直接离开 一点颜面都不给 这要不是太平师会之上 无有尊卑 换作是任何时候 而等如此羞辱我大卫文坛 必请来圣意 制裁等 一说到这里 众人不由回想 石国大才 愤然离场的画面 这帮人是爽了 丢人是谁 还不是大卫 不说别的 如者礼仪都没有 愤然离场 就是不给大卫脸面 有什么事情 不可以好好说吗 大如还没有开口 你们觉得不好 大家可以慢慢协商 当着所有百姓 和异族面前 直接走人 这不是打了大卫王朝 和大卫文公的脸吗 这仇大家记在心里 许清潇 昨天是报昨天的仇 可这个仇 他们可没有忘记啊 哼 石国才子冷哼一声 他不禁再次开口道 莫要在此扭曲事实 到底是如何 你们心中明白 退一步说 如若昨日没有许清潇 而等怎敢在此夸夸其谈 对方不服道 可笑 许清潇是我大卫文人 他凭什么不能来 他代表的 就是我大卫文坛 按你这个说话 如若昨日李恩不来 第一也是华星云的 是不是 这人被气笑了 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能说出 这样的话来 当真是在这里搞笑的吧 对 没错 是啊 说的没错 众人起哄到 许清潇自然是大卫的读书人 怎么不能代表大卫文坛 石国才子有些语色 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有人开口 望着这帮人冷笑道 大卫文坛的代表 不是大卫文公吗 我可是听说 许清潇自创学派 而且在大卫文坛中不受代价 他是大卫人不错 可不是五圣一脉 更不是诸圣一脉 大卫自称诸圣正统 所以说 到底并非是大卫正统文人 可我识国敬重五圣 反倒是这个许清潇 应当是独自学派 他有才华不假 但也轮不到等蹭光 这人开口 找到一个角度 进行攻击 此话一说 石国才子激动起来了 纷纷拿着这点攻击 是啊 不管怎么说 大卫文公这一次 可没有一个像样的 还得靠许清潇 可这许清潇 貌似也不是你们 大卫文公之人 泽泽 听说等针对许清潇 可如今却要 硬蹭许清潇的光 当真是不嫌丢人 堂堂大卫文公 诸圣一脉门徒 却没有丝毫才华 到头来依靠着 许清潇来撑场面 这可当真是天大的笑话 石国大才开口 这一番话 的确有杀伤力 这下子大卫文人 的确没话说了 是啊 之前还嘲讽 许清潇这个那个 现在 许清潇失出千古 又得意洋洋的张光 属世有些不好 不说话了 哑巴了 再说一句难听点的话 许清潇昨日入场 还未作诗就敢自称千古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蹊跷 等心知肚明 这人开口 冷漠道 可此话一说 大卫文人皱眉了 你此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有些皱眉道 什么意思 千古名师 想做就做出来吗 而且 刚好有郑国诗在前 这里面 若是没有大卫文公的影子 我等是不信 指不定 这首诗词 就是某一位天帝大儒所写 不过只是写了一半 然后交给许清潇 让他打压我十国才子 否则的话 为什么刚好在最后一刻 为什么刚好又是李兄 写出郑国诗时拿出来 他许清潇 为何不第一日来 为何第三日来 你们如何解释 十国才子终于忍不了了 其实 这话 他们早就想说 但说出来的话 又感觉是自己输不起 所以就不说 可没想到的是 大卫才子到处吹捧许清潇 拿许清潇来践踏他们 这一下子谁服 反正他们是不服的 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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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 十国大才有多大才呢 没想到 也是这种小人 我大卫什么时候 需要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输不起 就输不起 何必在这里犬费 大卫文人听完对方的意思后 集体炸锅了 你带的 我们做出千古名师 按理说 应该就是赢定了 知道你们不服 但在千古名师之下 你们再不服也要咽下去 可没想到的是 竟然用这种阴谋论 来贬低许清潇 甚至还贬低了大卫文公 大卫王朝 这他们怎么能忍 包括不少百姓也忍不住了 纷纷开始叫骂 许大人之才华 你们懂个屁啊 许大人当年 怒斥大儒 大闹行步 请圣意斩郡王 哪一件事情不是轰轰烈烈 怎么到你们嘴巴里 竟然把许大人说成这般小人 输不起就滚出大卫 在这里犬费 掌柜的把他们赶走 这种人让他们睡大街 对 把他们赶走 如果说 大卫文人还只是嘴炮几句话 而大卫百姓们就直接开骂了 什么狗东西 输了就输了 承认自己差有那么难吗 再说了 十国 不都是一些小国吗 也不都是一些附属国吗 叫 叫个毛啊叫 这就是文化底蕴和国家底蕴的好处 百姓遇到事 绝对不会怕 粗笔 大卫百姓就是如此粗笔 我等千里迢迢 来到大卫 你们张口让我等滚 闭口让我等滚 要是这样 还举办什么太平师会 不如直接向天下人公布 你们大卫文人天下第一 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 这个闹我再问几句 许青霄一介不一 敢怒斥大儒 而后来京都 一个小小主事 敢大闹行不 七品名义就能请来圣人之意 这里面 难道就没蹊跷吗 越是如此 我越相信 他许青霄后面 有一位天帝大儒 在指点他 这次师会 也是有人在后面指点 十国才子听到百姓如此之说 故此更加笃定了 此话一说 大卫上下更加暴怒了 前两天 这帮狗东西 直接退场 打了大卫的脸 没想到 许青霄都做出千古名师了 竟然还在这里狡辩 非要说 这首诗词 不是许青霄做出来的 要是这样钻牛角尖 那怎么解释 才能解释清楚 也就在此时 十国才子中 有人实在是沉不住气 看向众人骂道 说到这个 二等就如此激动 一看就是被戳中痛脚了 还有 说我等犬废 而等此时 难道不是再犬废 此话一说 酒楼内安静下来了 当下十国才子有些沉默 莫名感觉不对劲 好家伙 你竟然敢骂 大卫子民是狗 你骂我就算了 你居然骂我 大卫的老百姓都是狗 诸位兄台 许兄当初为百姓 怒斩郡王 是我被读书人的楷模 今日我等读书人 不敢说怒斩 但也绝对不能轻饶 上手 动手 对 诸位兄台 上手 大卫文人抓住机会了 一顶帽子扣上去 而后带头说话之人 直接一个飞扑 将十国才子扑倒在地 紧接着一阵乱拳 十国才子一看着架势 先是一愣 紧接着直接群殴起来了 双方打得十分激烈 不过大多数都是一些拳打脚踢 毕竟都没有修过什么武 纯粹就是你打我一拳 我给你一巴掌 这群读书人扭打在一起 画面一时乱糟糟的 而有百姓走上前 可马上被人拉住 你莫要参与 殴打读书人 可是大罪啊 有人提醒 让其保持冷静 文人之间斗殴没事 可他们要是参与进去 可不是小事啊 我没有参与啊 我是来拉架的 你们得给我作证啊 后者开口 嗓门极大 随后抱住一个十国大财 他是一个铁匠 力气自然大 直接将这个大财抱住 使其根本无法动弹 大人 不要动手 不要抖 待会行不来了 可就不好了 他大声喊着 看驾驶 的确是拉架 可目光却看向大卫文人 瞪大了眼睛 几乎就差没说出一句 快打呀 还愣在干啥 后者顿时反应过来 当下冲上去就是一拳 打得十国大财 头晕眼花 你他娘的拉偏架 十国大财痛叫一声 气得满脸发红 想要争夺对方的束缚 可愣是挣脱不了 也就在此时 酒楼内的百姓 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愣住了 还能这样玩 不过 等百姓们反应过来后 不由一个个冲了上来了 开始抱人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诸位不要打了 别把人家东西打坏了 你们都是读书人 好好的打什么呀 你看眼睛都紫了 可不要再打了 再打下去 你们会被打死的呀 一些恐无有力的百姓上来 随随便便把十国这帮读书人给控制住 接下来就是大卫文人表演的时候了 而这样的事情 在同一时间 出现在大卫京都不少地方 不过有的地方 百姓还是聪明 知道拉偏架 有的地方 怎么有去拉偏架 因为大卫文人多一点 拉不拉都无所谓 十国读书人和大卫读书人的斗殴事件 瞬间引来刑部和兵部注意 一时之间 刑部大量观察跑出来 兵部也有不少人出动了 虽然他们内心解恨 可终究还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也就在此时 守人学堂内 顾炎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 见过顾大人 许清潇远远地便看到顾炎 他知晓顾炎忽然出现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否则不会亲自上门 守人 伤会回信了 顾炎脸色平静 将一封信交给许清潇 许清潇没有多说 将信接过 只是一眼 许清潇脸色就变了 这帮人 真的太贪了 许清潇脸色瞬间有些不好看了 信上内容很多 前面大半段都是哭诉 而真正的内容就一句话 他们可以 做出让步和牺牲 提前收割 并且还说自己利润没了无所谓 能为国效力他们心甘情愿 只是百姓们的利益不能侵犯 毕竟今年提前收割 明年肯定就不行 到时候 只能扣除百姓的收入 那么会引来民怨 话里话外 最后就是说 提价三成 这个是按照一万两价的提升 也就是说 想要所有材料 一万三千两价 其中的银两 会补偿给百姓 可让户部拨款都行 他们以百姓为由 想要逼我等就范 而且 老夫已经让人打听了消息 三大商会 的确让下面人 通知了百姓 许诺一旦朝廷愿意提前收割 便给他们发放补偿银款 顾言沉着声音说道 我明白 这手段很高明 许清潇点了点头 他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本来按照他的想法 三大商会 估计提价个五百两银子 就是极限了 敢开口一千 那就是丧心病狂 可他们知道 无论提价多少 都会被扣上一个 发国难财的名头 到时候 一旦水车工程成功了 大卫税收提升 百姓安居乐业 这帮人必死无疑 所以他们也学自己 用名义明星当作盾牌 他们提高价格 自己也赚 同时也要拉上百姓一起要价 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掏空大卫的家底 而且还能获得明星 到时候就算是大卫想要动弹他们 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毕竟为百姓谋生 也是罪吗 除非女帝一手遮天 不给你任何解释 说杀就杀 不然的话 只要有任何阻碍 女帝就别想动这帮人 顾大人 您是何意 许清潇开口 询问顾言 毕竟这是老前辈 有些事情 还是得问问他的想法 他们挟持民意 而漫天要嫁 嘴脸丑恶 户部不可能答应 老夫也不可能答应 哪怕水车工程不做 也不可能答应 顾言开口 他的态度很坚决 提武城的价格 这是什么概念 等于说 五万架水车 就要缩水一半 或者拿出 七万五千万万两白银出来 坐五万架水车 大卫国库就八万万两 那岂不是连老本都没了 这要是他答应下来 那他这个户部上书 就当到头了 嗯 这个价格 我也无法接受 不过 再与他们发一封信 看看他们的低价是什么 提价五成 这根本就不可能 许清潇也是如此想到 但他愿意继续谈一谈 还发信 敢开口提武城 而且是按照一万两一架来计算 说明他们再怎么让步 至少也是一万两以上 顾言皱了皱眉 对方的要价太高了 就算退步又能如何 一万一千两 一万两千两 超过七千五百两 他都不答应 何况这么多 顾大人 若是信我的话 再发一封 信我 只是 许清潇却平静开口 他这一句话说出 顿时之间 让顾言有些惊讶了 守人 你有办法了 看到许清潇这般表情 顾言忍不住询问 差不多了 许清潇 给予一个模糊的回答 而顾言微微沉默 想了想后 不禁开口道 行 老夫相信你 这件事情你来处理 若是价格打下来了 一切照旧 但若是价格打不下来 水车之事 必须暂缓 顾言点了点头 如此说道 嗯 多谢大人 许清潇道谢一声 而听到这话 顾言但却有些不太开心了 谢什么 老夫记重你 你又是户部侍郎 都是自己人 何必谢我 守人啊 你这人就是谦虚好客 以后不准如此了 还有 也不能把我写进诗词里 知道吗 顾言开口 义正言辞道 此话一说 许清潇微微一愣 啊 这 行了 老夫走了 守人 记住啊 不要把老夫写进去 都是一家人 自己人 顾言来这里 就是与许清潇商谈三大商会的事情 本来是要一直详谈的 可许清潇 看样子是有了办法 他也就不多说了 至于第二件事情 则比较重要 现在六部当中 陈正如还好 毕竟是大如 有德望 如往常一般 可张静就不一样了 见人就来一手枪敬酒 然后还要求刑部上上下下 都要背这首诗 说是赞美许清潇 可实际上呢 不就是炫耀自己名流千古了 更绝了的是 张静更是请人把自己家外强化上太平诗会场景 特意把许清潇作诗的一幕画出 再把枪敬酒写上去 简直是不要太得色了 顾言狠气 他身为户部尚书 也读过书 是个如生 也是欺品如生啊 比张静早了几年名义 可没想到 张静既然能名流千古 他不可能不酸啊 但要不好意思 找许清潇名说 总不可能说 你下次写诗 记得加我的名字 这不尴尬吗 顾言走了 许清潇望着顾言的背影 有些沉默 看来 这世上没有人不喜欢名声啊 不过 这是无所谓 下次加上顾大人的名字就行 眼下 许清潇看着手中的信 却陷入了沉思 三大商会 联手涨价 这个不是什么稀罕事 商人逐利 涨价就涨价 说实话不涨价 许清潇才觉得奇怪 还担心他们拿坏东西来充好 可要嫁药的如此凶残 大卫的心理价格是七千五百两 而这些商人开口就是一万五千两 这等同于是翻倍 当然 许清潇明白 这是一个谈判技巧 先开一个高价 然后再互相让步 最后选择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只是这个已经不是高价了 而是天价 他们为什么敢开出这个价格 难道就不怕大卫直接翻脸吗 如若不要他们的货物 他们岂不是血亏 商人逐利 就算是有藩王在后面阻止这场交易 可对于商人来说 如若赚不到钱 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而且还得罪了大卫 他们为什么敢开这个价格 许清潇皱眉 这天下最聪明的人是什么人 朝堂官员一个个都是人间 天下商人 这是人间的人间 试问一下 能从你口袋里把你的钱赚走 这种人会不聪明 尤其是能做到这个程度 大卫三大商会 哪一个不是聪明如妖 坐地起价 这很常见 可要价太狠 绝对不符合常理 他们有一个底气 这个底气就是 哪怕大卫不跟他们合作 他们也不难受 只是 这个底气是什么 许清潇暂时想不出来啊 可就在此时 突兀之间 一道声音响起 是王儒的声音 许兄 许兄 王儒快速走进守人学堂内 一路小跑 王儒兄 怎么了 许清潇看向王儒 有些好奇道 许兄 桃花庵的大掌柜来了 想见你一面 不知许兄愿不愿意见 王儒开口 道出来意 桃花庵的大掌柜 许清潇将目光看去 守人学堂外 站着一名中年男子 男子气质如雅 而且 面相也俊 即便是人到中年 可依旧遮掩不了 由内而外的帅气 并且 男子左右都站着一些丫鬟 竟然端着一些盘子 想来 都是一些礼品 请 若是平日 许清潇可能还真不会相见 毕竟对方是商人 而自己又是大卫官员 不见最好 可此时 许清潇愿意相见 因为刚好他有一个问题 需要一个生意人来回答 桃花庵的大掌柜 不就是一个生意人 而且去过一次 桃花庵 许清潇更觉得这个大掌柜 不但是个生意人 而且是个很会做生意的人 好 听到许清潇愿意一见 王儒顿时兴高采烈地朝着外面 跑去 显然是收了点好处 不过这无所谓 毕竟王儒凶人不坏 做事也懂得分寸 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不多时 桃花庵的大掌柜 得知许清潇愿意一见 当下不由露出笑容 显得无比荣幸地走进来 身后的侍女 更是一个接着一个走来 草民张儒惠 见过许首人 许大人 许万古 张儒惠一走进来 便是各种恭敬 朝着许清潇深深一拜 如此说道 见过张兄 许某未穿官服 无需大人称呼 张兄 来来来 坐下喝茶 许清潇邀请张儒 会落座下来饮茶 而后者倒也不矫情 直接落座下来道 许大人 我昨日入京 得知许大人来过桃花 一时之间 万分懊悔 为何不早些回来 错过与许大人相见 故此 一夜未眠 今日带此时 携带小小礼物 当坐见面礼 还望许大人恕罪 张儒会不愧是 做生意的人 上来就送礼 而且显得无比尊重 一番话说的 也是让人十分舒服 张兄客气了 客气了 见面礼就算了 我乃大卫官员 不得收敛 许清潇摆了摆手 张儒会人不错 只是收礼就算了 为官清廉吗 许大人 这点张某早已考虑好了 这些礼物 是一些珍贵米食 还有一些灵丹妙药 以及暖血氧气之欲 有助于许大人氧气运血 并不是什么金银珠宝 张儒会考虑得很周到 准备的东西 都是一些能用上的东西 当然 价格也不便宜 张兄 今日拜访 所谓何事 许清潇不提见面里 这个话题 而是询问对方 找自己有何事 没有其他事情 仅仅只是过来一见 许大人 万古大财 张某对许大人敬仰许久 请许大人放心 张某纯纯脆脆 就是敬佩许大人 张如会满脸真诚 看起来没有半点虚假道 而许清潇也不傻 但也没有觉得 人人都是坏人 大家都是朋友 若有利益牵扯 关系更好 若没有的话 就泛泛之交也很正常 毕竟有些诗人文人 的确有些狂热粉丝 其中不缺乏有钱之人 比如说汪伦 花钱花到名流千古 也是天下第一人 不过张如会找自己没事 许清潇却有点事 张兄 有件事情 想问一问 不知可否为徐某解惑 许清潇开口 张如会当下显得有些激动到 请许大人询问 张如会问到 显得很激动 的确有点狂热粉丝的感觉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5章 三商邀请 在显镇国 斗师之争 张如会的目光充满着荣幸 仿佛自己向他提问 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一般 感受到张如会的目光 许清潇顿了顿 随后开口道 张兄 你身为商人 许某问个问题 假设你有一批货物 这批货物 每一个都价值一百两银子 但你知道 有人需要你这批货物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许清潇问道 因为自己不是商人 所以 很难站在商人的角度来思考 可以揣摩商人的想法 但做不到真正换位思考 毕竟商人的思维 捉摸不透啊 坐地起价 张如会说出一个正常商人都会做的事情 那涨多少 许清潇问道 此话一说 张如会沉默了 涨多少 这货物珍贵吗 张如会询问许清潇 不珍贵 一直都有 不过按年生产 许清潇回答 不珍贵 每年都有的话 涨个一成 或者是半成差不多了 最大利益 张如会不假思索道 这个回答 在许清潇的预料之内 不可生产的东西 可以卖出天价 比如说古董自画 你说它价值一百万两都行 你说它一文不值也行 而可生产的东西 就一定会有一个固定价格 无非是行情好坏罢了 行情好价格高 行情不好 价格低一点 即便是得知别人急缺货物 但也不能提太多价格 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考虑 长期也好 短期也好 提高个半成是商人的本性 但如果提高更多的话 就有问题了 如果翻倍呢 许清潇喝了口茶 平静说道 此话一说 张如会顿时皱眉了 翻倍 许大人 是认真的 张如会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正常来说 提高个半成是商人本性 提高一成是有点贪心 提高个三四成 那就是有点愁了 或者是知道 你一定会买我的东西 翻倍 这哪里是正常人 做生意的思维啊 还望张兄解答 许清潇与其平静 而张如会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 他开口了 许大人 张某问三件事情 第一 曹韵是否困难 第二 双方是否有仇 第三 对方是否一定相信 您会购买 张如会提出三个问题 而许清潇也快速回答 正常曹韵 与商人无仇 但有人会从中作梗 不敢完全相信 因为可以不要 这是许清潇的回答 曹韵不用说 运输五十郡地 并不算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至于有仇 就算笃定 是怀宁亲王在里面 从中作梗 但仇也不是特别大 对于商人来说 眼里只有利益 除非是杀了对方的父亲 甚至说杀父之仇 在商人眼里 都不算什么是大仇 尤其是三大商会头目 至于是否相信 自己一定购买 要价如此之高 谁愿意买 当然 若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许清潇还是会选择买的 因为这件事情 的确是立国立民 不是一点点赢两 可以衡量的东西 此话一说 张如会给予了回答 那就有问题了 既然无曹韵 又无深仇大恨 也不敢确定 您一定会买 正常商人都不会这样做 哪怕是不正常的商人 也不会这样做 没有商人会跟饮两过不去 这很蹊跷 张如会自言自语 许清潇没有急 而是让他先想一想 想了一会 张如会忽然想到了什么 当下开口道 徐大人 正常来说 绝不可能会有 商人这般做 但有一个可能 会让他们赶这般加价 张如会回答道 什么办法 许清潇直接问道 有另外一批人 用相差不大的价格 定下货物 但这个可能性不大 毕竟也没有人会这么蠢 张如会给予回答 这是他的回答 站在商人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不可能有生意不做呀 价格翻倍 没有深仇大恨 而且 人家不一定会买 这也不可能 唯一的可能就是 我不缺卖价 有人已经谈好了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比正常价格要多 但我还是愿意和你们做生意 只不过你们出的价格 必须要比对方多一点 或者出的价格一样 这样的话 我可以考虑与你做生意 张如会的回答 让许清潇瞬间陷入了沉思 这一句话 简直是点醒了许清潇 是啊 三大商会为何敢开出这样的价格 难道他们不怕大卫王朝吗 再者商人逐利 虽然他们知道 大卫需要这个东西 有点急 但也不至于说 漫天要价 除非你能吃定了大卫 但这可能吗 大卫虽然衰败 可不代表大卫现在不行了 还没有到被商人欺负的地步 所以他们也不敢真正得罪大卫 可为什么敢翻倍 张如会说的话 让许清潇醍醐醐灌顶 有人已经预定了这些材料 甚至让他们提前收割 给出的价格 不会少到哪里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三大商会才敢开出这个价格 并且三大商会 还是想要与大卫合作 毕竟他们 还是要在大卫做生意 那么谁有如此恐怖的财力 购买这些水车材料呢 一族 帆帮 许清潇直接摇了摇头 七万万两白银 再加上人工费用等等 可能要花费八万万两白银 甚至是九万万两白银 除非一族帆帮加起来购买 不然的话 他们买不起 而且 买这个做什么 不怕自己赢他们一手吗 要是说水车 已经在大卫推广成功 而且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和收获 他们加价购买 肯定是没问题的 可问题是 水车工程压根就没有启动 就是一个设定和框架 他们凭什么觉得这个东西能发家致富 最开始 朝堂上的官员都不认可 何况这帮人呢 所以 一族帆帮不敢买 至少在大卫没有成功之前 他们不敢买 赌不起 不是帆帮一族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个人力量是不可能的 那么只有两个可能性了 突携王朝 出援王朝 这两个王朝 与大卫 形成三足鼎立的盛事 不过当初是突携王朝加出援王朝 才能和大卫硬碰硬 然而现在 三个王朝当中 突携王朝的实力第一 可出援王朝的经济能力最好 大卫王朝在军事上的力量还是不差 可在经济上完全比不过他们 进城之耻 加七次北伐 敌的确确拖垮了大卫 若是这两个王朝任何一个 这成本就是十万万两白银啊 当真是有钱啊 许清潇彻底明白了 敢开出这个价格 能让三大商会这般疯狂 也只有这两个王朝能做到了 下一刻 许清潇眼中露出寒意 极其可怕的寒意 他起身背对着张如晦 这寒意极其可怕 许清潇不恨突携王朝 也不恨出援王朝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错 大家不过是立场不同罢了 自己是大卫子民 自己肯定是帮助大卫 他们针对大卫是对的 反而不针对大卫 才有鬼 可许清潇恨的是 三大商会的所作所为 如此立国立民之物 不但不帮自己国人 反而帮助其他国家 坑害自己国家 商人逐利没有错 但这已经是卖国了 这种人 当真是十恶不赦 这还是人吗 依靠着大卫 做大做强 发家致富 可如今却卖国求荣 连畜生都比不了 如若真是如此 许某这第二把刀 就不会有任何情面了 许清潇心中难难自语 他第一把刀 是翻商 第二把刀 是大卫商人 但考虑到很多事情 所以这第二把刀 肯定不敢直接落下 必须要时机成熟 只是三大商会 竟然卖国求荣 许清潇就不得不提前布局了 而且一旦落下 这第二把刀 绝对是血流成河 也绝对会引来天大的麻烦 所以 自己必须要不好局 一点都不能出错 出错一点 倒霉的就是自己了 毕竟自古以来 能成为大商人的 有几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得谨慎 万分谨慎啊 一切念头收回 许清潇面容平静 随后转过身来 给张如辉倒上一杯茶 多谢张兄解惑 许清潇亲自为其倒茶 后者受宠若惊 端着茶杯 小心翼翼地接过 随后 一小口一小口饮下 明明就是普通茶叶 可在张如辉心中 却比世间上最珍贵的茶 还要好喝万倍 许大人 您这一番话 实在是太客气了 这哪里算得上是什么解惑 只是惊艳之谈 许大人 张某敌的确却敬佩大人 无论是大人为名 还是大人之才华 张某都无比仰慕大人 若能结识许大人 张某无比荣幸 张如辉开口 他是真真实实地敬佩许清潇 并且仰慕许清潇 创办桃花庵 就可以看出张如辉的心 他也是一位读书人 只是没有入品 可酷爱读书 家中也有不少钱财 所以 有许多生意产业 并且广结好友 只要是读书人 他都敬重 尤其是许清潇这般 既有才华 又能为百姓立心之人 张兄实在是过欲了 论年龄 张兄比我年长不少 许某还要喊一声兄长 许清潇客气道 面由新生 张如辉的面相很不错 再者谈吐如雅 许清潇有如到神木 而且也有浩然正气 不说能直接分辨 一个人是好是坏 但会有一种直觉 这个张如辉对自己 的确没有任何私心 嫡的确却是崇敬自己 崇拜自己 仰慕自己 极为浓胜的仰慕 有一句经典名言说得很对 你永远不会讨厌 一个仰慕你的人 毕竟他欣赏你 如果他很有钱的话 那就是榜一大哥了 张如辉是不是 自己的榜一大哥 许清潇还不清楚 可上来就是各种礼品 最起码证明 张如辉有心了 担不起 担不起 许大人乃是户部侍郎 又是万古大财 这兄长怎能担当啊 张如辉有些惶恐 觉得自己配不上 这惶恐不是伪装出来的 许清潇看得出来 张兄 无论如何 您年龄比我大了二十岁 再者朝堂上 我是户部侍郎 可在守人学堂当中 我不过是一个 普通读书人罢了 公是公 私是私 张兄若入了朝堂 一生许大人 余地敢认 可兄长并不是官位 这一生许大人 余地不敢认啊 这要是传了出去 岂不是显得我目中无人 不遵大小 许清潇如此说道 态度也很诚恳 实话实说啊 人家四十多岁了 自己才二十岁 叫一生兄长 绝对不吃亏啊 再者还是自己的忠实粉丝 老大哥吗 这 这 张如会的的确确 很惶恐啊 今日他过来 想要认识一下许清潇 所以通过王如 也就是许清潇的好友搭桥 说实话 他其实特别慌 怕许清潇不见 因为有些文人非常傲气 特别讨厌他这种伤人 即便自己也是读书人 人家该不爽自己 依旧不爽自己 当然如果用钱的话 可以砸出感情 可问题是 这种感情有什么用 只要自己有朝一日没钱了 人家还会理自己吗 可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不但见了自己 而且还一口一口 兄长喊自己 无论许清潇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内心是爽了 又爽又感动 什么是文人 这才叫做文人啊 但真答应下来 他还是有点慌啊 毕竟人家是大卫 最年轻的户部侍郎 再加上许清潇的威望等等 喊自己一声兄长 的确确令他有些不好意思啊 只是 就在此时 王儒开口了 他一直坐在旁边听 因为插不上话 现在 总算是能插上话了 张掌柜 许兄为人谦和 最不喜欢的就是矫情 也看得名利 不然的话 以此时许兄的地位和身份 我也高攀不起啊 王儒说了一句 夸赞许清潇 此话一说 张儒会也不矫情了 他做生意的人 最懂得人情是故 无论许清潇是真是假 最起码这一声兄长是喊了 他也就应下来了 既如此 那张某就厚着脸皮 成一声兄长 许贤弟 于兄敬重读书人 尤其是你 这天下官员 何其之多 张某见到的官员 又何其之多 可像许兄这般的 张某从未见过 如今贤弟如此看重张某 请贤弟放心 于兄还有些家财 往后有任何需要帮忙 于兄必及尽所能 张儒会发自肺腑道 许清潇如此给他面子 他也给许清潇面子 兄长客气了 许清潇微微一笑 结识一位有财力的人 对自己来说是一件好事 倒不是说要赚钱 而是一股自己的力量 当然 他也会给张儒会好处 不会让张儒会吃亏 承蒙贤弟不闲 今日我也没有准备什么厚礼 这块玉佩 乃是兄长的贴身玉佩 名为领阳宝玉 可以调理贤弟气血 百病不清 张儒会说话之间 取出自己的玉佩 交给许清潇 玉石雕刻盘龙 金银剔透 光看玉面 就知道此物价值不菲 兄长客气了 如此珍贵之物 于帝怎敢收下 许清潇开口 连连推辞 不不不 贤弟收下 若是不收 于兄实在是担当不起 这兄长二字啊 然而 张儒会死活 要将这块宝玉 送给许清潇 甚至是硬塞 许清潇有些无奈 但还是接下吧 毕竟一点东西都不接 那也不行 至于有人说 自己行贿受贿 许清潇倒也不怕 你说自己行贿受贿 请问你去哪里报案 行不还是力不 就怕你脑子抽了去兵部 估计要被打得头破血流 然而 当宝玉落在手中 敌的确确血气开始涌动 效果很明显 这玩意是个宝贝啊 以后有机会 还是还回去吧 许清潇心中想到 待许清潇收下此物后 张儒会 这才笑颜逐开 随后 张儒会继续开口 贤弟 这是我的令件 以后但凡在张氏商铺花销 一切都算于凶的 可莫要付钱 如若离开了京城 只要有张氏钱庄的地方 十万两百银以内 贤弟当日随意提取 如若需要更多 让人给我传个消息即可 张儒会如此说道 将自己的令件给了许清潇 他的令件价值不菲 所有张氏商铺消费 统统免费 而且可前往张氏各大钱庄 提取十万两百银应急 然而许清潇有些惊讶了 张兄 没想到你生意如此之广 钱庄你也做 许清潇这下子有些惊讶了 虽然许清潇知道张儒会有钱 可没想到 竟然连钱庄都开起来了 而且开口就是十万两百银 这得多大的家产啊 略有一二 略有一二 张儒会笑了笑 身为生意人 最忌讳的 就是说自己有多少钱 这不是告诉别人 我有钱 来宰我吧 聪明的商人都懂得庄穷 不过在许清潇面前 他还是忍不住 稍稍炫耀一下 但也保持理智 可以啊 兄长 以后指不定 有个大生意给你 听到钱庄二字 许清潇不由想起自己的安国策 本以为安国策能快速施展 后来自己才知道 自己太年轻了 自己不知道 国家的情况是什么 等知道以后才明白 安国策为何被一直压着了 因为根本不适合 至少以现在来说 不适合 大生意 有多大 张儒会略显好奇 先问问一句 贤凶的资产 如今有多少 尽收多少 不需要说的太明确 大致即可 许清潇平静问道 此话一说 张儒会微微沉思 而许清潇也继续开口 当然 若是贤凶不方便说 那也无妨 许清潇喝了口茶 对于商人来说 自曝家底 是比较隐私的一件事情 询问张儒会 其实也是一种探底 他想看看 张儒会到底对自己 是一个什么态度 不说也无妨 这个能理解 说了就证明 张儒会对自己 当真实交心 至少是愿意交心的 不不不 贤弟误会了 于兄只是在思考 张儒会解释一句 过了一会 他给予答案 每年收入 1500万两白银 上下浮动 不会超过三成 张儒会给予解释 这个回答 并没有让许清潇惊讶 但一旁的王儒却梦了 1500万两白银 是什么概念啊 他根本算不过来啊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许清潇不震惊的原因 很简单 自从砍了大卫 翻商一刀之后 许清潇就明白了一件事情 大卫穷 但大卫的商人不穷 所以 年收入1500万收入 许清潇不惊讶 当然了 一两白银 等于钱是1000元 也就是说 张儒会年收入150亿 那么按照前世的形容 估值至少是3000亿了 算是相当不错了 大卫最顶尖的一批人 这笔生意 若是做下来了 贤兄的财富 十倍不值 许清潇平静道 可此话一说 张儒会和王儒两人 瞬间愣在原地了 在王儒眼中 1500万两白银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别说他这一辈子 就算是100辈子 也赚不到啊 现在 许清潇说还可以翻十倍 这是什么概念 15000万两白银 这得多少钱啊 张儒会也愣了 他现在到了这个层次 愈发知道 家产越多越难赚钱 这个道理了 钱可以生钱 这点没问题 可你钱多 遇到的人也多 每个人都想 从你身上吸一口血 每个人都想咬你一块肉下来 每个人都想骗你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 不管你想做什么 下面都有自己的利益 都有自己的想法 想要发展 除非遇到无与伦比的机遇 说实话 别说十倍了 就算是翻一倍 对他来说 都是无量价值啊 十倍 这是什么概念 大卫国税一年都没有这么多银两吧 自己以后 岂不是成为了大卫第一富豪 以后就算还有三大商会 自己就是第四大商会了 而且还是商会之首 这不得起飞 但很快 张儒会冷静下来了 原因无他 因为十倍太夸张了 他不是不信许清潇 而是不相信自己啊 可许清潇敢说 十倍利润 就算有点夸张 最少一倍吧 要是真能提升一倍也够了 自己基本上 无限接近三大商会了 说不定自己的儿孙 能将自己孙氏商会 抬到四大商会 这个程度 所以他还是有些期待 敢问贤弟 是什么声音 张儒会开口问道 以后再说 现在还不急 许清潇微微一笑 大卫钱庄的事情 光靠朝廷 肯定是做不大的 必须要吸纳 更多商人进来 这帮商人聪明得很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 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 大不了让陛下 特意开辟一条体系 比如说红顶商人 让这些商人也有官职 估计真到这个时候 不知道多少商人 要激动哭了 哭着喊着要加入 毕竟商人的地位不高 比较畸形 但也没不至于说 太过于低下 只能说 在读书人面前 就卑微如沉了 所以 许清潇倒是有想法的 当然这个计划 暂时不能说出来 要等第二刀落下来的那一刻 再去说 听到许清潇这般开口 张如会没有继续追问 许清潇不说 他相信 有许清潇不说的道理 也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许大人 顾尚书请您去一趟户部 是户部的小使 请许清潇去一趟户部 当下 张如会看到这一幕 立刻起身道 贤弟 时辰不早了 于兄就不耽误了 毕竟你现在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张如会如此开口 行 贤兄慢走 过几日 等太平师会结束 于帝再去桃花岸找兄长一趟 许清潇看得出来 这张如会对自己十分真诚 是一股力量 可以利用 当然 对方也可以利用 自己来牟利 大家都是这样的 你帮我 我帮你 如果仅仅凭借了好感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成年人的世界 更多的还是利益 好 好 好 到时 我一定会隆重设验 听到这话 张如会立刻开口 要隆重设验 到时见 王如兄 先走了 许清潇没有逗留 立刻起身 同时向王如告别 王如点了点头 跟随着张如会走了 而许清潇 也跟着户部 卷力离开 很快 户部 许清潇见到顾炎 还不等许清潇开口 顾炎的声音便已响起 守人 他们派人来京都了 约我等明日相聚 顾炎开门见山道 明日相聚 何时 许清潇皱了皱眉头 这三大商会 怎么突然来京 而且约明日相聚 虚时左右 按正常来说 我等要提前半个时辰过去 毕竟商谈 而且点名要你去 否则不谈 顾炎回答 此话一说 许清潇有些明白了 他们是想要阻止 我去斗诗 许清潇开口 有些好奇道 而顾炎点了点头 他们的意思 就是想要阻止你去斗诗 老夫的意思是 我带人去 你就不用去了 明日斗诗 你不能少 顾炎给予回答 太平师会依旧重要 谈价格这种东西 不需要许清潇去 去了又能如何 会因为许清潇而低价出 只是顾炎有些好奇 为什么他们 非要阻止许清潇参加斗诗 就如此仇视吗 这都已经摆在台上了 不 许清潇摇了摇头 看向顾炎道 顾尚书 我去 他们想要见我 让我无法参加太平师会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 但越是如此 下官就越要过去见一见 下官也想会一会这些人 知己知彼 方可百战百胜 这是许清潇的回答 对方想要见自己 这是好事 虽然挑选的时间 明显有问题 但这并不妨碍自己 不行 太平师会很重要 你知道 京都发生了什么事吗 十国才子跟大卫文人打起来了 双方火气冲天 现在矛盾愈演愈烈 如若你不参加的话 一旦输了 只怕我大卫颜面无存 昨日你虽教训了大卫文公如生 可老夫还是不放心 这件事情 陛下已经着手调查 可不管怎么调查 太平师会还是要稳重一些 顾炎却否决了许清潇的提议 大卫京都已经喧闹起来了 十国大才跟大卫文人打得不可开交 彼此之间可谓是水火不容 许清潇的枪敬酒是让百姓们出了一口气 但架不住十国大才不要脸啊 非要说许清潇提前得到试题 甚至还坚定地认为 许清潇这首千古名诗不是许清潇自己做的 而是请来一位天帝大儒出手 否则的话 许清潇凭什么认为 自己就一定能做出千古名诗 又为什么一定是在郑国师出现之后再出现 所以他们不服 一点都不服 这让大卫百姓气得牙疼了 对方不要脸 能怎么办 打又打不了 骂又骂不过 陛下已经下旨了 不允许再发生这种斗殴事件 一旦发生 剥夺功名 所以 无论是大卫文人 还是十国才子 都不敢继续叫嚣 双方 就是把所有怒火 全部留在了明日的斗尸上 谁赢了 输家闭嘴 但很多人都知道 即便是大卫赢了 估计 十国大才也会不服 他们已经立先天不败了 所以 众人就希望 许清潇在未来三天 写出三篇千古名诗 如果真这样的话 十国大才 估计就没什么能说的了 但连续三天 三篇千古名诗 这个别说 大卫文人了 就连百姓呢 也不敢想了 知道 许清潇是万古大才 但也没有这么自信 一天 一篇千古诗词 真要这样 离阳宫都要塌掉 被财弃震塌 但不管如何 许清潇参赛了 就一定能取得 一个好名次 因为许清潇 可以创造奇迹 立压十国大才 故此 顾言不同意 许清潇去见面 他之所以喊来 许清潇 是告诉许清潇 这件事情 问问他 有什么想法 顾大人 您放心 我明日赴宴 但清潇也可以保证 明日斗师 不会输 许清潇神色认真道 这番话一说 顾言有些皱眉了 为何如此笃定 顾言皱着眉头 忍不住问道 这个 顾大人就别问了 清潇 何时骗过您 许清潇有自己的打算 只是这个办法说出来 怕顾言更不答应了 你不亲自过去 怎么赢 顾言真有些想不明白了 但仔细想想 许清潇 的确没有撒过谎了 顾大人 您不信我吗 还有 三大商 既然指明点信 让我过去 那清潇可以猜到 只要清潇不去 他们就一定会以此为借口 说大卫护部瞧不起他们 转身走人是小 到时候 人家就站立了 许清潇继续开口 同时他断定这帮人 一定会借此为由 然后抨击护部 到处宣扬 自己千里迢迢来到京都 愿意和大卫 好好谈一谈价格 可没想到的是 大卫护部许清潇 竟然瞧不起他们 又要让他们低价 又不愿意见他们 他们虽然是商人 可也是有骨气的 这种话 许清潇自己都帮他们编好了 的确 随着许清潇这般开口 顾炎脸色一沉 因为许清潇说的一点都没错 三大商格外叮嘱 必须要让许清潇过来 否则不见 想到这里 顾炎便不再开口了 而许清潇的声音响起 顾大人 有一件事情 清潇要说 三大商有恃无恐 敢漫天要嫁 很有可能背地 已经跟另外一批人 谈妥了价格 许清潇压着声音说道 将这件事情说出来 嗯 只是 顾炎没有半点惊讶 而是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道 老夫已经猜到了 守人 你当真聪慧 能猜到这个上面来 有户不知大财 只是这件事情 你不要参与进来 涉及很大 顾炎早就知道了 实际上当对方的信来了以后 他便猜到了 只是 他不与许清潇说 不是不把许清潇当自己人 反而就是把许清潇当自己人 才没有告知许清潇 毕竟按照许清潇的性格 得知这件事情 只不定会 闹出什么事来 他希望 许清潇能顺顺利利成为 户部尚书 坐上自己这个位置 那么这些事情 由来他解决 嗯 清潇明白 看到顾炎早就知晓 许清潇心中不免感慨一声 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许清潇一瞬间便明白 顾炎是不希望自己惹祸上身 所以不愿意告知自己 假装自己不懂 可没想到 自己还是猜到了 不过这件事情 许清潇暂时不碰 知道了就行了 明白就好 行吧 其余的老夫 就不多说了 你既然有自信 赢得太平师会榜首 那明日就随老夫一同去 不过有一点 斗师一定不能输 否则老夫宁可被他们辱骂 也绝对不可能让他们拖住你 顾炎不多说了 答应许清潇明日一起去 毕竟许清潇说的一点没错 真要许清潇不去 这些商人肯定是以此为由 各种抨击许清潇 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而许清潇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自然而然不可能留下话柄给别人 好 那清潇便去准备斗师之事 许清潇点了点头 而后告退离开 许清潇来得很快 走得也很快 他要回去解决明日斗师之事 三大商会明显想要拖住自己 让十国大财压制大卫文人 如果自己不去 他们就以此为由 攻击造谣 若是自己去的话 那太平师会基本上输一半 如意算盘很好 可惜的是 他们面对的人 是一位从小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穿越者 让许清潇写文章 许清潇不见得能每一篇文章 都是绝世文章 但让自己写诗 李哥 杜哥 白哥 随便一个拿出来 就是吊打十国的存在 所以许清潇根本就不在乎 这区区十国大财 守人学堂 许清潇步伐步慢 师兄 师兄 许清潇喊了几声 怎么了 陈清潇从膳房走了出来 端着碗筷 有些好奇 问你一件事 你好好想想再回答 明日太平师会不是要斗师吗 你猜得到题吗 许清潇开口 直接询问道 猜题 听到这话 陈清潇顿时将碗筷放下 而后一脸认真道 师弟 你这问题 可算是问准人了 师兄 虽然做事能力不错 可师兄真正的才华 就是猜题 不怕告诉你 当初俯视之题 是我告诉老师的 后来 老师非要说是 他自己猜出来的 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 当学生的 不可能跟老师争啊 陈清潇如此说道 满是自信 行 师兄 帮我猜一下 接下来三天的题 可以多猜几个 写在一张纸上 许清潇如此道 好 师弟稍等 我马上 陈清潇满怀期望 随后走进自己的书房 他很开心 极其开心 自己的师弟 总算是有求于己了 当下 许清潇回到书房后 开始沉思 而后一个个题目写上去 许清潇在外静静等待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后 陈清潇走了出来 拿着一张宣纸道 师弟 抖十三日 也会出题 一日一题 我保守估计 应该是这五个题目 毕竟来来回回 就是这些 陈清潇将宣纸 递给许清潇 五个题 不加加 许清潇微微皱眉道 一提不加 陈清潇无比自信道 看到陈清潇这般自信 许清潇也没多想 转身回到房内 望着回去 复习的许清潇 陈清潇很是得意 想到明天斗师 许清潇赢得第一 再来感谢自己时 陈清潇更加愉悦了 而就如此 一直到了晚上 太平师会再次开始 但这一日 许清潇没有参赛 说不参赛就不参赛 今日不是斗师 依旧是出题作诗 然而就在太平师会 开始一个时辰后 财气涌入太平师会 天穷之上 依旧有金色字体 是郑国诗 但这首诗是华星云所作 诗出郑国 力压十国大财 只是今日十国大财 基本上没有作诗 显然 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在今日动手 明日斗师才是他们的缓解 故此 这一日 一切相安无事 可众人知晓 明日的斗师 才是真正的缓解 每个人心情都很紧张 也很期待 就如此 一直到一日 未时 许清潇从房中走出 手中拿着几个信封 推开了陈兴河的房门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6章 不要再拆了 宫殿要塌了 许清潇花式装闭 守人学堂 许清潇拿着一份书信 来到了陈兴河房内 师弟 正在苦心研究诗词的陈兴河 有些好奇 望着许清潇 有些不解 师兄 这信封你拿好 一共有七份 今日太平师会 师弟就不参加了 不过 我已经将你选题之诗 都做了一首诗 如若选题对了 你就拆开信封 记住 只能拆开一封 多了就不行 劳烦师兄了 许清潇开口 道出他来这里的目的 可这话一说 陈兴河有点梦了 师弟 你不参加 今日斗师 所有人都等着你啊 你居然不来 这十国大财到时候 又要说些什么呀 陈兴河有些扎舌 这么重要的事情 许清潇竟然不来 这实实在在有些 尴尬 因为所有人都在等 许清潇过来 大为百姓撬手以盼 可没想到 许清潇不来 这如何不尴尬 师兄 师弟要忙一件大事 涉及到江山 涉及到百姓 所以太平师会 师弟就不参加了 许清潇神色很认真 向陈兴河解释 此话说出 陈兴河陷入了思索之中 但很快他明白 许清潇不会撒谎 更加清楚 许清潇 现在的确是为大魏王朝做事 关乎江山 涉及百姓 自然要比太平师会重要百倍 所以不去也实属正常 行 师弟 那今日太平师会 我替你去吧 陈兴河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了 同时将目光落在这戚风信上 这信 为何不能拆开啊 陈兴河继续问道 有些好奇 我已闻起春秋 比封了财气 若是拆开 财气涌入 只怕会惹来不好的反响 总而言之 师兄 记住 无论如何都不要拆开 这戚风信 代表七个尸体 要是真一个没中 劳烦师兄 再来最满楼找我 许清潇解释道 三大商会的人 将见面地址 选在了最满楼 与黎阳公正好对立 好 陈兴河点了点头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劳烦了 许清潇一败 而后转身离开 师弟客气 陈兴河回答 而后起身 目送许清潇 离开守人学堂 再然后将目光 落在了 这桌上的七封信上 每一封信 上面都写了题目 但有一点 陈兴河不太相信 不是说不相信 自己师弟的文采水平 而是许清潇说 不能全部拆开 这就有些太自信了吧 知道自己师弟 有精识之才 可也没必要这样 真拆开了 又能如何 师弟啊 师弟 你太高调了 要跟师兄一样 学会低调 陈兴河心中感慨 认为自己师弟过于高调 言行举止 都有些浮夸 得学学自己 低调不好吗 当然 陈兴河只是随便想想 七封书信 还是好好收着 如若压中了题 那就拆开 如果压不中 再去找自己师弟一趟 很快 天色渐晚 逐渐来到有时 今日的黎阳宫 比前三日 还要热闹许多 进宫人数不变 可架不住百姓们过来凑热闹 除了第一天 大量百姓在黎阳宫外观望 后面两天就没什么人了 但今日斗师环节 再加上大魏京都 这几日发生的事情 大魏文人和诗国文人 已经到了那种 水火不容的程度 而京都内的百姓 也瞧不起诗国文人 说来说去 还是诗国文人 做法太恶心人了 太平师会第一天 大魏赢了 大家五五开 你有面子 我也有面子 毕竟如到正统在大魏 而且 太平师会 也是大魏的师会 你总不可能 指望大魏丢人现眼吧 太平师会第二天 虽然依旧是大魏第一 但前世有八个 是你们诗国才子 按理说 我们大魏已经输了 你们诗国才子也不亏吧 至于你说不合理 行 咱们可以慢慢谈 好好去说 可你们呢 直接翻脸走人 一点面子都不给 这就是你们诗国大才的素养 到了第三天 你们出了郑国诗 华星云说 再作诗一首 可因为 陈正如陈尚书已经说了 一个人献一首 所以你们拒绝 行 我们也答应了 这也没什么 许青霄来了 一时千古 都已经这样了 可没想到的是 你们这帮人 竟然直接污蔑许青霄 这事已经做好了 是有人提前泄题 歪日 按照这个说法 我们大魏只要拿了 第一就是偏袒 就是泄题 按照这种阴谋论 谁解释得清楚 所以 大魏文人和大魏百姓们怒了 实实在在被恶心坏了 拿出真实力 你们要说泄题 大家不相上下 你们占据优势 你们又说偏袒 怎么样 你们才能闭嘴 而今日 斗师会上 所有人都期待 期待许青霄出面 再用一首千古名诗来打脸 把这帮人的脸狠狠打肿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不知道多少人聚集在黎阳宫外面 庙会都不参加了 甚至不少酒楼掌柜 包括一些小商小贩都来了 大家宁可不做生意 都要来见证这个盛况 当然说是这样说 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害怕 害怕许青霄输了 害怕大魏输了 如果当真如此的话 那丢人就丢大发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随着黎阳宫门缓缓开启 所有文人以及百姓们纷纷走入黎阳宫内 池中住酒万斤 宫内也有不少人准备好了美酒加酿 就生怕许青霄万一急性作诗 又没酒了 那就不好了 甚至很多百姓都自己准备了酒水 就怕许青霄需要喝酒 众人入场 歌舞升平 奏乐响起 一切都显得繁荣热闹 文公大如先出现 随后便是六部尚书一次出现 不过户部尚书顾延没有出现 最后便是四大书院的院长纷纷出场 众人出现 望着台下众人 他们目光在搜寻 不仅仅是他 实际上诗会现场 也有不少人在互相观望着 所有人都在搜寻一道目光 许青霄 尤其是十国大财 他们也不说话 就是在看 看许青霄在什么地方 只是看来看去 就是没有看到许青霄的身影 守人不会被顾延 那个老东西拉走了吧 是啊 顾延这个老家伙也没来 守人也没出现 不会被拉去谈生意了吧 这个时候 顾尚书把守人拉走 这不是有病吗 真是胡闹 刑部尚书 兵部尚书等人忍不住开口 他们一来就发现 顾延有事 而后又没看到 许青霄的身影 自然而然认为 许青霄被顾延拉走了 先不要说 守人不会乱来的 相信他 陈正如开口 让其余尚书不要说什么 老老实实参加盛宴 等盛宴结束之后 再去寻找许青霄的身影也不迟 此话一说 众人点了点头 而人群当中 穆南平虽然没有找到许青霄 却看到了陈兴河 当下 穆南平带着自己的妹妹 穆南宁走了过去 陈兄 许兄呢 穆南平开口 询问陈兴河 眼神之中满是好奇之色 这边说 陈兴河感受到一些人的目光 而后拉着穆南平往一旁走去 两人顿时跟了过去 紧接着陈兴河 这才压着声音道 师弟不来了 他有其他重要的事情 让我过来处理今日的诗会 陈兴河如此说道 可此话一说 穆南平和穆南宁有些愣了 让你来 让你来做什么 这不是丢人现眼吗 穆南宁说话很直 下意识开口道 陈兴河 刹那间 陈兴河脸色一变 他看向穆南宁 长得虽然很漂亮 但那又如何 有你这么羞辱人的吗 什么叫做丢人现眼 我陈兴河再不济 也是大魏王朝新朝 第一届府市 南玉府排名21好不好 你能达到这个排名吗 你大爷的 陈兄 不要生气 我这小妹说话直 小妹 以后不可这般 穆南平训斥了一句 可这话陈兴河更不爱听了 什么叫做说话直 你什么意思 你也觉得我陈某是过来丢人现眼的 陈兴河不说话 他面容轻傲 可内心很难受 想生气吧 对方毕竟是永平世子 自己在京都 还是要多多认识点人 想不生气吧 可憋着一肚子的气 陈兄 许兄为何不来啊 有什么大事 连太平师会都不来参加 今日我听闻 石国大才准备了许多 几乎是举石国之力 想要对抗许清霄 他们昨日聚集在一起 不知道商量了什么 而且所在的地方 财气横溢 只怕今日至少也有几首 镇国诗啊 陈兄 如若许兄今日不来的话 只怕大卫闻谈不稳啊 要不您去找一趟许兄 否则的话 一旦出事 大卫就要沦为笑话 沐南平开口 语气带着一些央求 不用 师弟已经做好了后手 你看 陈兴和拿出许清霄 准备好的七个信封 这是何物 沐南平有些好奇 师弟已经做好了准备 昨日他让我压题 我压了五题 师弟写了七题诗 就在这其中 若是压题成功 就将信封打开应对即可 陈兴和自信道 让你压题 然而沐南平瞬间抓住重点 满脸不可置信 毕竟如果是许清霄 自己压题 他还相信 可让陈兴和来压题 不是吧 一瞬间 沐南平拿过信封 一封封看去 道理 封月 背 剑友 你大爷的 如果说 得知是陈兴和压题 他心里量了半截 可看完陈兴和的压题后 他直接量了 这是什么鬼题啊 还道理 这是太平诗会啊 跟道理什么事啊 完了 完了 这回彻底完蛋了 沐南平觉得 这次是真的凉了 彻底完蛋了 沐兄 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啊 我敬重你是永平世子 可没想到 你竟如此羞辱我 陈兴和有些愈怒了 还有完没完啊 压个题你都要说我 陈兄 息怒 息怒 本世子也只是有些心急罢了 哎 哎 哎 木南平立刻解释 可话虽这样说 但他还是郁闷 陈兴和不说话了 待会就能看到结果 没必要在这里与这种人辩解 当真是犹如斯文啊 当 也就在此时 随着轻微的钟声响起 当下 文公大如孙静安 缓缓走出道 太平诗会 斗师即将开始 本次斗师 临时修改规则 由十国大才派出代表 大卫文人派出代表 各自为其选题 孙静安的声音响起 这一次的斗师大会 临时修改了规矩 而这个规矩 就是出十题 让十国大才为大卫来作诗 而大卫也会挑选一个题 让你们来作诗 你不说 我们会泄题吗 总不可能 我们准备好 十手千古名诗吧 你非要这样说 那就真没有一点如品了 果然 这个规矩一出 不少声音跟着响起了 这下子倒要看看 十国的读书人 该怎么解释了 硬逼着大卫修改规矩 别又输了 这要是还敢说我们泄题 他们就别想走出京都了 哼 一帮输不起的家伙 百姓们的窃窃私语想起 修改规则并不是一件好事 而是一种示弱 但也没办法 你要是不修改规则 不管结果如何 这帮人肯定要各种找理由 输不起没办法 听到了百姓的声音 十国大才们的脸色 没有任何变化 反倒是露出冷笑之色 当真是问心无愧 为什么要修改规则 还不是自己做得太难看了 就是 就是 如果真没偏袒和泄题 为什么要修改 说到底 心里还是有鬼 不过 看现在的样子 他们应该不敢泄题了 也不一定 主要还是 看这个许清潇 十国大才的声音响起 虽然大卫修改了规则 可他们还是有些不服 可这话一说 大卫文人怒了 你们这是什么话 都修改了规矩 你们还在这里叫嚣 既然抱着这种想法 那就别逼了 直接滚吧你们 真就直接滚吧 你们这帮人 当真是恶心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大卫文人 真的顶不住了 之前说偏袒 然后说泄题 现在好了 都到了这个程度 为你们修改规则了 你们还说我们泄题 这还玩个毛啊 直接滚吧 别来参赛了 一道道声音响起 百姓们大卫文人 纷纷怒斥 这太气了人了 我们又没说什么 直接救急了 刚说一句 就跟戳中 你们的痛处一样 没泄题 就没泄题 问心无愧不懂吗 你们大卫 是不是只会叫啊 要真没有 还怕别人质疑吗 十国大才的声音响起 他们也不服了 不过是说了几句 如果你们问心无愧 何必这样 一时之间 场面瞬间闹腾起来了 双方骂战 宴席上 孙静安看到这一幕 不由皱眉 宿静 孙静安开口 他身为大儒 一声令下 场面的确控制住了 为儒者 这般吵闹 别人说上一二 你们就如此闹腾 成何体统 尤其是二等 我大卫乃是儒道正统 二等都是大卫读书人 可却在这里 叽叽喳喳 吵闹不停 将太平师会 弄成泼妇骂街 而等这些年的书 读到了哪里去 这般读书 还不如不读 真是不成体统 都给我安静 如若谁在喧哗吵闹 就全滚出去 在此丢人现眼 丢大卫之颜面 孙静安开口怒斥 第一句是骂所有人 可后面他 全是在训斥大卫文人 认为这帮文人 有些不成体统 一直吵吵闹闹 跟泼妇一般 当然 他之所以这样做 无非是两件事情 其一 万一这帮人又走了呢 那太平师会 要不要继续举行 大卫丢了人 他大卫文公 也丢了人啊 其二 这般吵闹 一点都体现不了 大卫的如风 简直是丢人现眼 可这话一说 大卫文人 截然皱眉了 即便是人群当中的 华星云 也不由微微皱眉 因为孙静安 有些过分了 好家伙 人家都欺负到 我们头上了 你居然这个样子 不帮自己人就算了 还训斥我们 他们看向孙静安 可却没有 许清潇的勇气 去怒斥大卫 只能将这口气 憋在心里 大卫就是大卫 再怎么样 都是大卫 陈正如等人也皱眉了 认为 孙静安有些不妥 可想了想 还是没有说什么 眼下如果真发生了 十国大才离开的事情 那大卫就真的没脸了 可孙静安做的事情 的确不厚道 训斥自己人 帮外人 就算是为了颜面 也不至于这般吧 大卫虽然衰败 可不至于连这点 骨气都没有吧 倘若许清潇在此就好 估计按照他的脾气 直接上手了 嗯 我现在感觉 守人凶弱是 在此 这帮人敢叫嚣 突然发现 许兄虽然狂妄 但他是护短 如果我等与许兄关系好 许兄一定会偏袒我等的 都不要说偏袒 这件事情 我们也没做错 守人凶在的话 直接帮我们出这口恶气 一些人开口 窃窃私语 声音很小 但一瞬间传开了 众人彼此都有些不服 真的很恶心 被自己家大如怒斥 再瞧一瞧 十国大才 一个个得意洋洋 甚至还露出笑容 真是简啊 所以大家忽然想到 如果许青霄在这里的话 估计 十国大才就不敢说话了 甚至按照 许青霄的脾气 这十国大才 都要挨走 可惜的是 许青霄不在 是啊 许青霄去了哪里 他怎么没来 莫不是也被 十国大才 恶心到了 还是说什么 这一刻 大魏文人们有些好奇 同时心里也非常难过 莫名之间 他们对许青霄 产生了一种 说不出来的好感 行了 选题吧 也就在此时 陈正如的声音响起 他眉头略皱 觉得 孙靖安有些过分了 但又不好说 想想也没办法 只能让斗士快线 十国大才 派人上来选题 孙靖安并没有任何反应 他察觉到了 大魏文人的不满 可那又如何 自己代表的 是大魏文公 大魏文公 代表的是第五位圣人 换句话来说 自己代表的就是圣人 他们不开心 那又如何 自己做错了吗 没有 因为自己 站在的是国家立场上 站在的是 圣人立场上来训斥 别人叫嚣 让别人叫嚣啊 一直跟对方吵闹 不是显得自己 没有一点大国风范吗 至于私人情绪 而等配吗 他身为大儒 也不敢有私人情绪 站在国家立场上 站在圣人立场上 有时候 自己吃亏 也只能闭嘴 更何况这些人 至于他们敢不敢闹 不敢 因为自己代表的是圣人 他们敢跟圣人闹吗 这就是孙靖安的底气和想法 而就在此时 十国大才中 有人走出 是晋国第一才子 王玉 他缓缓走上宴席上 朝着孙靖安一拜 十分恭敬 这一拜 有些特异 就是败给大卫文人看的 王玉 你来选题 孙靖安开口 如此说道 后者没有多想 直接在试题中扫了一眼 而此时所有人都略显紧张 最为紧张之人 便是宴席之下的陈兴河 还有木南平 毕竟这个压题 要是错了的话 那就完蛋了 陈兴河有些紧张 他心中不断祈祷 希望自己压题成功 手中的性质 都在微微颤抖 内心显得无与伦比的紧张 可就在此时 终于王玉开口了 就以风月为题吧 王玉开口 他选此题 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有些好奇 人群当中 陈兴河第一时间 观看着手中的信封 木南平也凑了上来 死死地看着信封 看看有没有压重 有 有 有 陈兴河瞬间找到了 风月 二字 自己压重了 好家伙 自己不愧是大卫压题王啊 这都能重 陈兴河其实太过于紧张了 否则的话 也不会不记得自己的压题 好家伙 一旁的木南平 也忍不住喃喃自语 他没想到 陈兴河竟然真的压题成功了 这还真是 好家伙啊 不过他没有声张 稍稍松了口气 而此时 宴席之上 王玉再次开口 对了 孙如 可否提个要求 既然以风月为题 那诗中 必须带有风和月字 并且不能连在一起 必须要隔断 如何 当然 若是大卫不愿意答应 也无所谓 如果答应的话 也可以向我们提出类似的要求 王玉忽然开口 像孙静安如此说道 此话一说 大卫上上下下都有些不爽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话的意思 不就是在说 怕大卫泄题吗 所以 特意防一手 这做法太恶心人了 六部尚书 截然皱眉 实实在在有些不愉快 这王玉看似是提议 可实际上 还是在讥讽大卫泄题 答应下来 被动 不答应下来 又恶心人 但正常来说 有些骨气就不该答应下来 你说什么就什么 真当我大卫没骨气吗 陈正如想要开口 但此时 孙静安出生了 好 他淡然回答 一个好字 答应下来了 原因无他 问心无愧 也不怕 你家什么设置 可这话一说 众人心中又忍不住皱眉了 如此甚好 这要是输了 我等心服口服 孙儒 当真是有大儒风范 王玉笑了笑 朝着孙静安一拜 孙静安没有表情 而是看向大卫学生道 而等上来选题 声音响起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实在是不想上去 就是被石国大财 恶心到了 但许多目光 都落在了华欣云身上 毕竟他是除许清潇之外 大卫青年一代 最有才华之人 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华欣云吐出一口气 准备上去选题 可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了 许清潇 许师弟说了 如若有挑选 试题的环节 就让石国文人 自己挑选 免得说欺负他 随着声音响起 刹那间全场的目光 都落在了角落当中 是陈兴河 嗯 被石国大财 一直恶心 陈兴河也忍不住了 许清潇压根 就没说过这话 可他今日 把自己的话说出来 也是代表 许清潇所言 他相信 许清潇也会这样说 再者如今 已经压题成功了 他还怕谁 怕谁 许清潇是他师弟 这人是谁啊 没想到 许清潇竟然是他师弟 此人相貌不凡 只怕来头也不小啊 能成为许清潇的师兄 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阁下 请问许守仁 为何不来 是啊 许守仁为何不来 守仁兄呢 众人好奇 没想到 陈兴河竟然是 许清潇的师兄 但更加好奇的是 为何许清潇不来 感受到众人目光时 不知道为何 陈兴河莫名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的气质逐渐变化 变得更加轻傲 眼神之中 更是充满着一种默然 这种眼神 不是瞧不起 在场所有人 而是觉得在场所有人 都是垃圾 你是何人 许清潇为何不敢亲自说此话 就是 许清潇在哪里 他今日为何不出现 莫不成是怕了 哼 许清潇不敢出来 让他师兄来 是否害怕我等 十国才子们纷纷开口 毕竟陈兴河这话 莫名带着嘲讽 再加上这种气质和眼神 更让他们感觉不爽了 师弟果然说得没错呀 陈兴河摇了摇头 喃喃自语了一声 他往前走了几步 不少人让路 说了什么 有人好奇问道 师弟说 十国大才皆是井底之蛙 若不是陛下有旨 他根本就不想来参加这太平师会 跟一些井底之蛙比 即便是赢了 也失了身份 陈兴河冷漠开口 认真装闭 而木南平与木南宁兄妹二人 却有些沉默 毕竟陈兴河这话太装逼了 他们并不认为 许清潇会说这种话 不过按照许清潇的性格 倒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陈兴河这气质转变 也太快了吧 瞬间变成碧王 你放肆 你竟然敢侮辱我等 孙大如 此人出言不逊 大魏就是这般的吗 十国大才一听这话 直接炸毛了 井底之蛙 这当众羞辱 让他们如何不怒 可大魏百姓 以及大魏文人 却连声叫好啊 说的没错 就是一群井底之蛙 守仁兄一句话都没说错 好好好 守仁兄不愧是守仁兄 我就说 守仁兄为何前日参加 原来是陛下下旨了 怪不得守仁兄会出现 唉 想想也是 对付一群土鸡娃狗 竟然让守仁兄亲自出马 是我等的问题 拖累了许兄 大魏文人这一刻彻底叫好 这话罢气 而且也十分符合许青霄的人设 可宴席上 孙敬安目光冷冽 他注视着大魏文人 那些叫好者 一个个闭嘴了 低头不语 但神色显得有些难看 很快 孙敬安的目光 落在了陈兴和身上 出言不逊 他四个字说出 显得十分威严 感受到大魏的威严 陈兴和不但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挺胸昂首道 何为出言不逊 十国大才羞辱我等可以 我等羞辱 他却不可以 孙大儒 您是大魏的儒者 还是十国的儒者啊 再者 别拿你那套来压我 这里是太平师会 陛下说过 极艳无尊卑 喊你一声大儒 是尊重你 否则 喊你一声老孙 你又能如何 我陈某又不是诸圣一脉 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你以为 我陈某怕你吗 陈兴和月桩越来劲了 这是他第一次被万众瞩目 第一次被人称赞叫好 自然而然 脑子一热 学许清宵的行为 有模有样 可这话一说 无数百姓 不由笑起来了 这老孙称呼 莫名有些喜感啊 狂妄 可而等不是诸圣一脉 也读过圣贤书 是大魏文人 也是圣人门徒 极艳之上 无有尊卑 可你身为圣人门徒 竟然如此狂妄 不尊上下 孙靖安大吼一声 他身为大儒 被陈兴和这种连入品都没有入品的人训斥 这简直是奇耻大儒啊 闭嘴 陈某已是心学学者 不是圣人门徒 无需敬重你这个大儒 知道心学是何物吗 是知行合一 你再敢凶陈某一句 信不信陈某当即做师 斥则俯儒 陈兴和装过头了 一句话说出 他瞬间后悔 这他娘的 自己哪里会做师啊 可此番话一说 却让在场所有大魏文人热血沸腾了 同时 他们也相信 陈兴和就是许清潇的师兄了 两人简直是一个 母版刻出来的啊 够狂够嚣张 还有这个心学是什么 听起来 为什么这么爽呢 能不能加我一个 众人心中如此想到 好了 也就在此时 陈正如开口了 不希望事情继续这样激烈化 我代替大魏文人 为其选题 就选山河吧 不过师座之中 也必须要带山河二字 陈正如出生 将这件事情压下来 因为他敏锐地发现 已经有很多读书人不满孙靖安了 甚至这个不满 会变成不满诸圣一脉 如若这般的话 对大魏文公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开始 孙靖安冷着脸开口 紧接着转身回到自己的胃上 他心中雷霆大怒 可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口气 他憋在心里 太难受了 而此时 陈正和的目光 看向十国大财 语气冷漠道 让你们先吧 免得我师弟诗词一出 等就没机会了 陈正和这般说道 如此嚣张的表情 让十国大财气得要吐血 这人连品都没有入 凭什么这么自信啊 还是让你师弟来吧 十国文人中有人开口 语气不屑道 我师弟不来 他已经做好诗了 陈正和取出戚风信件 如此说道 做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吗 已经写好的诗词 再好也不过一字千金 看来 许清潇是真的不敢出面了 是啊 哈哈 我总算是明白 许清潇 为何不敢出面了 众人纷纷大笑开口 因为诗词这种东西 一旦涉及到 郑国诗和千古名诗 那么在写出来的时候 就会凝聚意象和财气 如果你提前写了 除非是写一半 然后让天地大如镇压 否则的话 财气一定会外泄的 所以他们可以笃定 许清潇的诗词 最多不过一字千金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这个许清潇 就不足为虑了 不仅仅是他们 其实六部尚书 包括诸位大如 与四大书院的院长们 也有些担忧 因为诗国大才说的没错 井底之蛙 陈兴和冷笑一声 虽然他也不知道 这信封内的诗词 是不是千古名诗 但他相信 这里面的诗词 最起码是郑国诗 一口一口井底之蛙 那就拆开信封 让我等井底之蛙长长眼 可不要支撑口舌之力 诗国大才被这句话 恶心到了 因为陈兴和这句井底之蛙 再配上那种 漠视众人的目光 太吸引仇恨了 是啊 就让你们先 拆开信封啊 不会没压中题吧 诗国大才们叫嚣着 听到众人的声音 陈兴和倒也直接 直接取出第四封信 上面写着风月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落在陈兴和身上 而就在此时 陈兴和又指手了 缓缓看向石国大才 我最后 给你们一次机会 让你们先来 不然的话 待会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陈兴和自信道 石国大才 你大爷的 拆啊 怎么花这么多 你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石国大才气得有些沸腾 看到石国大才的样子 陈兴和也不废话了 机会已经给过了 是他们自己不珍惜 当下 陈兴和直接拆开信封 刹那间 轰 轰 轰 赤烈无比的金色光芒 从信封中释放而出 滚滚财气涌出 化作江河一般 涌入黎阳宫内 整个大殿 财气涌动 光芒四射 又是千古名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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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已经写出来的诗词 为何还是千古名诗 许青霄 为什么又做出千古名诗了 许首人竟然降才气风于其中 这手段 当真恐怖啊 他有文器 可以封印财气 一瞬间 宫殿众人沸腾 没有人会想到 已经写出来的诗词 竟然还有财气 但很快 有人反应过来 明误原因 许青霄降才气封印在字内 但最让众人震惊的是 许青霄还能做出千古名诗 要不要这么离谱 所有人都震惊了 六部尚书 诸位大儒 四大书院院长 大卫文人 大卫百姓 十国大才 慕南平慕南宁 甚至包括陈兴和本人都震惊了 因为他们最多期望 这是郑国诗 可没想到 还是千古名诗啊 而就在此时 财气涌动 凝聚出许青霄的身影 他立在宫殿之中 声音响起 尊前你把归姬说 玉与春荣仙惨烟 人生自是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雨月 离歌且莫翻心却 一曲能较长寸节 直须看尽洛阳花 使供春风容易别 淡淡的声音响起 是许青霄的声音 迎念诗词 当声音落下 更为澎湃的财气涌入 千古名诗 在座千古名诗 好 徐大人 当真是惊天之才啊 大卫有了许首人 闻到昌盛一万年 天不生我许青霄 如刀万古如长夜啊 许青霄 许万古啊 此人之才 惊天动地 镇谷硕金啊 人们起身 一个个眼神之中 充满着震撼 许青霄 给他们带来了 太多太多的震撼了 可十国大才们却疯了 他们之前已经 确信自己赢定了 可没想到的是 这都能做出千古名诗 他们有信心 做出镇国诗 可没有信心 超越千古名诗啊 即便是创作出来了 又能如何 人家在前 你在后 千古无有排名 只有时间前后 无论如何 都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谢提 这一定是谢提 他为何能压重提 这绝对有问题 他凭什么能压提成功 不对劲 不对劲 降材气封印在性质内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十国大才们 已经失心疯了 许清霄 又是一首千古名诗 让他们如何能接受 可就在此时 他们依旧囊囊着有问题 不是别的 主要是一个人 连续做这么多千古名诗 这可能吗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是不是假的 直接把剩下的信封拆掉 他许清霄 既然有本事 做出千古名诗 又敢直接压提 看看其他信就好了 如果真守守千古 我等认输 否则就是有问题 有人喊道 盯着陈兴和手中的书信 如此说道 的确 压其首诗 而且如此自信 如果说 这剩下的六封信 都是千古名诗 那他们无话可说 可如果六首都是普通诗词 或者是说 里面都没有诗词 那就是作假 想到这里 不少诗国大才冲不来了 直接扑向陈兴和 一时之间 一道道身影冲了过来 打算直接将陈兴和手中的书信 不能 不能拆啊 师弟说了 不能拆开 陈兴和死死守住 可对方来势汹汹 看样子 要被抢走了 可陈兴和这般模样 就愈发让十国大才怀疑了 抢 下一刻 十国才子们更猛烈了 如果能证明是假的 那大卫彻底丢人现眼了 这是他们唯一的翻身机会 不然靠什么翻身 靠在座千古名师 谁来 一时之间 场面瞬间乱了 而大卫文人一看这情况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开始保护陈兴和了 因为他们 也怕这里面有假呀 毕竟许清潇太逆天了 真有可能做假了呀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生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7章 七师千古 才气东来三千里 离阳宫内 彻彻底底沸腾了 所有人争抢着 陈兴和手中的性质 十国大才现在 已经笃定了一件事 这性质里面 如果还有千古名师 那就证明 许清潇当真有今天之才 可如果这性质里面 不是千古名师 就证明 大卫作假 大卫泄涕偏袒 否则的话 他们十国才子 今天是彻彻底底疏惨了 尤其是看到 陈兴和死活不拿出来 他们更加笃定这个想法 所以索性 直接开抢 而大卫文人和百姓 也有些紧张了 他们不是不相信 许清潇 而是赌不起啊 万一真的泄涕 或者是真的是 大卫天帝大如出手 他们以后的颜面就没了 所以 即便是强势一点 即便是让这帮人愤恨 也不能去赌 万一输了呢 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啊 想到这里 众人疯狂保护陈兴和 死都不能让十国大 才拆开这些信 可越是如此 众人越是激动 越跑过来 争抢这些东西 更加相信 这肯定有古怪 不要抢 不要抢啊 陈兴和都快哭了 他死死守护着这些书信 原因两点 第一 他也不知道 里面是不是有千古名师 大概率是有 可是不是千古谁知道 第二 许清潇交代了一万遍 不能拆开 他不敢啊 众人实在是有些顶不住啊 不要胡闹 给我安静 这一刻 孙静安彻底爆发出大如气势 恐怖的浩然正气 压制在场所有文人与百姓 急焰之上 而等如此放肆 想要做什么 想要造反吗 孙静安怒了 他真的怒了 几乎是咬牙切齿般的怒吼 声音响起 如雷一般 所有文人沉默 百姓们也不敢争强了 可就在此时 十国大财还是不服 皱着眉头道 孙如 我等不是输不起 只是许清潇竟然连写七封 人都不来 就赢得今日斗师 我等不服 这其中 若没有蹊跷 我等岂不是傻子 就是 人都不倒 就能赢得斗师大会 我等实在是不服 一点都不服 七封信 而且正好压题成功 这太不可能了 十国大财们 已经彻底上头了 他们可不管这里面的一些逻辑问题 主要是 许清潇 这太羞辱人了 人不到场都能赢 将才气封印在兴致内 气死人啊 他们愤愤不平 而大卫文人也不可能退让啊 是你们自己选的题 现在居然还说谢题 你们还要不要脸啊 一点脸皮都不要 当真是恶心 你们还大财 你们是大份还差不多 最绝了的是 你们特意要将封月拆开 这尸敌的确却拆开封月二字 难不成你们的人 是我等的卧底艰险 大卫文人们叫嚣着 觉得这帮人实在是有问题 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不服输 到底怎么样 他们才能服气啊 闭嘴 孙静安再次训声 让大卫文人安静下来 而后目光落在 十国大财身上 而等如何财富 孙静安与气瓶近道 拆开其他信封 我等就服 有人开口 要求拆开剩下六封信 否则不服 可此话一说 孙静安看向对方道 拆开了 就服 孙静安问道 拆开之后 如若每一封 都是千古名师 我等就服 否则 这就是弄虚作假 十国大财冷漠开口 态度无比拘奥 可下一刻 大卫文人中有声音响起 放你娘的狗屁 每一封都是千古名师 许兄虽然大财 可不至于 每一封都是千古名师吧 真要是如此 你们十国有资格看吗 这声音响起 实在是极其愤怒 你大爷的 拆开书信还不服 必须要每一封信 都是千古名师 我命你大爷 这怎么可能 七首千古名师 再加上枪敬酒 这就是八封千古名师啊 怎么弄 谁弄的了 他娘的实实在在有些恶心人 真的恶心人 可此人话音刚落 孙静安的声音再度响起 老夫已经说了 宿静 你还在这里谩骂 我大卫乃是李一支帮 而等身为读书人 还是我大卫文工的读书人 涵养呢 来人 将这人插出去 赶出黎阳宫 孙静安怒骂道 现在这个局势 十国大财是闹定了 所以他必须要服众 可没想到 自己人还在这里叫唤 当真是目无尊长 狂妄无比 这全是许清潇带出来的风气 你 孙儒 我身为大卫文工的读书人 曾经无比理敬您 可没想到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偏袒这些异国文人 我大卫的确是李一支帮 可以要看对方是谁 他们对我大卫如此不尊 如此不敬 而你却这般袒护 如若孙儒执意如此 那今日 我就退出大卫文工 我回忆 后者开口 他脸色胀红 清精爆了出来 或许是喝了点酒 看起来有些面红耳赤 大胆 狂妄 而不好好学习圣人之谦虚 却是将许清潇那套给学上来了 来人 插出去 孙静安彻底愤怒了 这是大卫文工的儒生 没想到竟然这般不听指挥 甚至还如此要挟自己 那就给我滚出去 孙儒 不可 大卫文工的几位大儒 在第一时间开口 他们已经 察觉文工读书人有些不服了 生出了怨气 孙静安 虽然为了维持大国形象 可问题是 也伤了自己人的心 所以他们希望 孙静安态度不要这么强硬 自己人多多少少 要顾及一番感情 毕竟有外人在场 若是自己人还好 骂几句就骂几句 有外人在终究有些不好 然而 陈正如却没有开口 静静坐着 可下一刻 后者大笑 紧接着浩然正气 从他体内泄出 而他更是怒吼道 今日 我李守明 悔其名义 自堕八品 从今往后 不遵诸圣之意 不再是文工如生 他声音充满着坚决 下一刻 拂袖离去 根本不需要别人插着离开 这番模样 让众人彻底沉默了 一些大卫文人心中涌上怒火 可他们却没有此人之勇气 因为他们毕竟是大卫文工的读书人 再者面对的 也是一位大儒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般勇气的 他们羡慕 可他们还是不敢 圣人的威望太大了 自毁名义是什么概念 这几乎代表着他这辈子 都别重新踏入名义了 而且 得罪大卫文工 未来仕途也不会好过呀 这一幕 大卫文人敢怒不敢言 而十国大才们内心却无比舒坦 他们舒坦到了极致 舒坦到了脚趾头 都忍不住伸展一下 自甘堕落 孙静安声音冰冷无比道 他并不在意 一个人自毁名义 反而觉得 对方自甘堕落 下一刻 孙静安继续道 将许清潇的书信交上来 他开口 看向陈兴和 凭什么 陈兴和目光冷漠道 你让我就交 明算个屁 此事关乎大卫颜面 如若你不交上来 只怕今日过后 天下人都要笑话大卫 孙静安以国家王朝来压制陈兴和 他知道陈兴和不服也不会主动交上来 所以用这个办法 亲者自清 师弟已经说过 无论如何不能拆开第二封 孙儒 今日之事已经过去了 斗士我师弟已经赢了 天色不走 陈某还要回去 陈兴和开口 如此说道 可下一刻 石国大财的声音响起了 哼 亲者自清 我怕是你们害怕了吧 许清潇也心虚了 你更心虚 如若真的亲者自清 为何不敢拆开 不拆开 而等就是泄题 而等就是弄虚作假 我等也不会承认 今日的成绩 石国大财纷纷开口 他们就是认为 许清潇 决然不可能 做出这么多首千古名师 所以有这个自信和底气 笑话 一群井底之蛙 就知道在这里叫嚣 如若拆开这些信封 我怕你们以后没有脸面现实 陈兴和冷笑道 而其他大卫文人 也很想开口 但在孙静安的目光之下 一个个敢怒 又不敢言 他们很憋屈 极其的憋屈 甚至说 很想要跟李守明一般 直接自毁名义离开 可他们又做不到 只能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制自己心中的愤怒 把信封交上来吧 不要让事情更加激烈化 否则的话 莫怪老夫直接拿去 孙静安声音冰冷道 他的意思很简单 要直接强夺了 孙如 你未免有些霸道了吧 陈兴和真想骂一句孙狗 但这话 还是不敢说出来 毕竟对方是大儒 之前上头了 喊了一声 老孙已经算是极限 要真骂一句孙狗 自己也会倒大霉 亲者自卿 若真不害怕 为何不敢拿出来 许清潇乃是大卫读书人 而且还是大卫朝廷官员 户部侍郎 如若他在此地 只怕也会顺从老夫心意 总不可能 让十国大财们误会 到时候 大卫丢了颜面 对谁都不好 孙静安如此说道 反正许清潇不在现场 区区一个陈兴和算的了什么 可这番话说出 大卫文人们 实实在在有些气了 拿出来 难道就不丢人 而且对方是什么 要求所有信封 都是千古名师 他说什么就什么 他要我们拿出来 我们就拿出来 我们虽然是大国 可大国的姿态 不应该是不解释吗 为什么一定要解释 众人心里都窝着火 他们很难受 非常难受 这太不甘了 太让人不舒服了 太恶心人了 陈兄 拿吧 也就在此时 慕南平深吸了一口气 他也是满腔愤怒 可他更明白 当下的局面 除非许清潇亲自过来 不然的话 面对孙儒 谁都没有办法 其余人 其实可以说上几句话的 可问题 是这里 是太平师会 又大卫文公主持 这样一来的话 大卫文公的大儒们不说话 他们也不能说什么 憋屈是憋屈 但没办法呀 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来拆 陈兴和开口 他明白慕南平的意思 眼下只能这般 毕竟谁让对方是大儒呢 可拆必须要自己来 万一对方一口气拆光呢 说不定有一首诗 真就是千古名诗呢 两首也行啊 不 得让孙儒来 你算什么东西 对的 让孙儒来 我等相信孙儒 孙儒深明大义 我等相信孙儒 孙儒 即便这许清潇当真弄虚作假 我等也不会怪罪大卫文公 因为您让我等看到 什么叫做公平 什么叫做大儒风范 是的 是的 我等只尊孙儒 十国大才们纷纷开口 他们不允许陈兴和来拆 必须要让孙静安来 而且各种夸赞之词 想起 毕竟这里是大卫 毕竟他们也是读书人 尊重诸圣一脉 而孙静安 是诸圣一脉的佼佼者 是大儒 所以他们 的确钦佩孙静安 之所以不服 是认为 大卫皇室 或者是朝廷弄虚作假 对大卫文公 他们还是尊重的 再加上孙静安 的确一直在帮他们 故此夸赞几句 也实属正常 果然 这话一说 孙静安心中 无比愉悦 能得到十国大才 这般夸赞 他今日所作所为 也算是有了回报 想到这里 孙静安直接开口道 交给老夫吧 此话一说 陈兴河不由捏紧信封 大卫文人 也不由一个个 恶狠狠地 看向十国大才们 后者则全部露出 淡然的笑容 可这笑容藏着的 却是一种得意 一种轻蔑和不屑 仿佛就是在说 跟我斗 你们自己人都来帮我 你们算什么东西 这种目光 让人感到恶心 这种态度 也让他们极为愤怒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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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青霄不在啊 这一刻 所有人都希望 许青霄出现 而后再上演一场 怒斥大儒的戏码 陈兄 穆南平拍了拍 陈兴河的肩膀 让其不要争了 眼下的局势 的确如此 不能再争了 我有一个条件 陈兴河忽然 开口作声 此话一说 众人有些好奇了 说 孙静安平静道 如若这六封书信之中 皆是千古诗词 我要石国才子 向我师弟磕头认错 陈兴河如此说道 面色傲然 凭什么你们让我拆我就拆 什么 你们说我师弟弄虚作假 好 那我拆可以 如果真没有弄虚作假 给我师弟磕头认错行不行 只是此话一说 石国大才脸色纷纷一变 你做梦 痴心妄想 磕头认错 你以为是小孩过家家吗 真是可笑 我被读书人 只跪天帝君王父母老师 跪许清潇 他何德何能 石国大才如此说道 截然冷笑不已 给许清潇下跪 你做梦吧你 的确 让读书人下跪磕头 这很过分 孙静安冷漠摇头道 这不可能 犹如斯文 他直接代表石国才子回答了 然而 一直不说话的陈正如却出声了 有何不可 老夫认为可以 石国大才已经输了 却非要诬陷我大卫弄虚作假 诬陷许清潇弄虚作假 那如若许清潇拿出证据 证明自己没有弄虚作假 磕个头 认个错 又能如何 难道我大卫才子 就可以白白蒙受冤枉 若是尔等不敢 此事就到此为止 可若是还心生不满 老夫只要得知 亲自前往文宫之中 动用诸盛之气 镇压石国财运三十年 陈正如声音平静 他出来说话了 主持公道 此话一说 大魏文人总算是消了点气 要不然的话 当真的憋屈死来 一时之间 石国大才们有些沉默了 他们不知道该不该接 可最终 石国大才中有人出声 倘若这六封书信之中 皆是千古名师 我等任 明日盛宴 我等向许青霄磕头认错 并且 我要求孙如 将所有选题展示而出 毕竟要磕头下跪 七首千古名师 最起码未来三天的题要对上吧 否则 不对题有何用 他开口 咬牙说道 磕头认错完的的确大 可他不认为 许青霄能有这般才华 同时还加了一个设定 必须要选题对 行 我们认 当真有这般大才 还能压中题 我等心服口服 没错 真有这样的才华 我等也认 七首千古名师 圣人也不过如此吧 石国大才们纷纷接下 他们完全不相信 许青霄 毕竟一个人做一首千古诗词 已经是很夸张的事情了 千古留名 七首 再加上前面的名词 篇文 名言 圣人估计都做不到 他们接下 毫不犹豫 好 陈兴和也不废话了 直接让侍卫将信交给孙靖安 他懒得上去交 实在是被孙靖安恶心坏了 而孙靖安也接过信旨 神色平静 不过他也不相信 许青霄能做出七首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看着百姓和大卫文人眼中的一丝丝期盼 他心中只有冷漠和不屑 身为大儒 他清清楚楚地知道 一个人做出七首千古名师有多难 再者还要压准题 就更难了 这几乎就不可能 难如登天 也只有这些底层的人 才会抱有一丝期望 这个世界上的确会有奇迹 但这个奇迹 绝不可能是许青霄 想到这里 孙靖安没有废话 直接将选题册取出 攻势众人 当选题册出现 所有人的目光 不由看去 第一题为 女子 宴席下 陈兴和死死捏着拳头 他猜中了 第二题又压中了 很好 非常好 第二题为 道理 又猜中了 陈兴和深吸一口气 他自己都有些梦了 加上前面一道题 这就是连中三元啊 这 第三题为 背 陈兴和 他已经死死地愣在原地了 同样的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木南平 他是看了陈兴和的压体 如今看到这一幕 也震惊了 第四题 也就是被选题为 剑有 第五题 也是被选题为 无声 第六题 也是最后一道被选题 为 望月 这是接下来的试题 有被选也有主题 会根据情况调动 可人群当中 陈兴和彻彻底底愣住了 他大脑一片空白 感觉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幻觉 木南平也傻了 七道题 全部中了 陈兴和这他娘是什么人 这也能猜中 说实话 如果不是知道 陈兴和是什么人 他真以为 陈兴和有所勾结 全部押中 真探娘的出了鬼 陈兴和傻眼了 然而孙儒却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将第一封书信拆开 哄 原本大殿之内 弥漫着许多财气 可在这一刻 源源不断的财气涌入 金色光芒弥漫整座大殿 每一个字 比太阳还要刺眼 每一个字 都众若万经 如若孙靖安 不是大儒的话 光是这一刻 他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之前陈兴和能拿住 是因为许清潇 加持了儒道秘法 可以让陈兴和拆开 第一封信时 不受影响 可第二封信就不一样了 关关居鸠 在何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参赐杏菜 左右留之 窈窕淑女 怂媚求之 许清潇的身影再次出现 他覆手而立 声音传遍黎阳宫 璀璨的金色鼓子 也悬挂于天穷之上 一首千古名诗 就将大魏京都 照亮如白昼 两首千古名诗 让京都彻底昼亮起来 大殿内呼啸的财气涌动 如同狂风一般 吹得许多人身形摇晃 而人们却一个个目瞪口呆 望着这一切 尤其是十国大财 更是一个个沉默不语 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 许清潇 竟然真的做出两首千古名诗 这也太逆天了吧 最绝了的是 这诗竟然与鸭体一模一样 与女子有关 接鸭体成功 又坐实成功 太不可思议了 拆第三封 我不信 他许清潇会有如此之才 拆第三封 第三封 不可能 不可能 当时怎会有这样的才子 又是千古 又是千古 这不可能 十国大财们被震撼傻了 他们神色震惊 实实在在不敢相信啊 他们脸色难看 这一首新的千古诗词 仿佛一巴掌 狠狠地抽打 在他们脸上似的 莫说他们 六部尚书 文公大儒 以及四大书院的院长 也彻彻底底震撼了 他们没有想到 许清潇有如此之才华 听到十国大财们的叫声 孙靖安回过神来 拿着第二封信 再次拆开 第二题 是道理 这一刻 许清潇的声音再次响起 练得身形似鹤形 朱松下两寒金 我来问到吴鱼说 云在清天水在平 许清潇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恐怖的文器涌入 哄 文器浩瀚 如江河一般 之前的文器 还没有消化完 这又来了如此多的文器 紫色的文器凝聚在一起 将这里淹没 京都再一次骤亮 百姓们实实在在不敢继续看了 怕两瞎眼 而黎阳宫也有些震动 毕竟财气太可怕了 一首千古名师 就可凝聚大量财气 何况一口气三首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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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殿摇摇欲坠 所有人愣在原地 这千古名师不要钱的吗 财气不要钱的吗 最绝了的是 这又压提压重了 又压提压重了 这 这不可思议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石国大财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眼球满是血丝 根本就不敢相信 哪里有这样的人啊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第四封 有人回过神来了 神色已经疯癫 目光充满着震惊 这是陈国第一才子 他显得无比疯癫 要求拆开第四封 声音都沙哑了 许清潇一次又一次抽打他们的脸 让他们不得不疯啊 孙静安深吸一口气 但拆信的手 也颤颤巍巍起来了 可很快 他平复心中的惊讶 还一封封地拆 他直接一挥手 将剩下三封全部拆开 孙儒 不可 不能拆了 再拆黎阳宫要他了 快跑 不要逗留 诸位 稳住黎阳宫 不要伤到百姓 大魏文公的大儒们纷纷开口 四手千古诗词 已经让黎阳宫摇摇欲坠 若是再拆的话 就真的要完了 可没想到的是 孙静安竟然真的敢拆 下一刻 陈正如大吼一声 让众人凝聚浩然正气 稳固大殿 让百姓快点离开 否则的话 要出大事 而孙静安 已经将所有书信拆开 这一刻 光芒笼罩一切 许清潇的声音 出现重叠 响彻在整个黎阳宫内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等闲便却雇人心 却倒顾心人一变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同是天涯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荡凶声曾云 绝字入龟鸟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三道声音重叠 但这诗词充满着非凡 光芒淹没一切 文器暴动 宫殿摇晃 诗国才子傻呆在原地 一个个跟吃了一般 每一首诗 都是千古名诗 而且最绝了的是 每一首诗 都压提压重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他们梦了 不敢相信这一切 可就在此时 陈正如等人的声音 再次响起 充满着焦急 让他们快快离去啊 否则宫殿坍塌下来 没有人能够活着出来 当下 侍卫们第一个回过神来 纷纷带着百姓离开 因为黎阳宫 的确猛烈晃动 随时要坍塌 几位大儒纷纷出手 暂时性地 稳住了黎阳宫 百姓们纷纷逃离黎阳宫 大卫文人也跟着跑出去了 可当众人走出宫殿后 刹那间 所有的财气全部消失了 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 光芒消散 有些太突然了 怎么回事 这些财气呢 方才的财气去了何处 怎么突然没了 刹那间 众人有些好奇了 可不管如何好奇 摇摇晃晃的黎阳宫 他们还是不敢继续待 先出来再说 不仅仅是他们 陈正如等人 也有些好奇了 四手千古名师出现 就已经恐怖如斯 这七手千古名师出现 为何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他们好奇 眼神之中带着不解 众人也不敢说话 而石国才子 则依旧处于猛圈状态 暂时还没有回过神来 所有人都被侍卫们 带出了黎阳宫 他们生怕黎阳宫坍塌 真出了人命 谁顶得住啊 带陈正如等人走出后 天穷上的诗词也消失了 金色大字泯灭 光芒瞬间消散 大魏京都原本白昼一般 可现在又恢复了黑夜 让人充满好奇 这是怎么回事啊 陈如 孙如 怎么好端端财气没了啊 陈兄 这财气 为何突然没了 难道只是昙花一现吗 人们好奇 询问陈正如 孙静安 包括陈兴和 可三人压根就解释不清楚 他们皱眉 望着天色 实实在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兴和也处于猛圈状态 他不是猛许清宵的诗词千古 而是自己压体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强 压一个准一个 可为什么压大小的时候 就一定会输呢 然而 一个时辰前 最先楼内 高山阁 满桌的盛宴 冒着热气 许清宵与顾炎落座 伴随着轻微的钟声传来 是黎阳公的声音 这钟声代表着盛宴开始了 守人 当真无妨吗 顾炎微微皱眉 有些好奇地看向许清宵 他眼神还是带着担忧 毕竟按理说 许清宵应该是在黎阳公内 可却陪着自己过来 这要是被其他几个尚书知道了 估计要骂死自己 如若今日斗尸失败 那自己就完了 所以说不担忧是不可能的 无妨 顾大人 待会所有事情由清宵来说 不管如何 您都不要开口回答什么 只要您不开口 即便是清宵说错了 也无妨 许清宵压根就不担忧 台平师会的事情 相反他更在乎的是 待会面对大卫三商 广陵进商 北胡辉商 南陵干商 大卫商人千千万 然而做到最大的 只有五家 水车工程最需要的材料 则在这三家手中 所以 许清宵很想看看 这三家商人 到底带着什么目的来京都的 也就在此时 伴随着一些脚步声响起 很快雅阁的门被缓缓推开 三道身影出现在许清宵眼中 三人都上了年龄 满头白发 但精神异异 穿着不显贵气 反而有些低调 当然 衣服的面料 可不是普通之物 我等拜见顾尚书 拜见许侍郎 三人见到顾炎与许清宵 当下不由一败 显得无比尊敬 他们毕竟是商人 顾炎与许清宵 买是大卫朝廷命官 自然要尊重 诸位落座 许清宵微微一笑 让众人落座下来 三人看了一眼许清宵 没有多说 直接坐了下来 顾尚书 我等来晚了 还望顾尚书莫要生气 进商派来的老者开口 朝着顾炎致歉 然而顾炎点了点头 不过没有说什么 他身为尚书 这些商人在他眼中 算什么东西 如若不是需要他们的材料 他们有资格与自己同桌吃饭吗 来 我等禁顾尚书一杯 也禁许小友一杯 表示歉意 徽商派的老者到满酒 起身说道 他称呼顾炎为尚书 而称许清宵为小友 莫名之间 就带着一些 其他意思 只不过以他们的年龄 喊一声小友不过分 再加上脸上带着笑容 真要生气 反倒是显得自己小气 顾炎用余光看了一眼许清宵 而许清宵没有半点生气 反而给自己倒酒 当下众人举杯 顾炎与许清宵浅尝一口 而这三人 则一口饮下 饮下之后 干商老者不由皱眉道 我听闻 许消有酒量过人 浅尝半口是何意啊 难不成是酒不好 来人 尚没酒 他开口 没有怪罪 许清宵浅尝一点 而是怪罪酒楼中的酒不美 这就是商人的聪明之处 心中不悦 换一种方式来说 那倒不用 许某前些日子喝了不少 做了一些错事 陛下已经下了旨 不允许我继续喝酒了 但今日与三位见面 徐某浅尝一二 聊表心意 许清宵笑着道 而三人也没有继续抢求什么 只是不断朝着顾炎敬酒 酒过三巡后 顾炎看了一眼许清宵 而许清宵明白是何意 当下开口 诸位 今日顾大人前来 也是想要与三位商谈 水油藤木材料之事 如今酒过三巡 倒不如直接畅聊吧 许清宵开口 将话题引在了水油藤木上面 可是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干商代表开口了 我们三人来得匆忙 一些相关的书信还未看 已经让家丁去取了 是组长交给我们的 若吴家书 我等也不敢妄自乱语啊 干商代表苦笑道 可这话鬼性 三个人一起没带 明白这就是拖延时间吗 一瞬间 顾炎脸色微微一变 而许清宵却笑道 无妨 反正时间还长 等一会又能如何 许清宵微笑 三人也点了点头 赞了一句海量 而后 三人基本上 一直在对顾炎拍马屁 而对许清宵 就是有一搭没一搭聊 有些故意冷落 但许清宵 一直保持良好心态 既然对方不理自己 许清宵 也懒得搭理这三人 他们的用意很明显 无非就是拖延自己的时间 让自己去不了黎阳宫罢了 可惜 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只是 许清宵如此淡然 顾炎却有些不悦 毕竟这三人扯东扯西 根本就不谈水车之事 让他知觉烦躁 再者加上黎阳宫的事情 他当真是害怕出事啊 到了这里 顾炎的声音响起了 守人 既然还要等如此之久 不如你去一趟黎阳宫吧 老夫已经安排了专教 送你去黎阳宫 顾炎开口 只是一句话 三商眼神闪过一丝异样 随后 干商代表起身道 顾大人 我去问一问 他开口 要起身询问 而顾炎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了 只是 就在干商起身之时 突兀之间 外面苍穹如白昼一般 强烈的金色光芒 使得窗外一片璀璨 怎么回事 是什么烟火吗 这 三位商人代表有些好奇 他们更是起身将窗户打开 顿时之间 炽烈无比的光芒 投入雅居之中 下一刻 伴随着许清潇的诗声响起 千古名师在显 金色的大字 凝聚在天穹之上 几人脸色不由陡然一变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拖延许清潇 这是上面交代的任务 可没想到的是 许清潇人来了 居然还能在黎阳宫 力压十国大财 这 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许大人 这是您做的诗 怎么听声音 如此相似啊 徽商代表有些好奇 望着许清潇 许某已经做好诗词 托师兄 为我带到黎阳宫内 或许是师兄 压提压得准吧 诸位 如若喜欢师会 不如许某现在 带诸位去黎阳宫 好好欣赏欣赏 许清潇淡然开口 而外面的情景 包括许清潇所言 让顾言彻彻底底松了口气了 说实话 他真的有些害怕 害怕因为互部的事情 从而耽误了许清潇 可万幸的是 许清潇居然留了这么一手 自己当真是小看了许清潇啊 不了 不了 小有之才 我等早有耳闻 几人皮笑若不笑地 回到位置上 而干伤代表 则离开席位 去取家书回来了 也就在此时 滚滚财气没入体内 让许清潇有些无奈啊 他现在不需要财气 需要的是名义 可体内的名义并不多 与两日前的名义 相差太远了 着实有些少啊 但也无妨 反正自己体内的名义也够用 总不可能真的拿出圣气来吧 大约过了两课钟后 终于 对方取来了家书 交至其余二人手中 一人一份 三位老者观看家书内容 而许清潇倒也平静 只是三人的神色 却愈发古怪 家书的内容是什么 许清潇和顾言不知道 所以略有些好奇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又是一刻钟的时间 终于三人放下了家书 折好放回信封内 随后静商代表开口了 顾尚书 族内传信 当地百姓不愿提前收割 但族内已经与百姓谈妥 只按照之前商谈的价格 在 他开口 还没来得及说完 突兀之间 外面的金色光芒 更加浓盛了 这一刻 许清潇微微皱眉 怎么拆开第二首诗了 还是说 有人也做出千古名诗 许清潇心中略显好奇 可随着自己的声音响起 许清潇明白是拆开第二封信了 这 静商代表望向外面 陈寅一声后 准备继续说下去 可突然之间 金色光芒更加浓厚了 一道轰隆声响起 此时 许清潇不由站起身来 亲自打开窗户 望向大卫京都 整个京都 沐浴金色光芒 天穷上三首千古名诗 如同三颗太阳一般 映照一切 怎么回事啊 许清潇眉头紧皱 他特意封印了诗词才气 本来打算 陈兴和拿出一首 赢了之后 明日再拿出一首 差不多三首千古名诗结束 可一口气 已经拿出三首了 这有些古怪 还不等许清潇反应过来 第四首千古名诗出现 不可 许清潇心中喊了一声 四首千古名诗出现 只怕黎阳公要他 更主要的是 自己不需要这么多财气了 财气越多 对自己的修炼就越麻烦 想到这里 许清潇运用体内圣气 八荒中 以自身浩然正气 将所有财气压制 免得酿出大错 恐怖的财气 被许清潇瞬间纳入体内 这个肉眼无法观看 连大如都无法察觉 可不到一会后 许清潇脸色陡然变得极其难看 全部拆开了 可怕的财气 以肉眼无法观看的形式 宛若汪洋大海一般 朝着自己体内涌来 春秋笔 劝炎尺 八荒中 炎天策 君子健 在同一时刻 吸收这些财气 可这财气太恐怖了 足足七首千古名诗啊 该死 许清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他相信 不会是自己师兄造成的 有人逼迫自己师兄 拆开书信 如此可怕的财气 涌入体内 几乎要让许清潇 直接突破大儒之境 没有立书 直接突破大儒 不是一件好事 属于名不正言不顺 对未来有巨大的阻碍 而且成为了大儒之后 自己就妄想提升修为了 压制某种会极其可怕 自己修行起来 难如登天 不行 无法压制 最终 许清潇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压不住这么多财气 除非牺牲体内盛气 否则的话 唯一的出路 就是强行突破制大儒 但这不可能 想到这里 许清潇只能无奈释放这些财气了 等过会再慢慢吸收进来 浪费是不可能会浪费的 只是一下子许清潇 吸收不了这么多财气 唯一的麻烦就是 待会恐怕会有个超级异象 但也没办法呀 只能这样了 哄 而随着许清潇释放财气后 离阳宫内 十国大才们已经回过神来了 他们彼此都沉默 不敢再高声了 可随着发现意向消失 突兀之间 心思再一次开始活跃起来了 甚至到最后 有人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性 当下直接喊出 假的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我彻底明白了 所有的意向 都是人为造出来的 是一位天地大儒 可惜的是 他也无法维持如此可怕的意向 对 是的 所有的千古诗词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人为制造意向 果然 只包不住火 就是如此 一个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做出七首千古诗词 我不信 人为意向 有这个可能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说出这般谬论 他们看到天穷的意向 彻底消失后 冷静了一会 可过了好一会 发现所有意向敌 的确却消失了 这才敢继续说出自己的观点 他们不信 不信就是不信 而这番言论说出 瞬间得到十国所有才子们的认可 即便是大卫文人们 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回答 因为好像 真有这个可能 可对于陈正如等人来说 这种理论 简直荒谬 因为天地大儒 也造就不出这样的意向 除非是接触到了圣道 可为何所有意向会突然消失呢 他们也十分好奇 但下一刻 突兀之间 一道声音响起 你们看 东边的是什么东西 一道震撼声响起 下一刻 齐刷刷的目光 朝着东边看去 奔腾都汪洋般的财气 朝着大卫京都涌来 连绵无尽 仿佛有三千里那么长 财气东来三千里 这一刻大卫京都安静了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卫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8章 可怕的幕后 大卫京都 黎阳宫 滚滚财气至东而来 连绵三千里 浩浩荡荡的财气 震撼人心 如圣光一般 映照天穷 光芒四射 淹没了一切 大卫京都所有百姓都沉默了 人们静静看着这一切 之前所有的异象忽然消失 而现在众人彻底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所有的异象 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这无与伦比的异象 财气东来三千里 这是何等的可怕 十国大才沉默了 他们的嘴张了又张 想要说些什么 可面对这样的异象 他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十国财子们彻彻底底 生起了一种无力感 之前 许清潇作诗 他们可以说是泄题 如今许清潇作诗 他们可以从中挑刺 可现在 七师传世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 去反驳许清潇 去反驳大卫 即便当真幕后有人 可那又如何 这也能证明大卫的如到实力 七师镇十国 财气东来三千里 十国财子眼神中的锐气 彻底没了 他们心中的傲气 也被许清潇打没了 无力感生起 许清潇仿佛是一座神山一般 耸立在众人心中 耸立在所有文人心中 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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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每个人心中都出现了一座神山 文坛上的神山 而许清潇立在神山之上 他的背影 如圣人一般 让他们只能仰望 十国大财们的兴起没了 如抽丝一般 每一个人脸上都显得落寞 他们准备了数年 来参加太平师会 为的就是希望在太平师会上 力压一切 可结果呢 大魏衰败 文坛没落 却出了一个许清潇 一个万古妖孽啊 人们安静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许兄 惊天之才 许兄 气吞山河 七师正会 才气东来三千里 某 服了 下一刻 大魏文人们传来声音 他们彻彻底底服了许清潇 一人做七首千古传世之师 这如何不让他们服气啊 如此才华 五千年不出一位 这一刻 不知为何 所有人脑海当中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 许清潇会不会当真成 圣啊 离阳宫外 陈正如等人望着这三千里财气 不由碾着胡须 他实在是忍不住赞叹一声万古大财 只是很快 陈正如的目光 却缓缓落在了孙静安身上 今日发生的事情 甚至是昨日发生的事情 其实有几个地方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孙静安 他太过于偏袒识国了 虽然看似是站在大魏王朝的角度 包括站在大魏文公的角度 可实际上 有些问题 这种问题 普通人看不出来 无论是文公大儒 亦或者是说 其余上书都看不出来 然而 自己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 因为自己既是大儒又是朝堂尚书 孙静安虽有些固执 而且独尊诸圣 在乎大魏颜面 在乎文公颜面 可不至于如此强硬 目睹有文公儒者自费名义 而不出手制止 虽然说那个文人也有些冲动 让孙静安下不了台 可事情不应该闹到这个程度 这个孙静安 有问题 包括这次太平师会 也有问题 堂堂文公 尽无几人能尽十家 孙静安额外反常 明知会招惹众目 可却一意孤行 守人因户部之势离开 三伤指明点性要他赴宴 还有 华欣云在这次太平师会 也无任何表现 陈正如这两日一直不语 都在思索这件事情 这次的太平师会 几乎是靠许清潇 一人力挽狂澜 对于天下百姓来说 许清潇赢得了好名声 可对于很多人来说 大魏整体实力的确不行 实实在在下滑了 并且这几个问题刚好凑在了一起 想到这里 陈正如沉得住心气 他没有轻举妄动 敢插手太平师会之人 想来是一位大人物 而且还是一位 只手遮天的人物 怀宁清王做不到 各地方王也做不到 京都当中 有能力能做到的 也为数不多 他没有继续深挖下去了 必须要和女帝谈论此事 否则 仅是自己一人 根本招架不住幕后之主 陈正如不语 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在旁人看来 他是在庆祝许清潇 至于不远处 孙静安望着东来的三千里财气 除了一开始的震惊之外 剩余的便是平静与深思了 而人群中的华星云 目光也是平静 平静如水一般 理论上以他的才华 以他西年的身份地位 见到许清潇这般惊天之大财 按理说会愤怒 亦或者是说 有些其他情绪 可华星云没有 一点都没有 有的只是平静 太平世会很诡异 从头到尾都很诡异 仿佛幕后有一只手 安排着一切 只可惜的是 许清潇的出现 打乱了一切计划 十国大财们还愣在原地 只怕一时半会 是无法彻底回过神来了 大魏文人们 则是彼此给了对方一个眼神 他们结伴离开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要协商 细细听去 一些声音响起 李兄在等我们 一起去吧 有事商议 若没事 一同过去 走吧 一起去喝点酒 大魏文人们 仿佛有些心照不宣 不过有一批儒生们 也想跟过去 但想了想 却没有动身 数量不多 十余人 但都是大魏文公 比较优秀的儒生 与此同时 京都最先楼 三千里的财气 让房内众人截然无言 三商代表有些发愣地 看着这惊世财气 至于顾炎 虽然很快恢复平静 但眼神中的震撼 却无法遮掩 许清潇喝了口小酒 做回了原位 目光落在 敬商代表身上 让其继续说下去 扫了一眼窗外的异想 敬商代表微微停顿 但很快他继续开口 只要按照之前的价格 再往上提升一程 组长还是愿意 冒着百姓之怒 提前收割 不过请顾尚书放心 这笔银两 一定会给予百姓 他如此说道 说出一个让户部 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价格 再提升一程 那就是16500辆白银 一架水车了 顾炎面容上 没有半点表情 只是语气平静 朝着对方这般问道 嗯 少一分都不行 后者不敢支持顾炎的眼神 但回答还是没有 拖泥带水 少一分都不行 哼 顾炎轻笑一声 他没有说话 只是自顾自地 饮了一杯酒 三位 少一分都不行吗 此时 许清潇开口 他面上带着笑容 如此问道 说实话 许清潇没有想到 这三大商 竟然敢这般开口 不但不降价 而且还又提了一成 这还当真是 厉害 这底气 要说没有两大王朝在背后 他还真不行 给出的价格 不可能少 但组长也明白 此事立国立民 所以 组长愿意举商会之力 报效大魏 愿意分期而赴 进商代表开口 说得十分慷慨 只是这话一说 不知为何 许清潇心中 莫名觉得有些恶心 分期都整上了 看来这帮人 是真觉得赤定大魏了 如何分期 许清潇询问道 16500两一价 大魏需求5万价 这便是 82500万两白银 我等三商 愿意为大魏延期24月 每个月只需支付 我等 3437万5200银即可 只是考虑到 我等电资压力 所以需在支付 办成为总利息 不知顾尚书觉得如何 对方缓缓出声 道出他们的计划 82500万两白银 真要支付 国库还道欠2500万两 再者这里面 可没有算上 人力搭建等等费用 要是算上这些费用的话 10万万两白银 勉强够用 武时郡 10万万两白银 比之前设想的 5万万两白银 贵了足足一倍 好啊 当真是好啊 这帮商人 当真是会打算盘 这如意算盘打的 连他这位户部上书 都不由称赞 还折腾出一个分期模式 一个月3437万5千两白银 对比8万万两白银来说 还真的不多 可要知道 真答应下来了的话 每个月3400万两啊 大卫一年收入 也不过1万万两白银 许清潇不说话了 因为他已经彻底明白 对方的意图了 顾尚书也在这一刻起身 他扫了一眼三大伤 随后举起酒杯道 三位 当真是大胃粮伤啊 顾炎举杯 随后一口饮下 转身走人 许清潇连话都不说了 跟着顾炎离开 因为已经彻底谈崩了 对方根本就不打算好好谈价 反而不断加价 甚至拿出分漆这种东西 来胡弄户部 这当真是把户部当猪看啊 顾大人 顾大人 三人起身 想要说什么 可看着顾炎如此坚决地离开 最终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做回原位 彼此之间 互相给了一个眼神 这个眼神古怪又复杂 说开心吧 一点都不开心 但说难过吧 也一点都不难过 离开最先楼 许清潇随着顾炎 坐上了回去的马车 马车内 顾炎依旧没有大发雷霆 而是看向许清潇道 守人 说说看法 顾炎平静出声 询问许清潇 想听一听许清潇的看法 顾大人 清潇觉得 这进商 挥商 干商 是想要与我们合作 但还是如之前说的一般 有人给他们开了一个 无法拒绝的价格 只是会有些冒险 他们不敢轻而易举接下 所以提高价格 若是大卫答应 他们欣喜若狂 可若是大卫不答应 他们就只能卖给对方 虽然有些冒险 只是商人逐利 当利益达到一定程度 哪怕是杀头的罪过 他们也敢尝试 许清潇说出自己的看法 三大商的表现行为 完全是想要与大卫合作 只是对方开的价格太高了 如果大卫仅仅只是 用原价来购买 他们舍不得巨大的利润 嗯 你看得很仔细 也很透彻 只是 眼下是死局 三大商掌握重要材料 而价格 他们不愿降下 户部也不可能答应他们价格 水车之事 只怕难如登天啊 少人 老夫知晓 你心系天下百姓 但很多事情 不是有想法就行 明日还是起一道奏折 告知陛下 将此事暂时搁浅吧 顾言很满意 许清潇的回答 因为他看得很透彻 可满意归满意 眼下敌的确确碰到了一个死局 商会不愿低价卖 户部不愿高价买 这买卖就做不成 谁来了都没用 除非用黄泉压制 但真动用了黄泉 势必会引来可怕的动荡 所以 这是一个死局 户部被架在了火上 进不是 退也不是 难办啊 马车呢 许清潇听着顾言所说 他不由沉默 脑海当中 浮现一个又一个的念头 过了一会 许清潇开口道 顾大人 事情还未结束 有转接 许清潇如此说道 此话一说 顾言不由略显好奇了 他身为户部尚书 明白很多事情 也知道这背后牵扯了许多势力 眼下所有的事情 无非就是一个高价一个低价 这是做生意最简单的事情 也是最大的麻烦 听许清潇这个口吻 似乎是有了印刷之法了 你有办法 顾言问道 应该是有 许清潇缓缓回答 可这话一说 顾言惊讶了 他是知道许清潇敢说 有 就一定是有 你能将价格压到多少 顾言直接问道 也不绕弯了 具体数额不知 原本想着让三大商会 一二成卖给我们 现在看来不行了 估计是我们定价的五成 最多五成吧 不然他们也不乐意 许清潇说出价格 而顾言整个人有些当机了 马车内 显得异常安静 顾言看向许清潇 其眼神就好像看见鬼一般 五成 定价的五成 七千五百两的五成 那不就是三千七百五十两白银 现在 人家开的是一万六千五百两白银啊 你让三大商 开出三千七百五十两白银的价格 人家脑子有问题 还是你脑子有问题啊 如若 现在换作任何一个人 坐在自己面前 除非是女帝 不然 不管是谁 敢跟自己说这样的话 顾言绝对上去就是两耳光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试问一下 一样东西 原本可以卖出 一万六千五百两白银 可让你以 三千七百五十两白银的价格 卖出去 在你知道其价值的前提之下 谁愿意 这不是白给吗 而且还是亏本白给啊 一点利润都没有就算了 还得亏本 相当于亏个三成左右 因为七千五百两白银 是户部的价格 他们的成本价 肯定没这么高 看着顾言不说话 许清潇又淡淡吐出两个字 包邮 声音响起 顾言有些皱眉 他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免曹运 许清潇换了个方式 一瞬间 顾言沉默了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千七百五十两 还免曹运费 首人 你是不是被财气冲傻了 顾言咽了口唾沫 等过了一会 心情平复后 才继续开口 首人 你有什么计谋 可不要乱来啊 顾言有点怕 怕许清潇 对大卫商人直接开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您可不要这样搞 展翻商 是因为翻商惹了名怨 而且说来说去 是异族人 不给他们脸 又能如何 可展大卫商人不行 这开不得玩笑 后面涉及到的是什么 是整个大卫上上下下 无论是百姓还是权贵 都涉及到了 除非他们找死 比如说 你手头上有他们通敌的证据 否则的话 不能动 顾大人 您放心 清潇不会冲动 我有计划 只是暂时不能和顾大人您说 但有一件事 顾大人一定要帮我 否则的话 清潇这计划实行不了 许清潇这般说道 你说 顾言询问 倒也干脆 你一道奏折 由户部招告天下商户 大卫需推广水车工程 欠缺银两 旺大卫商人 慷慨资助 许清潇平静道 商人资助 顾言有些好奇了 这种事情倒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第六次第七次北伐之时 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甚至国家有危难的时候 也会发布这种公告 希望各地商人能够资助一番 但一般来说 往往是权益交换 真心愿意资助的人不多 撑到死一百万两白银 这还是极大的商会 而且出于其他目的 刚刚捐赠百万两白银后 回头又借助这个去赚取百姓钱财 而大部分的商会 捐个几千两几万两比比皆是 甚至有的商会 一年收入几百万两 却捐赠一百来两 这意义不大 反而有点损失国体 嗯 而且限制在京都内 京都之外 不要说就在京都内 但允许各地商户来金捐赠 许青霄继续道 限制京都 顾言这回更加不理解了 京都权贵是多 有钱人也多 但越有钱越抠门 更何况捐赠大位 要说战争时期还好说一点 毕竟国破山河 很多商人也会受到波及 所以不得不捐 可现在也算得上是太平盛世 让这些商人捐赠 几乎不可能 再者 捐赠之后也没什么好处 无非就是户部送点牌匾之类 当然捐的最多 比如说最高纪录 一千七百万两 五帝赏了几个字 不过不是牌匾 只能贴在家族内堂 有意义是有意义 但意义不大 故此 顾言实实在在 不理解许清潇的想法 大人 总而言之 您这样做就好 其余地交给许某 七天之内 我让三大商会 争先恐后提供材料 许清潇出生 他语气之中充满着笃定 望着许清潇满脸的笃定 再加上这兴致凿凿的语气 顾言心中充满着好奇 可许清潇既然不说 他也没有过多询问了 七天 行 那就看看许清潇这七天后 到底用什么办法 让三大商亏本给赢 过了一会 马车来到守人学堂 顾大人 一路慢走 许清潇从马车走了下来 朝着出来相送的顾大人一拜 早些消闲 顾言点了点头 而后回到了马车内 踏 踏 踏 待马车前行 许清潇也吐出一口气 他转身进入学堂 开始准备计划 只是带许清潇走入学堂后 茶桌上一道熟悉的背影出现 陈尚书 许清潇有些好奇 他没想到 陈正如竟然在守人学堂内等待着自己 下官许清潇 拜见陈尚书 许清潇快步走去 朝着陈正如一拜 守人 莫要行礼 陈正如起身 拖住了许清潇 陈尚书 这般时辰 您 有要事 许清潇好奇了 这个时辰 天都黑了 怎么 陈正如突然出现 深夜造访 估计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守人 可能要出事了 陈正如压着声音 缓缓出声 这话一说 让许清潇不禁皱起眉头 堂堂大位丞相 吏部尚书 文公大儒 这种人物见惯了风浪 任何事情在他面前 可能都是一件小事 而他说出事 那一定是大事 尚书大人 入房说 许清潇请对方入房 好 陈正如直接走进 许清潇房中 待入房后 许清潇微微抬手 八荒中出现 浩然正气弥漫周围 形成了一种 类似于结界的东西 可以防止他人窥视 如此文气 当真不凡 望着八荒中 陈正如忍不住 赞叹一声 但今日 他有重视来寻许清潇 故此没有多聊 陈大人 何事 许清潇不浪费时间 直接开门见山道 少人 老夫问你 这次太平师会 你有什么感觉 陈正如询问 许清潇 大卫文坛 大卫文坛的确没落 但没落的有些古怪 清潇不知大卫文坛的实力 可在不济 十家文人 除第一天外 往后就一二人入列 即便是第一日 也不可能 只有五人 再者 十国大才 这次气势冲冲 按理说 他们应该是尊重大卫文工 礼经大卫 可这一次这些文人 仿佛根本就不在乎 大卫文工 也不在乎大卫 光是退场之事 按理说 任何名义文人都不会去做 有诗儒者之风 不像文人 反而像一些商贩 许清潇指出其中问题 这三个问题 给他的感觉最严重 堂堂大卫文工 哪一个不是各地天之交子 再者 还有四大书院 相当于大卫四大顶尖学府 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是拥有如到天赋的存在 是开窍读书人 可在太平师会上 竟然一个都没有入列 到头来 还是靠自己力挽狂澜 可以想象到 如果自己没有出现的话 大卫这次就丢人现眼了 还自称什么如到正统 圣人一脉 全是笑话 嗯 大卫文坛的确有些下滑 这也正常 毕竟受到北伐影响 然而 即便是再受到影响 也不至于太平师会 这般不堪 至于十国大才 他们的的确却 有些古怪 若换上一届太平师会 而等建老夫 必礼拜无比 眼神之中 都会带有敬重 在大卫行事作风 也会尽显客气 甚至面对大卫文人 也是各种讨好 但今年不一样 他们略显狂妄 眼神带有巨傲 气度完完全全变化 这提前退场 自大卫建国以来 也从未发生过 莫说 大卫没有做错 即便是大卫做错了 他们也不会提前退场 你可知为何 陈正如点了点头 同时回答许清潇这些问题 为何 许清潇问道 诸圣源于大卫 故天下文人 视文公为圣地 大卫文人为圣人门徒 陈正如说到这里的时候 显得无比骄傲 同时也无比自信 而这一点 许清潇也不得不承认 圣人的影响有多夸张 自己言语 根本不是辱圣 也不是对圣人不尊重 说到底是不想走诸圣一脉 而是选择自己开创 属于自己的学派 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至少在诸圣没有成圣之前 有很多人都开创过自己的学派 而诸圣学派 也是从当时一路杀出来的 可自从诸圣成为第五代圣人之后 所有学派统统消失 取而代之的便是一种狂热 天下文人的一种狂热 诸圣的人格魅力 许清潇不可否认 甚至换句话来说 如果自己在那个时代 哪怕带着无数诗词 估计也不敢与圣人争辉 这就是圣人的魅力 自然而然 陈正如这番话 许清潇相信也认同 可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次太平师会 问题就大了呀 还不等许清潇继续询问 陈正如则又开口 将今日太平师会来龙去脉 说给许清潇听 包括孙静安如何训斥大魏文人 又是如何偏袒十国大才之事 说得清清楚楚 没有一点偏袒自家大儒 也没有一点摸黑 只是将所有的事情 原原本本说出 待陈正如说完之后 许清潇的眉头是越皱越紧 不对 这完全不对 孙静安是文公大儒 他遵奉诸圣 名义圣道 立言为圣 著书传圣 性格有些冷漠 对于大魏儒生 或许会有一些冷漠 这很正常 可在这种情势之下 他不应该这般做 也知道自己 不能这样做 激怒文公儒生 到头来 并没有任何好处 虽维护的是大魏颜面 但有些过了 许清潇皱着眉头 在听完陈正如这番话后 他实实在在 有些不能理解了 知道孙静安傲 而且固执死板 但身为大儒 年龄也摆在这里 不可能如此愚蠢 各种袒护识国大财 而训斥大魏文人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完全不符合一位 大儒所作所为 哪怕是个正常人 都不会这样做 许清潇自言自语 他在分析 而陈正如没有说话 但许清潇百思 不得其解之时 陈正如的声音响起了 有人企图玻璃文公 陈正如的声音很平静 但这平静之言 在许清潇耳中 却如同惊雷一般 下意识 他是否决的 可结合陈正如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可许清潇 还是忍不住出声 玻璃文公 他咽了口唾沫 他眼神之中 充满着不可置信 大魏文公 但于五百年前 诸圣之时 大魏京都 为何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文公先贤 最终迁都此地 这就是圣人的威望 自此 从那一天后 大魏文人 皆称圣人门徒 走到异国他乡 都昂首挺胸 而如今过了五百年了 文圣已经逝去 可文公却一直留在此地 后世人不断用财气 酝酿文公 可以说 大魏上上下下的百姓和文人 最大的骄傲 不在于军事能力 也不在于富裕能力 而是大魏出了一位圣人 古今往来多少鼎圣王朝 有几个王朝出过圣人 这是精神上的绝对骄傲 是每一个大魏百姓 骄傲的东西 可现在 陈正如告知 有人想要剥离文公 相当于夺走这个如道正统 这怎么可能 陈如 这不可能 诸圣在京都悟到成圣 如何剥离 许清潇已经不用大人称呼了 而是用陈如 代表着用如生的身份 交谈此事 可诸圣游历诸国 传过圣人之道 圣人之争 其实一直都有 只是大魏自诸圣之后 也出过无数有才之人 压制天下文人 例如 太平师会 否则 若是大魏文公一旦示威 便会有人争抢正统之说 这一次 老夫感觉 有人在幕后推动 陈正如平静回答 让许清潇有些哑口无言了 是啊 诸圣是在大魏京都悟到 而且还是大魏子民 可问题是 如道本身就是 教化天下 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如道 只要有一颗读书的心 自然 诸圣也会去各国传道 将自己的学派发扬光大 这是每一个圣人都会做的事情 而这样的做法 会引来许多争议 不能说他是你们国家的人 就是你们国家的圣人 因为圣人没有国界之分 圣人自己也是如此说道 而圣人正统代表着 就是如道正统 谁要是成为了如道正统 对于国家来说 是一种精神上的强盛 名义凝聚 对国家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这是精神上的争夺 敢谋算文工 这是何等人也啊 许清潇出生 他实在是想不到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如果大魏文工被剥离了 对大魏来说 是致命打击 不弱于再开启两次北伐 而且是现在的情况下 再开启两次北伐 说王国夸张了一点 但大魏估计 再也不可能恢复鼎盛了 可能会因此 退出历史的舞台 这件事情太大了 不清楚 但可以知道的是 这个人的背景 很恐怖 十个怀宁亲王都做不到 陈正如出生 他也不清楚是谁 不过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人身份极其可怕 十个怀宁亲王 也比不过一个他 许清潇沉默 他感觉陈正如应该是有人选 只是他不敢说而已 也不能告诉自己 这种事情被自己得知了 不是一件好事 不应该 如若真有人想要剥离 大魏文工的话 不应该这般吧 这太明显了 许清潇还是摇了摇头 不愿相信是这个事实 不 正是因为如此明显 才能确定对方的心意 而且 你知道为何如此明显吗 陈正如如此问道 为何 水车吗 许清潇第一反应是询问 但马上联想到了 是的 水车工程 此物立国立民 可让大魏逐渐恢复鼎盛 再者还有一个原因 让他们不得不出手 不得不如此急迫 陈正如点了点头 不过 还有一点许清潇忽略了 什么 许清潇好奇道 历经苦难的大魏 出了 你这位万古大才 陈正如一字一句道 这一番话 他没有半点夸赞 而是发自内心的言论 水车工程 固然立国立民 让一些人感到了威胁 但真正让他们 不得不出手的原因 是许清潇 一位万古大才 绝世文章 怒斥大儒 大闹行步 怒斩郡王 诚恶除奸 民心所向 水车工程 立国立民 如今更是在太平师会上 七师镇十国 才气东来三千里 哦 还加上二十岁入学 不过一年的六品 正如 随便一件事情 都可让人成为风云人物 许清潇一个人 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才二十岁啊 如若再给许清潇 十年的时间 大卫该会变成怎样 用脚指头想 都能想到啊 不过你放心 他们暂时不敢动你 至少现在不会动你 甚至 他们愿意拉拢你 但老夫今日 与你说这么多 并不是想要拉拢你 只是简单地告诉 因为老夫相信你 你为百姓立言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老夫看在眼里 你欣喜大卫 欣喜天下百姓 而老夫当初立言 也是为天下百姓 所以 老夫无条件相信你 陈正如这一番话 慷慨无比 他相信 许清潇 是因为许清潇为百姓立言 这种人绝对不可能 背叛大卫百姓 多谢陈如夸赞 许清潇感谢 这话他没有谦虚 只是 眼下陈如觉得该怎么办 许清潇询问陈正如 知道了这么多事情 也应该找个办法解决 静观其变 老夫已向陛下启奏 彻查孙靖安 他已经露出马脚 如若上苍恩泽大卫 或许能阻止这场劫难 守人 今日与你说这么多 是让你心中有所预防 还有 以后若是没事 来大卫文宫 你的确需要来 感悟圣意 对你有所帮助 陈正如缓缓道 告知此事 学生明白 许清潇点了点 但许清潇还是有些好奇道 孙静安身为大卫 玻璃文宫之事 他若是参与 岂不是不得其位 许清潇对这个有些不理解 这可是大卫啊 做这种事情 天地会允许吗 然而陈正如摇了摇头道 守人 你还是不懂如道 诚如者 虚名义立言 这天下没有什么对于错 一切都是遵从天地法则 自然之道 而且 大卫文宫一直是如此 诸圣一脉的大儒 他们其实 根本就不在乎国家 因为在他们心中 圣人第一 所以 类似于孙儒他们 在朝堂上没有什么官职 而我等是立言为名 为苍生 所以可以为官 换句话来说 若是在他们眼中 没有大卫文宫 只有诸圣文宫 所以 倘若诸圣文宫出现在另一个国家 可以让天下人更加信服诸圣 那么 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离开 因为他们的儒位 涉及到信仰之力 为诸圣传道 名义立言 能成为大儒 与诸圣有莫大关系 往后想要成为天地大儒 甚至成为半圣 也涉及其中 你明白吗 陈正如耐心解释道 而许清潇 瞬间恍然大悟了 原来 大儒还分这两种的呀 一个是靠自己 为天下百姓或苍生 或顺自然之道 应天命 这种大儒就是天地认可 而类似于孙靖安这种 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诸圣 所以才能成为大儒 毕竟诸圣之道 是天地认可 而他们传播诸圣之道 也算是顺了天意 至于怎么做 那是他们的事情 天地也管不着 所以可以推断出 大卫文公有两股势力 明白了 这就是没读书的后果呀 没事 还是要去藏经阁 多看看书 行了 守人 这几日好好休息 太平师会 只怕也办不下去了 石伯大才 没心思赴宴了 你好好休息 还有 注意华星云 他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明白吗 陈正如额外提醒了一句 让许清潇注意一下华星云 好 陈如慢走 许清潇没有远送 而是目送陈正如离开 待陈正如离开后 此时此刻 大卫京都 文宫内 一处密室当中 一道淡然无比的声音 缓缓响起 计划失败 他显露了 让其为诸圣 做最后一件事吧 声音响起 很快一道年轻的声音回应 是 大卫读书人 作者 七月未时 有声书制作 阿法尔说 第139章 一柄立剑 震设朝野 一张底牌 天下畏惧 夜迷天穷 三千里的财气 自东悬挂而来 所以 整个大卫京都 显得有些古怪 东西天穷上悬挂财气 映照如骤 然而南北却如黑夜一般 群星璀璨 显得有些古怪 大卫宫廷 养心殿内 女帝静静坐在龙椅上 殿中 一道黑影出现在其中 陛下 根据黑云阁暗中调查 大卫文公有所一动 有27位文人 于太平师会之前 时常文公聚集 在密谋他事 此番陛下受诞 大卫京都涌入大量身份不明之人 其中有白衣门影子 也有一族探子相互交换情报 大卫晋商 徽商 干商 怀商 经商 也在这段时间 频繁与异国接触 尤其是晋商 徽商 干商 密切与安突 国有交易来往 水油 藤木 铁矿生意最为频繁 根据密探回报 安突国给予了三大商 极高的价格 以至于三大商产生犹豫 不愿得罪大卫 但也不想放弃这笔生意 数日前 突协王朝 更是派人前往七大先宗 送上各类贺礼 换取一些秘法 涉及到一品之秘 出源王朝正在搜寻 诸盛守闸 同时出源王朝一元五吃 极有可能在十年内 突破这一品五道镜 黑影的声音响起 语气极为平静 将一些极为重要的情报说出 黑云阁 是大卫的情报机构 安插一些重要之地 大卫有两个情报机构 一个是锦衣天卫 负责各地督查 一个是黑云阁 锦衣天卫 是明面上的情报机构 而黑云阁 黑云阁则是阴影中的情报机构 安插许多探子与卧底 直接效命于陛下 只是黑云阁与五帝时代就没落了 那个时候天下动乱 黑云阁也被策反了许多 虽然都效命皇室 可属于自己的人 却不多 只有一小部分 这也是他创办锦衣天卫的原因 他需要一股更为强大的情报机构 专门盯着各地藩王 大卫如臣 包括文武百官 可惜的是 锦衣天卫出现之后 各方势力都想要染指 纷纷插手进去 导致锦衣天卫虽然成立 人数也不少 可真正效忠自己的人 并不多 女帝明白自己 需要一股什么力量 一股拥有不俗的实力 并且无条件效忠自己 不会被其他人收买 可这种人有吗 几乎没有 就好比锦衣天卫 明明是自己一手创建 可到头来呢 不是这个国公安排的儿子进去 就是那个郡王 安排自己的手下进去 美约其名 是为了扩建锦衣天卫的实力 可这种话 是骗骗孩子还行 糊弄他 这可能吗 一个不完全效忠自己的组织 就是一个废子 养心殿内 女帝目光无比平静 他注视着后者 对方沉默不语 静静等待 过了两久 女帝的声音响起 朕 知道了 当女帝的声音响起 后者开口 陛下万岁 属下 告退 后者身影消失 大殿内 便只剩下他一人了 不过也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陛下 顾尚书送来加急奏折 请陛下观月 是赵婉的声音 他拿着奏折 身姿卓月 隐隐走来 接过奏折 女帝将奏折打开 随后又将奏折合上 陛下 顾尚书说了什么 赵婉为女帝捏肩 同时这般询问道 让经商捐营 这不是什么大事 女帝直接说出 同时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短暂的放松 那陛下是否同意 赵婉好奇问道 这种事情不算什么 可以询问 不会惹来陛下恼怒 甚至平时陛下也会问问自己的意思 水车工程 没必要让经商捐赠 即便是让经商捐赠 也没有什么效果 待会让人回复顾炎 此事不语 女帝如此回答道 让经商捐赠 能捐多少银子 一万两还是十万两 了不起一百万两 那又能如何 人家捐赠了一百万两 你还要给人家好处 如此一来 完全没有必要 她有些好奇 顾炎为何会提出这种要求 没有必要啊 奴婢明白 不过 顾大人说 此事是许清潇提出来的 赵瓦提醒了一句 这不是顾炎提出来的事情 而是许清潇 许首仁提出来的事情 许首仁提出来的 女帝缓缓睁开眼睛 是的 陛下 赵瓦点了点头道 允了 下一刻 女帝淡然开口 直接答应下来了 赵瓦 虽然不知道 女帝为何听到 是许清潇提出来的主意 就直接答应 但赵瓦明白的是 许清潇 如今可是大魏风头最盛之人 陛下如此 也算是情理之中 那奴婢待会 便让人去通知顾大人 赵瓦缓缓出声 女帝点了点头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了 只是她的脑海当中 一直浮现着三件事情 水车工程 自然是头一件大事 其次便是文工之事 最后便是北伐之事 这三件事情 是大魏如今面临的 选择和危机 三商那点勾结 逃不出他的法眼 只不过这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去解决 强硬一点 三商背后的人 可不是等闲之辈 自己但凡敢强硬一些 估计各种声音都会响起 再者这件事情 大魏不占领 毕竟商人逐利 买卖买卖 人家卖这个价格 大魏给不起 然后直接动手 谁会答应 至少三商背后的群体 不会答应 而且各国都看在眼里 大魏是王朝 一举一动 都是被天下关注 做错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引来天下的骂声 做对了一件事情 往往并不能宣传出去 说来说去 还是没有兵权 若是所有兵权 都在自己手中 那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事了 至于大魏文工的事情 也是一件麻烦事 这是一个讯号 精神上的压制 有时候比国力上的压制 更为恐怖 藩王造反 不管是谁胜了 大魏终究还是皇室一脉的 而若是文工真的分离 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抽掉了大魏的骨髓 此后 除非再出现一位圣人 不然的话 对大魏来说 不亚于再来七次北伐 这涉及到了很多 但好在的是 大魏文工内 有一批正直的大儒 有他们在 想要分离大魏文工 有不小的难度 至少在自己没有做错 什么大事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机会可成 无非搞一些破坏罢了 比如说太平师会 故意放水 想要依靠十国大 才来打压大魏文坛 从而创造机会 营造自己登基之后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种手段 他遇到过太多次了 所以 他压根不在乎 只要没有伤及根骨就好 至于北伐之争 这件事情还早 几乎不用去想 朕 还是需要一批忠心之人 说来说去 女帝再次闭上眼睛 她需要一批 真正为她效忠的人 并且要保证 这批人 只会对自己忠心 绝对不可能 会忠心别人 只可惜 这种人很难找 培养死士这种意义不大 因为他不需要死士 需要的是一批 游走在朝廷与百姓当中 一把锋利的宝剑 至于会不会伤到自己 这一点 他不在乎 能成帝王者 没有那么多顾忌 忠心排名第一 能力排名第二 其余都无所谓 大约过了一刻钟后 大卫宫廷将顾炎的折子 送了回去 已经批阅 允许此折 已是卯食 顾炎得到折子后 连早朝都没有参加 亲自去拟写捐赠告示 不足半个时辰 他反复观看 确定无疑后 便让户部印刷复制 贴在京城之中 一切做完 顾炎不由望着 微微亮起的天穷 眼神之中既是好奇 也充满着一些担忧 他好奇 许清潇 到底会用什么办法 来解决此事 也担忧许清潇 会不会做错一些事情 而此时 守人学堂内 许清潇 也在思索一些事情 眼下的危机 已经全部浮现出来了 有人明摆着 就是想要阻止水车工程 而且 不惜天大的代价 大卫文工 也浮现了危机 自己的个人安危 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些事情 自己必须要好好理清楚 也要好好地梳理 找一个应对之法 否则的话 自己完全就是受限于其 自从自己进入京都之后 所遇到的事情 一件接着一件 大闹行步 怒斩郡王 斩杀藩商 太平失惠 哪一件事情是小事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 而且 每一件事 或多或少 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 得罪了大卫文公尊 诸圣一脉的大儒 得罪了怀宁亲王 得罪了诸多藩王 也得罪了大卫不少权贵 更因为自己过早入品 也引来了妖魔注意 唯一的好事就是 有大卫文公在 自己不离开大卫的情况下 基本上不需要担心妖魔 来找自己麻烦 以上种种事情 必须要有一个了结 并且 自己不能一次又一次 解决麻烦后 又一次又一次 陷入新的麻烦 这样对自己极其不利 要有一个对应之法 这就是许清潇思索的问题 而所有的问题 总结在一起 就是一句话 敌在暗 我在明 敌人全部藏在暗中 一个个都是老鹰逼 这就是问题核心点 所以 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就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我需要一股势力 一股可以制衡朝堂 和民间的势力 许清潇很快便明白 自己眼下欠缺的是什么 一股力量 而这一股力量 必须要锋利 锋利到让六部害怕 锋利到让大魏如生害怕 也锋利到让大魏权贵 以及所有藩王都害怕 而这一股力量 许清潇脑海当中 瞬间浮现出来答案了 燕党 是的 就是燕党 大魏的太监 是奴才 没有任何地位的奴才 也可以称之为奴隶 他们在宫内习武 因为没有了命根子 故此修炼更加投入 所以 宫内有许多太监 实力都不俗 只是平时用不上他们 有锦利天卫和御林军 这种势力存在 根本用不着太监们 来做护卫工作 所以 太监们的职责 除了平日的端茶地水 和各种消息通报 剩下的职责就是党舰 万一有人真要刺杀陛下 他们就是出来替死的 并且 大魏太监们 根本不受待见 皇帝视为奴才 文武百官也视为奴才 京城里 所有人都笑话这群太监 没有命根子的人 还是正常人吗 基本上送入宫中的太监 都是家中穷苦无比 亦或者 是一些老太监们 在外面收养的一些弃婴 否则的话 正常家庭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 去皇宫当太监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些太监们极度自卑 也极度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但没了命根子 谁会认可他们 就连女人都不会认可他们 而这一点 他们知道 所以他们很希望 有朝一日 能人钱显贵 毕竟越是没有什么 就越想要表现什么 这也是不少男人 都要吹嘘某某东西 非常牛的原因 女人相反 女人通常是贬低 比如说什么 这么大有什么用 看起来不丑吗 这是人性问题 而天下人 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许青霄却注意到了 太监势力 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势力 他们拥有实力 而且身居皇宫 一个个心思缜密 不缜密地早就死了 而且因为身体缺陷问题 他们内心有些畸形 当然不是说 所有的太监都是如此 但大部分一定是这样的 再加上常年受到 文武百官的冷眼 和鄙夷 他们比谁都想要翻身 最最最主要的是 他们会效忠陛下 而且是死忠于陛下 原因很简单 太监是什么 天之家奴 他们不可能把控朝廷的 除非是特殊环境 太监没有后代 不可能造反 天下人畏惧太监 但内心绝对不会 与太监成为一路人 这是本能上的瞧不起 表面上可能喊一声公公 背地里可能就是一具 阴阳人烂屁股 而他们的权力 他们的荣耀 他们一切的一切 都是陛下赏赐 国家破灭了 敌国之人 可不会放过这些太监 尤其是祸国殃民的太监 毕竟文臣武将降服之后 可以帮自己管理国家 帮自己去外面打仗 一帮太监 有什么用 卖主求荣的人 有那个帝王喜欢 以上三点 只要是有脑子的太监 都会明白 所以 这帮太监 只会无脑支持皇帝 除非说 皇帝一点作用都没有 那他们可能 就会欺主 但如果是这样的皇帝 太监欺步欺主是其次 文武百官会不会欺负 各地方王会不会欺负 这些都是问题 那么在围绕皇帝的情况下 他们一心一意 会去为皇帝办事 会形成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让他们去搜集什么情报 他们便会去收集什么情报 让他们去杀谁 他们就会去杀谁 甚至衍生到后面 那个党派势力大 女帝不好出手压制 那么这些太监们 自己就会去调查 发现对方的问题 直接拿出来公开处刑 贯穿古今 其实真要回头去看看 自古以来 太监祸国殃民的确不守 可他们背后的人是谁 不就是皇帝吗 无非是有些皇帝敌 的确却被蛊惑罢了 但大部分的皇帝 都是在幕后指挥 杀谁与不杀谁 都是他决定的 太监有什么资格决定 就好比刘晴 魏忠贤 任凭他们权势如何滔天 什么八虎 什么九千岁 到头来 还不是死在一张圣旨之下 所以 如果能好好利用太监这股力量 这对大卫来说 简直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尤其是对现在来说 这一把宝剑 绝对不会伤到大卫 只会为大卫女帝铲除异己 真有伤自己的时候 完全可以重新铸造 一把新的宝剑 这太监群体彼此之间也有争斗 毕竟这帮人 根本不会在乎情面不情面 说他们是唯利仕途的小人 一点都没有形容错 而小人利用起来 则极其简单 燕党 一定要培养出燕党 如若燕党真能形成 可以为我解决太多事情了 三商之事 一切来龙去脉 都可以调查得清清楚楚 大卫权贵 所有人的行为举止 也尽在我眼前 无需担忧 也无需提防 甚至 这帮太监里面 不缺乏真正的高手 以后我出宫离开 也有人为我保驾护航 至于有人贿赂他们 有人讨好他们 这些都无所谓 他们越贪 我越容易控制 陛下也越容易控制 如果他们不服我 那他们的死期也到了 我身为大卫六品正如 护不侍郎 明星所向 又有五到十里 敢跟我反水 就是死路一条 不过 我也必须要提前提防 毕竟这群烟党 若是真正发展起来 会是一股极其可怕的势力 对陛下来说 这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剑 很难视主 但对我来说 可不一定 我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要有阴侧之法 许青霄 没有因为烟党 而迷失了心智 培养出烟党 可是有 但自己 也必须要拥有底牌 可以压制烟党的底牌 如若有朝一日 这帮烟党敢反水 那自己直接弄死他们 毕竟 烟党终究是陛下的势力 无非是眼下 可以帮到自己罢了 而培养出自己的势力 这一点很麻烦 自己是户部侍郎 也不是什么超级权贵 虽然是个子爵 然而跟大魏的那些权贵比起来 自己连个屁都不算 人家底蕴有多强 自己底蕴是什么 说好听点子爵 说不好听点 连入门都算不上 所以如果自己要培养 属于自己的势力 十分之难 但很快 许清潇忽然想到了一样东西 我怎么把这玩意给忘了 死 真的有点蠢 许清潇一拍大腿 他觉得自己实实在在 有些愚蠢了 他忘记了一样东西 而这样东西 是一张超级底牌 一张只要成长起来 就可以让任何 势力忌惮的底牌 哪怕是陛下 除非确定跟自己撕破脸 否则的话 这张底牌 能让陛下也不敢找自己麻烦 而且这个印策之法 也十分简单 甚至说 相当简单 想到这里 许清潇开始在宣旨上疯狂写字 制定自己这个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莫说与大卫文公和大卫权贵为敌了 就算是再加上整个朝堂文五百官 许清潇都不怕了 大约半个时辰 大卫京都 街道当中 李守明喝了口药汤 而后从家中走了出来 他昨日自毁名义 如道之路彻底废了 而且 身体也受到了一定的反噬 需要要汤来弥补 对于昨日的冲动 李守明没有任何后悔 如若说真要后悔的话 他唯一后悔的地方 就是一点 那就是没好好骂一骂孙敬安 身为文公大儒 不偏袒大卫文公的学生 他可以理解 但处处偏袒十国大财 导致大卫受辱 这一点 他无法接受 可愤怒归愤怒 生气归生气 但没有任何意义了 毕竟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名义儒生 做不到许清潇那般 以千古诗词 辱骂大儒 也凝聚不出什么财气 东来三千里的异象 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曾经还好一点 是一个儒生 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 想到这里 李守明不由抬头看了一眼 那三千里的财气 心中稍稍有些安慰 曾经他对许清潇有所抱怨 甚至一度认为 许清潇狂妄无比 可今日 他太理解许清潇了 也太明白 大卫文公的情况了 他甚至觉得 有些内疚 不了解许多事情的情况下 对许清潇产生敌意 而反过来看看 许清潇只对过大儒 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 相比之下 两者气度 完全是天壤之别啊 或许 这就是大财吧 李守明走在街上 心中如此想到 而此时此刻 数十道身影 忽然出现在李守明身旁 李兄 你没事了吧 李兄 好了些吗 李兄 你昨日实在是有些冲动啊 数十道身影出现 这些人都是大卫文公的学生 他们本来相聚在一起 打算去酒楼谈论一些事情 可没想到 在路上见到了李守明 当下自然 一个个凑了过去 询问李守明的状态 毕竟曾经都是同学 李守明如今自费如道 脱离大卫文公 可他们并没有嫌弃 也没有划分界限 原因无他 说到底还是 孙静安昨日做得有些过分 李守明只是冲动一些 但这冲动不是无脑 反而是有骨气 有血性 自然众人特意过来询问 还好 并没有什么大碍 昨日的事情 就不说了吧 见到众同学走来 虚长问短 李守明心中 还是有些暖意的 不过对于昨日的事情 他并不想继续商谈 免得牵扯众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孙儒本身就有些做错了 就是 如若不是许兄 昨日我等脸面都要丢尽了 李兄 说实话 昨日你自毁如道后 我也想加入 但我没有你如此勇气 说起来 还是惭愧啊 我等读书人 最主要的就是 酝酿浩然正气 自毁如道 伤了根基 以后莫说成大儒了 就算是重新回到 明义境都难 否则的话 我昨日也决然自毁如道 嗯 李兄 你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文公不少人为你喊冤 甚至已经联系了几位大儒 要不要多长时间 孙儒就会表态 如若说 孙儒表态 你还愿意回文公吗 众人出声 有些人愤愤不平 昨日也想与李守明一般 自毁如道 可他们 还是没有勇气 毕竟他们身为读书人 就是要提升儒道品级 否则的话 这辈子就只能去教教书了 没什么作用 毕竟儒者 不说未来荣华富贵 可至少受到不少人的尊重 这让他们十分难以舍弃 但也有人询问李守明 如果孙儒给个台阶下的话 李守明愿不愿意回来 不去了 李守明态度很坚决 自己已经自毁如道了 也没必要再回大卫文宫 以后若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会老家献成 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差 此话一说 众人纷纷叹息 而就在此时 又是一批学生走来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些怒色 吴兄 你们这是怎么了 陪伴在李守明身旁的儒生 不由好奇 询问这些人发生了何事 怎么脸色一个个如此难看 后者快步走来 当看到李守明后 微微有些沉默 但最终还是开口 文宫给出了结果 孙儒无过错 说李兄有些偏激 但文宫也愿意给李兄一个机会 只要向孙儒道歉 允许李兄回归文宫 他脸色难看到 昨日 自李守明自毁如道后 他们心中是又气又难受 所以 今日很多文人都去文宫 为李守明明不平 希望文宫给个交代 可没想到的是 文宫给出的交代 是这样的交代 认为孙儒维护大卫颜面 没有任何过错 反倒是李守明不尊大卫 有些偏激 不过 文宫倒也没有训斥李守明什么 毕竟在训斥的话 就有些过分了 最终给出一个选择 只要李守明向孙儒道歉 这件事情就此结果 这个结果 让诸多文人有些接受不了了 可这个结果 也是文宫高层下达的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更改的可能性 眼下李守明还愿意回去 低个头就没事了 可都已经自毁如道 谁还会答应这个 竟是这般结果 当真是可恨啊 说实话 这次文宫所作所为 让我感到寒心 李兄固然有些偏激 可说到底还不是因为 他们愤愤不平 可说到这里 被李守明拦下来了 好了 诸位兄台心意 李某心灵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 否则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李守明开口 他让众人不要继续说下去了 否则要惹出一些其他是非 此话一说 众文人截然沉默 而就在此时 另一道声音响起 还有一件事情 十国大才准备今日回去 他们输得很彻底 不愿再参加太平师会了 有声音响起 一时之间 大魏文人有些不悦了 不愿再参加太平师会 做梦吧 他们 前几天那么嚣张 现在还有两天时间 他们不参加了 这怎么可能 我都已经做好 今日讥讽他们 他们今日离开京都 想什么呢 我等不允许 众文人再次叫起来了 这十国大才 这几天耀武扬威 如今被许清潇打怕了 结果就想要跑 他们如何愿意 昨天都被三千才气震撼 所以他们没来得及讽刺 就发现十国大才溜走了 都想着今天晚上好好讽刺回去 可没想到的是 人家直接跑了 虽然被吓跑了 也是一件好事 可他们不爽啊 这就好像去黑店吃饭 被老板各种讹诈 各种威胁 甚至是各种言语上的辱骂 自己刚亮出身份 老板就跑了 这爽吗 一点都不爽好吧 没什么不允许的 请试文已经交给了孙儒 而孙儒也与诸位大儒协商国 已经允许了 接下来两日 太平师会就是我等参与 空缺的各国大才 会让更多读书人入内填补 有人出声 告知大家别说什么了 文公已经下达这个决定了 可这话一说 众人更忍不住生气了 又是孙儒 当真可恶 慎言啊 慎个屁言 我今日也不去了 我也不去了 这太平师会 也太窝囊了 他们出声 实实在在 有一种被恶心到的感觉 众文人议论纷纷 而后更是相约 去他们家中商谈此事 诸位 我先告辞吧 想一个人静静 然而 人群中的李守明 却叹了口气 他向众人告辞 也不想理会这些事情了 此话一说 众人倒没有挽留 毕竟发生这种事情 让李守明 一个人 静静也挺好的 如此 李守明 独自一人离开 而众文人 看着离开的李守明 心中莫名 不是滋味 很快 大约两刻钟的时间 李守明 走着走着 却不知不觉中 来到了 守人学堂外 望着朴素 无比的守人学堂 李守明 对许清潇更加心生钦佩 文工 诸多文人都说 许清潇狂妄无比 可对比一下 文工之奢华 再对比一下 许清潇如此大才 学堂却如此朴素 这愈发让他觉得 愧疚许清潇 想到这里 李守明 不由朝着守人学堂走去 踏入学堂 李守明的声音响起 请问 许守人 许大人可在 平缓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一道人影走来 是杨虎 先生是何人 杨虎看了一眼 李守明 看得出李守明身上的如袍 所以 显得比较客气 在下李守明 是大卫文人 想来拜访许大人一番 还望阁下通报 如若有所打扰 请许大人莫要怪罪 李守明如此说道 好 先生稍等 杨虎没有多想 直接转身去通报 而守人学堂内 许清潇 已经将所有计划全部排列好了 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执行 那么一切的麻烦 都会在短暂时间内彻底解决 并且 自己还能拥有 两股极强大的势力 一个是陛下的 另外一个 则是自己的 可就在此时 杨虎的声音响起 大人 外面有个叫李守明的人 找你有事 见不见 杨虎直接问道 而许清潇有些好奇了 李守明 他知道这个名字 昨日太平师会上 自毁名义之人 是个有血性的读书人 只是他找自己做什么 不过想了想 许清潇平静道 见 说完此话 许清潇将这份计划 记在脑海中 下一刻又放入烛火上燃烧 等燃烧干净后 许清潇走出房门 刚好下一刻 李守明已经出现了 李某 见过许守人 许大人 见到许清潇 李守明第一时间 朝着许清潇一拜 显得恭恭敬敬 见过李兄 许清潇也回之以礼 如此说道 惭愧 惭愧 许大人 乃是户部侍郎 又是六品正如 这一句李兄 喊得李某 无比惭愧啊 李守明由仙道 李兄客气了 来 喝茶 许清潇请对方落座 也很好奇 对方找自己有什么事 坐就不必了 今日前来 主要是想象许大人致歉 以前 是李某愚昧无知 听信他人蛊惑 对许大人产生愿意 今日幡然醒悟 故此登门拜访 特意向许大人致歉 还望许大人宽宏大量 原谅李某愚昧之罪 李守明没有落座 而是朝着 许清潇深深一拜 表示自己的歉意 这话一说 许清潇有些惊讶 他还真没想到 对方来找自己 竟然是为了道歉 这人还是有点良心啊 知道错了 就改 不错 不错 李兄严重 先入座吧 许清潇拉着李守明 落座下来 倒不是真的如此宽宏大量 而是许清潇 现在需要用人 尤其是文人 眼下这个李守明 好像还不错 所以 先聊一聊 看看是不是真心的 许大人 惭愧啊 李守明落座下来了 可神色 还是显得无比惭愧 自己这般 却没想到 许清潇如此对自己 能不让人惭愧吗 李兄实实在在严重了 其实 许某并没有不尊圣人 只是许某有自己的道罢了 诸圣之道 许某也学习 深感敬佩 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道 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可没想到 被一些人恶言相交 败坏许某名声 但这些都无所谓 许某坚信自己的道 就行了 许清潇为对方倒查 同时阐述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这话倒不是客气 或者是讨好对方 而是真心实意 他从来没有不尊重过诸圣 只是自己不适合呀 总不可能逼着自己 学习诸圣之道吧 李某曾经不明白 可现在明白了 所以 特意前来 也是为了致歉 还望许大人原谅 否则 李某心不安啊 李守明如此说道 小事一件 许某不会记在心上 这一杯茶 就当敏恩仇了 许清潇微微笑道 举其手中茶杯 而后一饮而尽 许大人 宽宏大量 得到许清潇的谅解 李守明不由眼眶湿润 同时他也一口 饮下杯中茶水 很快 李守明不由继续问道 许大人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您这个心学 到底是什么意思 恩仇泯灭后 李守明也问了一个问题 许清潇的心学 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字面意思 知行合一 知道错了 就要去改 明白道理 要去实践 这天下人 为何有自哀自怨之人 其实 要么就是不知道理 要么就是不去实践道理 若知而行 行而知 便可知良知 明悟大道理 懂得大道理 也能体悟大道理 许清潇阐述着心学 这是他自己的理解 不代表真正的心学 而李守明 却显得有些若有所思 他沉默不语 坐在许清潇面前 陷入了沉思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一刻钟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最终 眼神有些迷离的李守明 忽然目光清亮了起来 我感觉好像知道了什么 但又有些迷糊 但我觉得 这条道我很有兴趣 徐大人 可以加入您的学派吗 只要您不嫌弃 我自毁如道 我愿意加入您的学堂 成为您的学生 李守明开口 眼神中带着期盼之色 而此话一说 许清潇却微微一笑 我激励学 自然接纳每一位学生 如若你真心愿意 朝我三拜九寇 入我心学 从今往后你 便是守人学堂大师兄 许清潇开口 他并不在乎对方自毁如道 而随着许清潇这般回答 李守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着许清潇跪下 行三拜九寇之大礼 他入心学 重新开始 而就在此时 悬挂东西三千里的财气 陡然之间 暴射出一束文器 如同真龙一般 涌入了李守明体内 而这般异象 也引来不少人关注 李守明的伤势 也在一瞬间痊愈 并且滚滚的财气 没入体内 一瞬间 他 恢复了七品 只不过 需要重新明义了 我还在一瞬间 这次是 一瞬间的 还有一瞬间